男人不吃不喝每天挥剑万次 三十年来无论风雨他从不懈怀 而从小在他恋剑声中长大的村民 如今都已成为德高望重的村长 他却依旧在不停地挥剑 可就在七年后的某天 男人的恋剑声突然停止 早已习惯的村长冲进他的家中 才发现男人已经死去 却依旧怒怒言真不肯放下长剑 最终村长为他合上双眼 结束了他的剑吃一生 而此刻一名少年猛然睁开双眼 原来剑吃一生不过是他的一场梦 可那种感觉无比真实 甚至连肌肉的撕裂胆都栩栩无声 男孩再也无法入睡 心中无比渴望那种灰剑的感觉 他当即来到盐武场内 拿起一把千斤巨剑开始训练 这一幕令原本吵闹的盐武场顿时安静性 原来男孩是领主家的长子 自从母亲去世后就一直无所事事 十年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被窝 因此人们也将他称为废产少年 任谁也无法相信他会修炼剑术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出言嘲讽 这种废物怎么可能挥得好见 为骑士更是打赌他撑不过三天 但男孩根本无心搭理这些闲言碎语 他吃力地挥动着手中巨剑 仿佛自己就是梦中的剑神 虽然过程十分痛苦 但每挥出一剑都能感到无比的安心 随着他手中巨剑再次落下 身旁的管家一把将他抱住 男孩这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天黑 回到床上他发誓再也不去练剑 因为这股疲惫感令他十分恶心 可接连三天他都出现在了盐武场内 原来在那之后他每天都会梦到剑神 为了消除那股奇怪的感觉 他只能不停地挥剑 就连打赌他撑不过三天的骑士 也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可路过的流浪骑士却不以为然 他的体力无法支撑这把剑的重量魔术 因为承受不住别人的侮辱而开始练剑 用这种意图来对待剑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只失救 他载着一位少女落在众人面前 而来人正是男孩同父异母的妹妹 从小就天赋异禀的魔术师西里尔 他先是怒斥几位骑士不务正夜偷说闲话 随后又愤怒地让男孩停止练剑 毕之以来只会睡觉的你 难道以为不停地挥剑就能改变什么吗 可无论西里尔如何吵闹 男孩却依旧不为所动 他的注意力始终在手里的剑上 这也令流浪骑士感到诧异 决定再留下来观察男孩几天 深夜 管家发现了鬼鬼祟祟的西里尔 并告诫他少爷已经休想了 如果有事可以择日再来拜访 魂言西里尔爆发出猛烈的气势 你这是在违抗我吗 这件事你不准告诉任何人 而男孩从梦中醒来后 发现了妹妹为他留下的心 我为早上说的话道歉 听说你最近日夜操劳过度练剑 所以我才有些担心 这个玩偶有助于睡眠 希望能够帮到你 男孩不禁有些感动 明明自己已经颓废了十年 可家人却从未放弃过自己 从那以后男孩练剑更加刻骨 接连十天他都出现在了演舞场内 所有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就连流浪骑士也对他产生了好奇心 连以为他是自尊心作祟而开始的修炼 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他身上有着一股钢铁般的意志 若是能够激发出他全部的潜力 必将成为这片大陆的巅峰人物 老者愈发对眼前的少年感到满意 决定为他引荐一位优秀的剑术老师 可在询问过后他才得知 灵主已经找了奥恩骑士为他辅导剑术 老者当即怒吼不行 那个只知道喝酒的饭头 只会让这个天才埋目 于是他当即找到了领主大人 递上了克鲁诺剑术馆的推荐性 要知道这可是大陆最强剑术馆 只有天赋极佳之人才有资格进入 领主深知这点 但他也知道里面斗争激烈 想要坚持下去并非一时 于是他把选择权交给了男孩 无论去或不去付钱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而男孩不愿再继续沉沦下去 他决心要改变现在的自己 于是第二天男孩便告别了父母 来到了被誉为大陆最强的克鲁诺剑术馆 教官感到疑惑的是 那个向来眼光不辣的老头子 怎么会看中这个废柴少爷呢 男孩忐忑地推开剑术馆的大门 顿时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 他们的眼神无比轻易 似乎对这个少年的出现感到意外 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出言超妇 好在这时教官出现在了台上 打断了他们的闲言岁月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这里的预备生 若是能够在这里坚持一年 并且通过两次残酷的测试 届时你们将会是剑术馆的正式门生 不过在那之前我想为你们介绍一个地方 这里便是你们日后训练体能的场地 说着教官一个剑步冲了出去 都给我动起来 这一幕令众人有些措手不及 纷纷挥动手脚跟了上去 而男孩因为体力不支 不出片刻就倒在了地上 此刻他只觉得浑身酸痛无比 再跑一步心脏都会立刻爆炸 可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声音 是啊 和那个男人相比 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我要成为与他同等的存在 男孩再一次动了起来 他卖力地挥动着手脚 直到他浑身被汗水浸湿 直到他再也没了余力奔跑 地旁的助教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在他即将倒下之际将他救了出来 这家伙的身体完全到了极限 竟然仅靠着那一丝意志在坚持奔跑 真是个神奇的家伙 等到男孩再次睁开双眼 发现已经来到了建树馆内的医务室 教官把一份名单塞到他的面前 这只是为了测试你们体能而举办的小测验 并不会对最终测试产生影响 男孩打开一看 发现自己赫然排在最后一名 教官还想安慰男孩几句 却发现他根本没有丝毫动摇 果然是个奇怪的家伙 不久后 教官为学生们安排了每天的日常 所有的训练场所将会一直开放 学生们随时都可以进行训练 但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禁止所有学生使用武器 这可把男孩给仇坏了 这样下去自己该怎么挥剑了 时间很快来到傍晚 布莱特带着两位跟班来到了训练室内 就在跟班感叹这里的宏伟时 布莱特却被一名少女吸引了助力 是剑术世家的天才伊利亚 她果然比传闻中还要强 光是看见就能感受到强烈的压迫 一向自傲的布莱特瞬间就明白了两人的差距 她真的不过是个预备生吗 而跟班这时注意到了角落独自训练的男孩 不愧是废柴少爷 举个空单都快要晕倒了吧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天才伊利亚竟然来到了废柴少爷的身旁 她靠近男孩小声说了什么 随后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这里 这一幕顿时惊呆了在场众人 都在好奇伊利亚究竟说了什么 可当男孩朝他们看去时 众人又纷纷撇过头去假装训练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红发女孩才不管这么多 她丢下器材大步来到男孩身边 伊利亚究竟和你说了什么 难道你们在谈恋爱吗 可令朱蒂斯没有想到的是 伊利亚竟然只和她说了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朱蒂斯一脸失望地离开了 男孩正准备继续训练 布莱特却又来到了她的身边 伊利亚究竟和你说了什么 顺便把那个红毛说的话也告诉了 而在那之后 男孩每天都会得到伊利亚的指导 她的体能也在训练中渐渐成长 但依旧没有人看好男孩 因为他们坚信一个废柴少女 再怎么努力挣扎也不可能翻身 转眼三月时间过去 曾经四百名预备生 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 也就在今天 教官宣布了即将面临的其中测验 只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赛道即可通 并且排名前五的学员 可以得到管主的奖励 考试时间为十天后的上午九点 这段时间的训练将由你们自由分配 在这之后 众人的训练愈发刻苦 而男孩也是如此 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废柴少女 现在他经常把自己练到极限 就连朱蒂斯也不禁对他侧目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么拼命的 难道我的意志还比不上他吗 想到这他再次开始了训练 在努力方面 他不想被任何人超越 而管主在听说了 今年的优秀学员后 也不禁亲自来到了训练场观 人群中最耀眼的当属天才伊利亚 他在目前所有的测试中都畏惧榜首 可管主却对他心生怜悯 明明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道路 为何非要执着于他人走过的路 说着管主转头望向男孩 身后的教官连忙向他解释 他已经连续练了半个小时 却依旧不肯停下训练 可管主闻言却表示不用管他 只要他自己没有放弃 就不要尝试去阻止他 那孩子的精神已经完全支配了他的身体 结束训练后男孩瘫倒在床上 他也注意到了最近的异常 曾经瞧不起他的学员们 如今却逐渐开始将他视为对手 不过比起这个他更好奇的还是伊利亚 他为什么会愿意无条件帮助自己 其中测验的日子很快到来 众人看着浑身被汗水浸透的男孩 不免一阵窃窃私语 这家伙难道是练了一整晚吗 真是个愚蠢的家伙 而布莱特撇了朱蒂斯一 这家伙前段时间也经常过度训练 任谁看他的状态都十分糟糕 看来自己已经稳居第二了 而这时教官已经开始介绍规则 整个考试分为四个阶段 随着教官一声令下比赛开始 众人争分夺秒的推举杠铭 曾经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男孩 此刻竟然飞速推动着手中的杠铭 这家伙疯了吗 这样下去可是会虚拓的 而与此同时 伊利亚轻松结束了推举 开始朝着第二个项目进发 没过多久男孩竟也结束了推举 这一幕顿时惊呆了在场中了 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 只见男孩静止来到跳响阶段 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完成了跳响 这一幕令还在推举的几人不淡定 特别是朱蒂斯已经开始透支身体 而此刻男孩已经来到长跑阶段 他紧紧跟随在伊利亚的身后 这一刻他感到无比轻松 心中竟然涌出一腔热血 萌生了一股想要超越伊利亚的想法 可就在这时 朱蒂斯却一举超过二人来到第一 好不容易才爬到这个位置 他不想输给任何人 原来因为平民的身份 朱蒂斯受尽了旁人的嘲讽 所以他愈发刻苦地开始训练 终于来到了大陆第一建树 为的就是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此刻朱蒂斯一头扎进水里 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前进 可突然他的大腿一阵抽筒 令他再也无法前进半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伊利亚超越自己 泪水缓缓从他的眼角滑落 就算是透支身体也比不过你吗 突然一股疲惫感涌进他的脑海 朱蒂斯渐渐沉入了水底 就这样休息下去吧 可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一位少年正带着自己艰难的前进 他不甘心 凭什么是你来救我 男孩没有理会 很快便成功将他带回了起点 但也就在这时 原本落后的学员已经全部跟上 可男孩却不以为意 他坚持等到教官过来才开始继续测验 但也正因如此 原本排名第二的男孩落到了倒数第二 不过也算是成功完成了测验 还不至于遭到淘汰 不过人群中却有人开始嘲讽 在考试途中做那些没用的事情 不知道在装什么善良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自己才成功进入前五 而排名第二的布莱特 却望着男孩陷入了沉思 那自己的排名将会是第四 不得不承认这次是我输了 而就在第二天男孩独自训练时 伊丽雅找到男孩并质问他 为什么要在比赛中做那种事情 男孩被问得愣住 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要这么做 可他的回答却惹恼了伊丽雅 就算你不去教官们也会救他 为了那种小事而放弃大陆第一管主的奖励 难道你真的疯了吗 接下来就要开始磨练剑术 这与锻炼肉体截然不同 剑术并非只要努力就能成长 还需要才能的加持 你可能因为昨天的判断 彻底失去了得到管主指导建树的机会 我再也不会帮你了 很快到了公布测验结果的日子 而获得前五名的优秀预备生 能够获得与管主面谈的机会以及奖励 可这事管主却表示还缺了一位学生 请311号预备生上台领奖 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 只听管主缓缓说道 人们总是会在追赶别人的过程中 获得惊人的成长与成就 却也因此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 但这位预备生却与众不同 他在紧要关头选择牺牲自己去救落水的同学 我认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有价值的 很快便到了与管主面谈的机会 布莱特选择的奖励是得到管主的指点 而伊利亚则不同 他竟然提出要与管主对练并接受之道 管主微微皱眉 这可就有些难办了 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 不要再被他人左右 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 不必执念与此浪费时间 回到家族去学习你们的剑法才是你的道路 可伊利亚却执意如此 管主无奈只能答应他的请求 很快管主便完成了其他人的奖励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 他盯着眼前的少年愈发觉得好奇 自己竟然猜不透他的想法 那么你究竟想要什么奖励呢 少年的梦中出现一位神秘老者 他手持万斤巨剑划破天空 把堕入深渊的懒惰男孩彻底拉了出来 醒来后他感到浑身充满力量 举起杠铃一秒就是十个 更是轻松通过了大陆最强剑术馆的测试 可他在面对管主的奖励时 却只提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才能和一个女孩和好 管主愈发对眼前的男孩感到好奇 毕竟整天大陆谁不想得到他的指点 于是在为男孩解开疑惑后 他魄力给了一次指导剑术的机会 可男孩对于剑术的理解只有灰简 根本不知道要问些什么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虑 管主决定保留这次机会 各事日后遇到关于剑术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过来问我 管主望着男孩远去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他分明对剑术一窍不通 却又有着明确的目标 就好像有高人在身后指点一般 不久后男孩开始了训练 可往常冷漠的朱蒂斯却走了过来 他先是感谢了男孩的救命之恩 随后又大方地表示要和他交个朋友 在朱蒂斯的威逼下 男孩根本没有拒绝的机会 不过这样似乎也挺不错的 这天是开展剑术课程的日子 众人纷纷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木检 唯独男孩却静止走向角落 拿起了无人问津的扩解 这一幕顿时引起了场内众人的注意 区区菜鸟还想耍帅用扩解 真是蠢到家了 可下一秒他们的脸上就被震惊笼罩 只见男孩猛然挥动扩解 强悍的气势瞬间卷起无数尘埃 就连教官也不禁对他侧目 虽然动作略显生涩 但竟能有如此气势 突然布莱特走出人群 他手持长剑指向男孩 我邀请你与我对练 此话一落场内瞬间沸腾 要知道这在学院内可是严厉禁止的 并且他们还从未学过任何的剑术课程 就在教官准备打断他们时 管主却允许了他们的对练 偶尔来点不一样的也不错嘛 随着管主一声令响 布莱特的身影如狡兔般暴射而出 仅仅一瞬便来到了男孩身边 男孩挥剑防御 枪林弹雨般的攻击再堵袭来 猛烈的攻势令男孩根本无法还手 众人都认为胜负已定 可朱蒂斯却看出了端倪 那家伙是在考验他 而这时布莱特身形向后抱怨 经过短暂的交手 他看出了男孩的不足 这家伙反应确实很快 但他的动作非常不合理 根本不像是一个练剑之人 那就让我试试你的力量如何吧 布莱特故意迈出破绽 男孩抓准时机 毁天灭地般一剑砸下 这一幕顿时令布莱特慌了神 身形下意识地往后一闪 击落了男孩手中的扩解 对练结束 布莱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教官也开始宣布剑术测试的结果 并根据实力为学员们分组 首先是最高等级的A组成员 将会面对更加残酷的训练 随后便是B组与C组 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 可等所有人都分完了组 却唯独没有念到男孩的名字 就在朱蒂斯感到疑惑时 教官公布了答案 原来因为男孩对剑术一窍不通 所以他被单独分到了A副组 毕业里 躺在床上的布莱特 回想着白天的战斗 那时自己分明想要正面接下剧剑 可身体却下意识地避开了 在那个瞬间 他的眼神令自己感到坚不可遂 就好像把一切都集中在了剑上一般 一日 剑术训练正式开始 医生成了男孩的临时教官 天真的男孩以为通过努力便能追上他人 教官并没有当机反驳 而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努力固然重要 但在天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若是你能在一周时间内掌握基础剑术 我就能把你提升到C组 但若是这点才能都没有 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 但令教官感到意外的是 男孩在短短几天内就掌握了大半剑术药 进步的速度也是愈发迅速 虽然其中有着努力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家伙果然有着惊人的甜度 时间来到测试前夕 男孩找来了朱蒂斯帮忙检查剑术 随着男孩一箭挥出 朱蒂斯的脸上露出一抹震惊 对待剑术十分严谨的他 竟然向昔日的废柴少爷竖起了大拇指 而就在第二天 教官重新回到了医务室 这也就证明 男孩已经成功升到了C组 但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帮他提升到A组 朱蒂斯决定亲自与他对练 无奈之下男孩只能答应 战斗一触即发 朱蒂斯率先发起攻势 手握重剑的同时却依旧皎洁如土 男孩堪堪挡下一击 利用巨剑的优势击退朱蒂斯 身形一跃竖劈而下 可在落地的同时却又变坏身形 一记横劈竟让朱蒂斯乱了阵脚 但他反应极快 扭动剑笔顺势将男孩击飞出去 对练以朱蒂斯的胜利告终 可他却突然调转画风 听说你最近跟伊利亚闹败了 这个时间他应该一个人在小练舞场内了 说罢朱蒂斯便转身离开 只留下男孩一人陷入沉思 而另一边 伊利亚正独自修炼家族剑术 突然一道身影的出现打断了他 正是方才与朱蒂斯对练的男孩 他一脸甘大地向伊利亚问好 随后拿出一封信与故囊 这番操作令伊利亚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可男孩却解释道 我的妹妹很不擅长与人相处 所以我们也经常吵架 但每当我醒来时 都会发现她留下的礼物与心 我也不太擅长说话 所以我也试着把想法写了出来 伊利亚仍旧满脸冷漠 即便这样我也不会再继续帮助你 男孩表示没有关系 留下礼物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夜里 伊利亚看着男孩的性不禁露出了微笑 随后又打开了礼物 是一个手环 一股厌恶感油然而生 伊利亚咬紧嘴唇不停地颤抖 似乎手环上的福寿草 为她留下过什么难忘的回忆 半晌后 伊利亚平静了下来 脑海中想起了管主的教会 或许真的是自己太钻牛角尖了吗 她是王国贵族的天才少爷 却甘愿向学院公认的废柴讨教剑术 这一幕顿时令旁人傻了眼 就连男孩自己也有些差异 你真的能从我身上学到什么吗 布莱特神秘一笑 因为你是个天才 原来自从其中测验以后 布莱特就已经开始留意男孩 为何他的剑术分明不如自己 但却总令人望而生畏呢 而在两人的对恋之后 布莱特终于明白了二者之间的差距 他的身上有着一股惊人的集中力 若是当时正面接下他的剧剑 恐怕败的将会是自己 于是向来自傲的他开始证实自己 这才找到男孩提出一起修炼 临走前还给了男孩一句忠告 请你不要再贬低自己 你身上有着出色的品行与能力 所以你应该以自己为傲 表现得更加自信 夜里男孩回想着布莱特的话 究竟该如何提升集中力呢 若是能够更加专重 或许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存在 抱着一问男孩沉沉睡去 剑神再一次出现在他的梦中 不同的是 这次他能真切感受到灰剑的感觉 就好像自己成为了剑神一般 可突然他从梦中惊醒 天还没亮 但男孩决定立即前去修炼 他不想放弃那种真实的感觉 之后的几天 男孩总是在训练时昏昏欲睡 这不禁令布莱特感到疑惑 他宁可相信母猪上树 也不愿相信男孩偷懒 可突然男孩又坐了起来 猛地挥出一剑后又继续躺下睡觉 看得布莱特一头雾水 不禁上前叫醒男孩询问 原来他是在练习提升集中力 布莱特恍然大悟 当即决定亲身体会一下 不曾想进一觉睡到了天黑 但他并没有放弃 换了的姿势又重新开始冥想 没想到竟然意外的有效 甚至在学院中掀起了一股冥想热潮 而他通过这段时间的提升 竟然在对练中打败了朱蒂斯 要知道他们一直在竞争学院第二 从未分出过高低 布莱特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 他认为只要继续保持 或许超越伊利亚也不是不可能 这天管主聚集了所有的学员 并宣布最终测验即将到来 与其中测验不同 最终测验将着重考察学员的潜力 这也就代表无论实力如何 只要展现出极高的潜力便可通过测试 说着管主退去外衣 在这之前我准备了一个礼物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化大管主的气势瞬间达到巅峰 长电在他的舞动下滑出道道剑气 这一幕直接令天娇们惊呆了 可管主仍未停下 短短一瞬他再次挥出竖剑 剑气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营绕周身 随着管主挥出最后一剑 所有人呆愣在原地 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 自己的剑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罢了 但朱蒂斯却仿佛受到了激励一般 他愈发努力地开始训练 势必要在测验中拿下第一 可布莱特却对他嗤之以鼻 第一名肯定是伊利亚 他是大陆顶尖的武道世家出身 家族的剑术更是有着无尽的潜力 光凭这点就足以让他在最终测试中拿下第一 朱蒂斯却不以为然 贵族出身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哥哥不也曾是大陆第一天才 最后还不是输给了一介平民 可话音刚落 伊利亚就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他的眼神中满是冷漠 比这种只会说闲话的人 根本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 这次测验我不会使用家族剑术 但我依旧会拿下第一 可布莱特却不这么认为 他一路小跑叫住远去的伊利亚 若是你不使用天空剑 第一名的位置就将会是我 而在之后的对链中 朱蒂斯也意识到了这点 现在的布莱特有着惊人的速度 虽然剑术也变得十分锐利 或许他真的有可能打败伊利亚成为第一名 不得不承认他已经超过自己太多 但现在的朱蒂斯已经不再急于求成 他相信成为正式门生后一定会超过他 想到这朱蒂斯转身离去 他没有理会布莱特的调侃 因为他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而另一边 男孩依旧进行着勉强训练 但他却再也无法掌握那种感觉 就好像离梦中的剑神越来越远了一般 这时朱蒂斯打断了他 并邀请他去外面走走 二人随即来到了演武场外 朱蒂斯向男孩表达了歉意 毕竟马上就要最终测验了 自己却很久没有陪你对练了 就在男孩表示没关系时 朱蒂斯突然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是一个孤儿 从小就在别人的歧视中长大 所以我从未向谁表达过感谢 在你救了我的那天 我没能坦率地向你说出谢谢 反而是冲你发了火 我本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报答你 但现在看来似乎是搞砸了 所以最终测验你一定要合格 只有成为这里的正式门生 我才能好好弥补对你的歉意 说罢朱蒂斯便起身离开 男孩欣慰地笑了 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 这段时间是你们陪着我成长 回到演武场后 男孩再次拿起了巨剑 这一次他不再感到迷茫 很快便与巨剑融为一体 开始了他的修炼 两周后最终测验正式开始 虽说众人都展现出了 意料之外的实力 但却没有十分出色的表演 直到朱蒂斯的出现 他决定以对练的形式接受测验 而对手正是备受瞩目的布莱特 比试开始 朱蒂斯微微俯身 像一道闪电般暴射而出 顺利的碰撞声瞬间响彻了整片演武场 力道之大 甚至连布莱特都感受到了威胁 但朱蒂斯仍旧没有停下攻势 他发挥出重剑的优势 不断向布莱特施压 双方的战斗精彩至极 台下更是欢呼一片 就连教官都不由赞叹 这两人都非同一般 确实布莱特转手围攻一剑四处 朱蒂斯的脸上被划出一道口子 这也令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就这点实力还想超越我们 此话一落 两道身影毁天灭地搬撞在了一起 他们的速度迅如闪变 脚在一起化作了一团残影 直到尘埃缓缓散去 两道身影仍旧毅立在演武场中央 这场战斗看似不相上下 不过更占上风的还是布莱特 管主不禁起身拍手叫好 也就在这时 下一位测试选手已经上台 正是第一天才伊利亚 他要展示家族剑法天空剑 布莱特自信一笑 或许这次我真的能够战胜 可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凝固了 伊利亚轻轻挥动长剑 场内顿时狂风大作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而布莱特更是震惊不已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无法跨越的高墙 更是让他知道了自己的想法多么幼稚 但考验还有最后一人 布莱特的心理防线几经崩塌 他在心中祈祷着 千万不要那么优秀 千万不要超过自己 拜托了 而此刻男孩已经来到了台上 就连管主也开始好奇他究竟要展示什么 可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众人无语的决定 我要展示基础剑法竖斩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唯独管主却露出了一谋邪象 来吧 让我看看属于你的剑 他是大陆最强剑术天才 却在一夜之间名誉扫地受万人迫弃 只因他在一场备受瞩目的对恋中 仅仅三招就败给了一介平民 而周围的视线也因此变得冷漠 此后他便自甘堕落一蹶不振 从小将他视为偶像的妹妹坚信着 一定是人们的视线毁掉了哥哥 于是从那一刻起他便发誓 自己绝不要被旁人的评价所左右 可在不知不觉间他早已深陷泥潭 原来曾经击败他哥哥的平民 正是来自克鲁诺剑术馆的学生首席 而伊利亚之所以来到克鲁诺 就是为了夺得本届的学生首席 证明自己并不比他差上半分 可男孩的出现却令他改变了想法 原来就在刚刚的最终测验中 男孩决定要展示基础剑法挥剑 这一幕自然引起了旁人的嘲笑 可唯独管主却看出了端倪 因为他在男孩的身上看到了一股惊人的意志 当一个人的冥想达到极致 并将身体与长剑融为一体时 所展现出的力量是无法想象的 男孩猛然睁开双眼 手中聚剑如雷霆之怒般落下 只听风的一声 剑气拨提了数丈之远 所及之术皆是天崩地理 弱大的演武场瞬间被一分为二 这一幕顿时震惊了在场中人 就连天才伊利亚也面露金色 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 原来旁人的目光根本无法改变一个坚定人 最终测验结束 男孩的名次来到了第二 而第一名人就是天才伊利亚 这也就代表着他即将成为本届的学生手系 可他却找到了男孩 并表示自己将要离开剑术馆去追寻自己的道路 而受到男孩影响的并非伊利亚一人 测验结束后布莱特久久不愿离去 就连朱蒂斯找他对恋也无动于衷 他想放弃了 明明自己花费了数年时间钻研剑术 却远远不如一个刚刚练剑不久的男孩 或许这就是上天注定了 可这番话却引起了朱蒂斯的不满 他二话不说把布莱特抄翻在地 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脸上 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 怎么连我的拳头都躲不开了 难道你的伸手和你的脑子一样坏掉了吗 是我看错你了 真是个胆小鬼 这番话并为令布莱特醒悟 他找到管主说明了缘由 并决定放弃剑术离开布鲁梦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连男孩也将要离开 当然这并非是他自己的意愿 而是因为管主亲自找到了他 你并非是因为自身的意志而挥剑 虽然你对待剑术十分谨慎认真 但我却无法从你的身上感受到任何感情 就好像是在模仿某位强者 若你还想继续走剑术这条路 那么你就得找到握剑的理由 否则你待在这里也将变得没有意义 我会给你一年时间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剑吧 时间很快到了分别的日子 布莱特率先踏上了离开的马车 可就在这时 男孩冲着远去的马车大喊道 我们一定要变强 然后再次相遇 马车渐渐远去并未停留 男孩有些失落 他告别伙伴们后面上车离开 不久后 剑术馆外只剩下了朱蒂斯一人 可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正是方才离去的布莱特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如果连我都离开了 那学院里还有谁能承受你那古怪的脾气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绊着嘴 缓缓朝着学院的方向走去 而此刻的馆主是内 教官一脸担心地询问 那孩子真的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吗 闻言管主微微一笑 有什么可担心的 那家伙可是大陆第四天才 只不过不同的是 那孩子是努力型的天才 几天后 男孩乘坐马车来到了岭地外 可突然迎面驶来一辆马车 管家见状大惊 因为车上坐着盖恩家族的次子艾伦 曾经当面羞辱过男孩的少林主 并且他们此刻已经下车等待 显然是没有什么好事 管家当即告诉男孩不要下车 并表示自己会去应付 可男孩却拒绝了他 出于礼貌 他决定亲自下车问候 艾伦惊讶地发现 现在的男孩不仅身体变得更加结舌 身上还有着一股难鸣的气势 但艾伦却对自己有着秘智自行 看样子你刚从布鲁诺回来 据说剑士只要握手 就能看出对方的实力 作为早你六年开始练剑的前辈 不如就让我来检查下你的实力吧 闻言管家屏住了呼吸 暗暗祈祷着少爷不要答应 可突然男孩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艾伦瞬间大喜过望 让我看看你痛到扭曲的表情吧 可无论他如何用力 男孩的脸上却依旧满脸平淡 对了 是要用力的对吧 猛然间一股撕裂感传进他的脑海 痛得他瞬间抽回了右手 艾伦满脸的不敢置信 自己居然先松开了这个废物的手 就在男孩感到无趣准备离开时 却突然有一只猫开口说话 这就结束了 上去揍他呀 艾伦的护卫当即意识到 这是一名魔法师 传闻被魔法师盯上将会带来恶语 于是他当即决定带着自家少爷离去 猫咪见状也没了兴致 于是便不再刁难他 而男孩很快便回到了家中 在父亲的解释下他才知道 原来那只猫咪名为露露 是一位极强的魔法师 并且就在几天前 他还说了想要成为西里尔的师父 但由于不清楚猫咪的来历 西里尔并未答应他的请求 可就在众人谈话间 露露却突然出现在餐桌上 原来他就是你的哥哥呀 西里尔连忙抓起露露 闭脸慌张地询问他来这里的目的 我是来说服你哥哥的 毕竟西里尔最喜欢的就是哥哥 如果我把他给攻略了 或许你就会想要成为我的徒弟了 可话音刚落 西里尔的脸色瞬间胀得通火 你这辈子也别想我当你的徒弟 说爸便冲出了大门 而露露则在身后不停地道歉 一日 男孩便重新开始了训练 但他却在演武场内发现了露露的身影 原本以为他是来说服自己的 可他就静静地待在一旁 根本不愿搭理男孩 起初男孩并不在意 可足足过了一周他还在旁边 男孩不禁开始感到疑惑 身边的骑士也提醒他 据说这只猫被称为诅咒之猫 任何被他盯上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男孩不禁上前询问 你不是想要说服我吗 为什么一直不见你行动呢 西里尔身上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 可你却像西边的石头一样平凡 说着露露掏出一颗猫眼石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收下它 你去西里尔面前帮我说点好话 壁旁的管家健壮不由一惊 这种橙色的猫眼石足以满下一个领地 可男孩却没有当即收下 而是询问露露为何这么执着于西里尔 甚至不惜送出这么贵重的东西 文言露露掏出一堆玩具 这些都是我学会魔法之前的回忆 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和你们人类可不一样 因为太过在一惊子而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 男孩欣慰一笑 原来西里尔对他来说 也是金钱无法买到的珍贵之物 想到这男孩拒绝了他的猫眼石 我不会收下你的贿赂去说一些违心的话 但我会向西里尔表达我真实的感受 露露也没有强求转身离去 就算这样 我也一定会说服你帮我的 第二天露露一脸震惊地找到男孩 快跟我来 出大事了 可当男孩神色慌张地赶来 才发现露露是想让自己陪他吃饭 因为如果没人陪着他就会十分不安 所以对他来说是超级重要的大事 随后露露指着一旁打盹的小猫询问男孩 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吗 男孩怎么可能知道小猫的想法 只能询问露露答案 可他却一脸震惊地表示 我怎么可能知道 惹得男孩不禁开怀大笑 自从母亲去世 他就再也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话 可突然却想起了管主的话 给你一年时间 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吧 男孩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必须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剑 他淋着大雨来到盐武场 可握住剑柄又觉得迷茫不已 究竟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剑呢 男孩握紧剧剑猛然挥出 顿时一股无形的压迫弥漫开来 身后紧紧跟随的露露瞬间睁大双眼 他巧声来到男孩身后 空中的雨水瞬间停滞 一股凝行的能量波动出现在二人头顶 露露紧紧盯着男孩 你来做我的徒弟吧 这只呆萌可爱的小猫 却还有着一个令人震惊的身份 那就是凌驾于这片大陆的魔术师 他们不同于魔法师 需要理解世间的法则来操控魔力 他们打破了世间的法则与常识 仅凭一人之力便可搅动风云 可就是这样的存在 却仅仅是看见了男孩挥剪 就铁了心要收他为徒 因为一个魔术师的实力高低 取决于他内心的力量有多强大 而男孩刚刚挥出的一剪 就让他看见了一股惊人的意志 更是让他看到了无限可 可面对如此诱惑 男孩却当即拒绝 不是他不想学 而是因为刚刚那一剪并不属于自己 是梦中剑神的力量 促使他挥出的一剪 男孩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露露 希望他能帮忙破解其中的秘密 可露露也只是听说 但从未见过这种事情 所以连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能够确定的是 这并不会影响男孩学习魔术 可男孩文言却依旧不为所动 他实在不想用他人的意志来学习魔术 只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剑 可露露却对他嗤之以鼻 如果刚刚展示的不是你的剑 那平时挥出的就是属于你的剑了吗 作为师傅我得给你一些忠告 你做的那些根本不是努力 而是在白费时间罢了 夜里男孩回想着露露的话 突然管家推门走得进来 说是要传达两件事情 首先是即将面临的讨伐战 几天后将会在我们这里举行讨伐会议 而另一件事则关于魔术师陆伦 传闻他曾属于奥雷克尔魔术工会 可自从他离开后 工会就变得支离破碎 还有他曾到过的卡尔领地 那里的少林主便遭遇不幸失去了生命 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会象征性地带来灾难 虽然不能证明这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又或许这只不过是传闻 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背负风险 管家走后男孩陷入了沉思 他试探性地开口说道 请你理解我的管家 他只不过是担心我罢了 在我眼里 你不是那种会伤害他人的混蛋 没想到竟然真的得到了回应 如果我为你和希莉尔带来的危险该怎么办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那些事情是你做的吗 露露连忙探出脑袋 当然不是 我只是刚好路过罢了 工会是两个坏脾气的老头毁掉的 少林主的死是因为孩子们互相打架 男孩陷入了沉思 无论是接连发生的偶然事件 又或是露露编造的谎言 两者之间都很危险 可男孩很快就使坏地笑 没关系的 我也和你一样有着很多不好的传闻 所以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若是真的为我带来了不幸 那就到时再说吧 我会试着去说服周围的人 让他们也能坦然地接受你 文言露露感动不已 他从百宝袋中掏出一颗宝珠 这个给你 记得在希莉尔面前替我多说点好话 男孩想要拒绝 但露露早已消失不见 他疑惑地盯着眼前硕大的宝珠 这不是露露最珍贵的宝物之一吗 一日 男孩找到了父亲 必然决定要参加本次的讨伐战 可父亲却露出一抹担忧的神色 讨伐战并非是单纯与怪物的战斗 还是与其他家族之间的比试 其中更是有着巨大的压力 即便如此你也愿意参加吗 文言男孩点了点头 他坚信着自己能够做到 可仅仅是几天后的联合会议 就令男孩的信心瞬间跌落到了谷底 南部六大家族来到帕雷伊拉领地 作为领主自然要盛情缓带 可他们刚一落座就火药为十足 使出百般花样来刁难南海 特别是关系恶劣的盖恩家族 他们以握杯姿势为由 嘲讽男孩不懂餐桌礼仪 想必这就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吧 这番话直接令父亲颜面扫地 但他并未责怪南海 而是默默承受着一切 可几位领主显然不愿轻易放过他们 在盖恩男爵的山洞下聊起了音乐 可当问到南海时 他却支支吾吾打不上来 他还瞬间成了众矢之地 旁人冷漠的视线令他备受煎熬 这一刻他终于知道 自己数年的懒惰和无知带来的下场 现在的他什么也做不到 甚至就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他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父亲一人承受一切 又逃跑了 原以为自己早已改变 原以为自己能够与他们抗赫 南海感到强烈的不是 这一刻他才真正知道 数年来父亲究竟为他承受了多少 他来到演舞场内疯狂的挥舞常见 试图以此来麻痹自己 可脑海中又想起了露露的话 你不过是在白费时间罢了 光是透支身体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努力 为了达成目的去严格要求自身以及心灵 这才是努力 不仅要锻炼自身 还要去磨炼内心 你敢说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吗 男孩使出浑身解数挥出一剑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可突然身后传来振振机笑声 那个家伙连举杯都不会 难道会懂如何持剑吗 不如让我们来指导你一下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男孩竟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天才少年手持木剑修炼 却被旁人嘲笑是个废物 只因他的气息紊乱不堪 步伐更是毫无章法 为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锁地 绿毛直接抽出长剑要与他对练 不过是刚刚练剑一年的菜鸟 就让我来教教你如何用剑吧 可他的话音未落 一道身影就如闪电般暴射而来 是轻轻的一声 绿毛还未抓稳的长剑 瞬间被击飞树木 不等他做出反应 一顶巨剑已然悬在驳狗处 胜处已定 男孩转头望向周围 还有谁要来 这是一位壮瘦的男子走了出来 是拉塞尔家族的大少爷马丁 传闻他在剑术方面有着极高的造力 光看体格双方就不在一个等级 这小子恐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战斗一触即发 马丁率先发起攻势 短短一瞬便也挥出数十余剑 可诡异的是 男孩不仅轻松化解了他的攻击 脸上却还始终保持着平淡 只听通的一声 马丁被震出数米之远 还没等他站稳脚跟 男孩变如雷霆之势般出现 马丁堪堪提剑挡下 可巨剑带来的分量 却将他双手震得通红 他的脸上不断冒出冷汗 心中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可战斗仍未结束 男孩的身影骤然出现 眼看巨剑就要落下 却有一道声音打断了战斗 胜负已经显而易见了 在你的双手彻底飞掉之前 趁早放弃吧 而莱恩正是盖恩家族的 大少爷莱恩 不如我陪你试试吧 不过这次 我们要用针剑 没想到男孩竟当即答应下来 这令莱恩感到有些意外 看来你的胆子大了不少 要知道以前的你 不过就是个 只会躲在被窝里的胆小鬼吧 而此时的男孩已经闭上了双眼 这一幕直接令莱恩吃笑出声 你果然还是没变 可男孩突然睁开双眼 身上瞬间涌出一股无形的气势 莱恩顿时感到一阵寒意 身形静不自觉地向后抱退数名 直到贴紧墙壁方才停下脚步 为什么我会对他感到感觉 他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郑玉提剑反击 却有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此见他手中的长剑轰然炸裂 而男孩却依旧站在原地未动 只是手中巨剑已然落下 这一幕顿时惊得众人目瞪口袋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就在莱恩不知所措时 几位领主已经结束会议走了出来 盖恩领主见状脸色大变 你的配件为何会短 莱恩知道自己不能在几位领主面前失态 于是便装做一副坦然的样子 大放地承认是自己输掉了彼氏 并对男孩的剑术一顿夸赞 几位领主当即会议 对着男孩的父亲一顿财物品 这才令原本尴尬的气氛有所缓 叶里莱恩跟在父亲身后一言不发 突然父亲开口打破沉默 没想到你竟会故意输掉彼氏 但也多亏这样 我们与帕雷伊拉家族的关系才不至于闹僵 但若是你下次再随意改变计划 我绝对不会轻扰你 可他又怎会知道 莱恩仅仅在一瞬之间 就彻底遭到了碾压 而经过这次的事件 男孩的心态也被彻底改变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将负担丢给家人了 于是他当即找到了露露 并表示自己要与他学习魔术 露露并未当即答应 而是让他第二天再来 因为现在的男孩情绪太过激动 根本不是修炼的状态 于是在平复心情过后 男孩再次找到了露露 却发现他已经穿了一身正式的服装 这也就说明 露露已经正式决定要传授他魔术 一个魔术师的力量取决于他的内心 而按照你的情况来说 就是想要守护家人的心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份愿望 其中最简单且普遍的方法就是迷信 传说古人会将太阳奉为神明 并通过供奉从而实现愿望 这便是信念的力量 根据信念的高低 魔术的力量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 而现在最适合你的方法就是 怀着强烈的愿望去进行剑术修炼 这无疑令男孩感到疑惑 这与自己平时的剑术训练有何不同吗 露露自信的冷哼一声 这相当于是一种契约 每天挥剑一千次 但每一剑都要饱含你的真心 就算你每天坚持剑术修炼 你也未必能够达到想要的境界 但若是你重复与愿望相关的行动 你的内心就会越来越强大 随着你履行契约时间的增长 效果也会愈发明显 这就是所谓的迷信 从那以后男孩便开始了修炼 与以往不同 他在练剑的同时没有停下思考 他开始试着将志诚的心意注入常见 露露盯着男孩愈发感到满意 或许他真的能凭借努力觉醒魔术的力量 四天 七天 直到第十天男孩终于开始自我怀疑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又或是我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罢了 突然露露打断了男孩 这世上有一种东西 能够将炽热的内心归于平静 可以将岩石般的决心化作沙头 那就是对自身的怀疑 当你的热情消散 动作变得沉重时 心中的杂念就会变多 但你要明白 你并非是孤身一人 大家都与你同在 只要和重要之人共同面对困难 你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可男孩文言却愈发消极 我曾经是个只会逃避的胆小鬼 没有人会愿意相信这样的我 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可露露突然叫住男孩 我相信你 我曾经说你像西边的石头一样平反 但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 你确实是西边的石头 但你是光滑且坚硬的鹅卵士 在我看来 你的身边有很多喜欢你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擅自断定结婚 露露这番话成功点醒了男孩 让他想起了足足等了他十年的家人 若是没有他们的信任 自己可能连举荐的意志都没有 还有建树馆的教官与同学们 当然还有露露 他们都选择了相信自己 抱着这份信念男孩沉沉睡去 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的魔术波动 而与此同时 书房内的希莉尔猛然抬头 好强的魔术气息 他连忙冲进哥哥的房间 却发现他正被一股莫名的能量包裹着 露露一脸慌张地解释 他觉醒了魔术 可身为魔术师的希莉尔一眼就看出端倪 他大声询问露露这究竟怎么回事 他为了达成心愿 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谁都无法去介入和干预 只有他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是 他才能从里面出来 但谁也不知道会耗费多长时间 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也有可能需要一年时间 又或者永远也不会回来 得知此事的希莉尔几近崩溃 露露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难道真的是我带来了诅咒吗 而此时的男孩来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 梦中的剑神就在他的面前 突然男人停下挥剑转头望向自己 这一刻 男孩终于看清了梦中剑神的容貌 少年不吃不喝每天挥剑万子 如此反复坚持了整整五年之久 如今他终于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于是为了确认自己究竟变强了多少 他久违地叫出了自己的伙伴们 并表示要与他们三个打一场 闻言朱蒂斯的嘴角勾起一母笑 你果然变了 变得越来越嚣张了 男孩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战斗 但是 现在的他并不觉得自己会输 男孩闭上双眼细细聆聆听的周围的一切 此刻无论是拔剑声 又或是极其微弱的喘息声 在他的耳中都是那么的清晰 忽然 少年手持重剑猛然向前 并续相撞的声音紧随而止 不等我 布莱特的身影抱舍而来 少年提见堪堪击退二人 刚一稳住身形 朱蒂斯又出现在了头顶 好在少年的反应极快 闭开攻击的同时又向前挥出一剑 可却被朱蒂斯给震出了数米之远 不错嘛 看来确实成长了不少 而回应他的则是少年的笑声 我看见破绽了 大为无数剑气如高鱼般倾泻而来 朱蒂斯顿时就陷入了被躲 好在布莱特的身影及时出现 为他化解了这致命的一击 朱蒂斯见状迅速调转身形 与布莱特合力挥出一剑 剑气波及了数丈之远 少年艰难挡下这恐怖的一击 而伊利亚的身影又突然出现 不等反应 一道强悍的剑气暴射而来 少年无比吃力地持剑挡下 原以为他会就此倒下 我没想到他竟用巧劲强行甩开了剑气 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伊利亚 因为男孩刚刚所用的那招 分明就是布莱特的招式 而此时的朱蒂斯已然靠近男孩 双方的武器猛然相撞 力道之大甚至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可等龙烟缓缓散开 朱蒂斯却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为什么会使用我的剑术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而伊利亚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为什么你会用布莱特的防御术 文言男孩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会的就只有拼命努力而已 这都是我凭借之前的记忆学会的 只是现在的我还没有完全找到 我想要学习你们的剑术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教教我 可文言朱蒂斯却当即冲他大喊一声 你这是强盗 分明自己都有那么厉害的才能 还要抢别人的去用 可男孩却是满脸的无奈 你也可以去学习魔术了 这番话顿时就把朱蒂斯给弃得不轻 拿起手中长剑就丢了过来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 就这样男孩在伙伴们的指导下 又一次开始了修炼 而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数十天 男孩终于彻底掌握了他们的剑术 并在对恋中成功击败了他们 而他们也在做出告别后消失在了原地 男孩看着眼前的残影露出了微笑 自己真的变强了 那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 想到这男孩便沉沉睡了过去 可就在不久后 屋外的世界突然开始剧烈的颤抖 紧接着一扇无比巨大的铁门凭空出现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男孩来到了这扇铁门跟前 他深知这一定就是梦境的出口了 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打开的方法 突然身后的重剑吸引了他的注意 莫非这就是出去的钥匙吗 想想还真是可笑 自己之所以会来到这里 为的不就是摆脱剑神的束缚吗 可没想到却要依靠他的剑才能离开 如果是以前的自己 一定会因此而感到绝望吧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自己确实是在遇到剑神后才发生了改变 为了成为像他一样的存在 自己才有勇气迈出了第一步 但自己所挥出的每一剑 诱惑是这一切 都不是那个男人的意志 而是因为自己选择了挥剑 这是属于我的意志 这就是我的剑 说吧男孩开始疯狂大笑 而铁门也在他这一剑之下碎成了残渣 不知过了多久 少年缓缓睁开了双眼 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 他知道自己终于从梦境中回来 应该没有过去多久吧 抱着这样的想法 男孩打开了房门 突然脚下传来一声猫叫 男孩下意识地以为是鹿鹿 低头一看才发现是指白猫 这时管家突然迎面走了过来 可看见少年后他却满脸的震惊 愣了半嗓才哭着抱住了男孩 口中还不停念叨着太好了 您终于回来了 这话听得少年心中一颤 连忙询问管家自己昏迷了多久 可得到的回应却是整整五年 男孩顿时就愣住了 他这才知道原来魔术世界 与现实是同步的 那自己与管主的约定呢 主上家族名誉的讨伐站呢 回过神后男孩立刻找到父母 跪倒在他们面前表达着歉意 可父亲却没有丝毫要怪他的意思 只是告诉他平安回来就好了 随后男孩又在母亲的口中得知 如今的妹妹已经远赴塞尔公国 败入了魔术师安娜的门下 闻言男孩这才露出一母笑领 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没事 随后男孩又告诉父亲 自己这五年并没有虚度光阴 而是在魔术世界里努力修炼 并且还取得了不少的收获 从现在开始 自己绝不会再辜负帕雷伊拉家族长子之名 所以今年的讨伐站就由我来参加吧 可他的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了妹妹的声音 谁允许你参加讨伐站了 这次的讨伐站我替哥哥参加 此话一出顿时就震惊了众人 要知道讨伐站从来都是由家族的长子参加 还从未有过例外 可希里尔却表示自己是认真的 毕竟哥哥才刚刚醒来 不应该让他冒险参加这么危险的货 男孩刚想出演解释 希里尔就愤怒地打断了他 讨伐站关乎着家族名誉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都应该是我去参加 倘若你真有自信 那就先打赢我吧 文言少年缓步来到了门口 那就来吧 我会向你展示我的修炼成果的 不久后二人便来到了演武场内 可男孩却迟迟没有钱去拿捡 这让希里尔有些不耐烦 愣着干什么 快去拿捡准备战斗 可少年却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希里尔的眉头紧锁 你明明就没有握紧 可他的话音未落 男孩的手中就凭空出现了一把剧剑 来吧 现在我准备好了 他们一个是连续挥剑五年的剑术怪才 一个是凌驾于这片大陆的顶尖魔术天才 三二者交战究竟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 只见少年双手承握剑姿态 随即一柄重剑赫然凭空出现在手中 这一幕顿时就撼动了旁人的眼神 莫非少爷是真的觉醒了魔术吗 而希里尔的牙关一死 猛的从腰间掏出几枚巴长大的短剑 可奇怪的是 短剑在他的操控下仿佛有了生命 猛然化为大剑朝着远处暴射而去 这一幕看的少年也是冷汗直冒 算还是凭借重剑一一化卷的攻势 可仅仅是下一秒 就有无数饼飞剑急驰而来 轰的一声 演武场内顿时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这一幕看的旁人也是心惊胆战 可唯独管家却看出了端倪 为何少爷一直都指手不攻呢 而此时希里尔已然停下了攻势 方才嚣张的气焰也全然不见 只是小声向眼前的少年哭诉着 你这个笨蛋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而少年也来到了妹妹身前 温柔地告诉她不用担心自己 这一次我真的很有信心 文言希里尔再也绷不住地大哭出声 与哥哥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不久后二人回到了屋内 希里尔表示这次的讨伐战十分凶险 因为魔人出现了 他们与恶魔地劫契约获得了强大力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就是唯一能与魔术师比肩的存在 所以他们与普通的魔物不同 可谓是相当的危险 说着希里尔长叹了一口气 果然还是不行 我也要和哥哥一起参加讨伐战 毕竟你刚刚也看见了 我也超级厉害的 这恐怕不行哦 你还得参加重要的活动 听见这声音希里尔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来人正是他的老师 来自塞尔公国的魔术师安娜 原来你就是希里尔的哥哥呀 这孩子五年来可是一直都在说你的事情 文言希里尔顿时就炸开了锅 连忙红着脸求老师别再说下去 如果想让我闭嘴的话 那就请你回到房间乖乖等我 而在希里尔走后不久 安娜便把一个吊坠交到了男孩手中 这是能够感知魔器与危险因素的道具 并且还富有解毒的效果 这是我和希里尔一起制作的 这五年来 他一直在祈愿着哥哥能够平安归来 每天都会往吊坠中灌输自己的力量 所以请你一定要收下他 说吧安娜便走出了房门 你是个比我想象中还要帅气的哥哥 而男孩也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在他眼中自己是幸运的 毕竟他的家人们全都平安无始 只是 陆路到底去哪里了 时间很快来到讨伐站的前夕 南部六大家族全都聚集在了一起 而贵族们在看到男孩之后 也不禁小声议论起来 这家伙不是又睡了五年吗 怎么好意思来参加讨伐站呢 况且他也从未有过讨伐魔物的经验 而莱恩看着许久未见的男孩 嘴角却猛地勾起了一门邪笑 你能回来可真是太好了 当年你让我受到的所有屈辱 我一定都会百倍奉还给你 随后几人又聊起了这次的讨伐站 原来因为魔人的出现 王国派出了黄昏骑士团与魔法士 并且据说这次的讨伐站 可是由黄昏骑士团的副团长亲自负责 所以我们不参加的话可就亏大了 毕竟还有可能获得不少荣誉呢 而绿毛在旁人的提醒下 这才注意到副团长已然出现在身后 他用低沉的嗓音冲着众人喝头 诸位贵族们 我奉劝你们还是不要参加本次的讨伐站 此话一出顿时震惊了在场众人 盖恩领主甚至已经开始上前抗议 可下一秒 一股无形的威压席卷而来 诸位贵族似乎并不知道魔人的恐怖 我和我的部下们可是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为的就是消灭可恶的魔人 可你们却将王国的安宁置之脑后 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 若是让你们与我一同讨伐魔人 我实在是难以接受 此时的众人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 丝毫不敢再有半分怨言 可突然却有一名少年跪在了副团长身前 他强忍着压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为先前侥幸的态度表达了歉意 随后又表示今后会将副团长作为榜样 拼尽全力去改正自己 所以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文言副团长当即开怀大笑 并告诉众人刚刚不过是自己的玩笑吧 讨伐站还是要参加的 当然魔人的恐怖可并非玩笑 希望诸位在明日出阵前调整好状态 是个不错的孩子 只可惜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才 思绪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 他是隔壁王国的流浪骑士 与副团长乃是多年的故交 二人一见面就相谈甚欢 最后更是聊到了骑士的徒弟 他也曾是布鲁诺建树馆的学员 只可惜最终也遭到了淘汰 毕竟那一期的学员实在太过恐怖 特别是林赛家族的天才伊利亚 他在最终测验中拿到首席的位置却又拒绝入国 而他在离开建树馆后 小小年纪就当上了王国最强骑士团的名誉骑士 说着老者不禁感慨道 大陆上又出现了一位顶尖怪才 文言副团长却长叹了一口气 真是让人羡慕啊 我们赫尔王国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人才呢 可文言老者去满脸的疑伙 据我徒弟所说 你们有一位足以比肩伊利亚的超级怪才 他在最终测验的时候 展现出了丝毫不输伊利亚的实力 听说他仅以毫里之差拿下了那一届的学生刺刑 我的徒弟曾亲眼见过那一击 他对此的评价是相当震撼 不过不知为何他最终也离开了建树馆 据说他出生于赫尔王国南部 那么他应该也会参加本次的讨伐战吧 文言副团长顿时拍桌而起 那孩子叫什么名字 对了 那孩子似乎是帕雷伊拉家族的长子 艾恩 他本是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废柴少爷 可如今却成为了这片大陆的建树器材 得知此事的团长无比震惊 真有意思 自己的队内还有这样一号人物吗 于是就在第二天 团长便找到了独自坐在树下的男孩 为何旁人都在利用空余时间修炼建树 而你却能从容地坐在树下休息 少年沉思了片刻 随即表示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修炼建树并非就算是在努力 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这话听得贵族们一阵无语 真是有够装模作样的 而团长对此也感到十分的好奇 于是便让少年解释其中的含义 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讨伐魔人 并以此来为家族争取荣耀 但我从未有过参加讨伐战的经验 所以我的重心不应该放在修炼建树上 而是应该去关注其他事情 只有在行动之上浮以至成的心 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努力 这番话也让团长彻底对少年刮目相看 于是便将他给安排到了自己身边 随后便转头号令全军列队前行 开始出发讨伐魔人 可少年不知道的是 在他被团长注意到的瞬间 就已经触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毕竟盖恩家族之所以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能够得到团长的青睐 从而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 可这一切都被他给打乱了 而此时团长也在少年的口中得知 身为见识的他竟然觉醒了魔术 要知道这在整片大陆都是极其海贱的 这也让他愈发对眼前的少年感到好奇 可就当他准备进一步询问时 却发现少年不知何时已经停下了脚步 并且还面色沉重地望向身后 这让团长不禁感到有些疑惑 于是便随着他的目光向后看去 嗡的一声 他的脑袋瞬间就炸开了波 只见一个无比巨大的魔人正助力在身后 回过神的团长迅速下令准备战斗 可虽然骑士团能够轻松解决魔物群 但眼前这个巨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他的实力恐怕不比自己落上半分 然而就在他思绪间 却也一道身影闪电般窜了出去 随即只见一阵寒光猛然乍血 硕大的魔人竟在一瞬之间被气斩成了两半 而挥动这一剑的 正是方才面色沉重的少年 这一刻 所有人的脑海中都只剩下了两个字 那就是震惊 就连团长也被这一幕所震撼 如此强大的魔人 竟在他一剑之下就断成了两截 这家伙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可很快变故就发生了 魔人断开的身体突然开始飞速愈合 随即猛的挥拳砸向空中的少年 咔的一伤 这一拳的威力恐怖如斯 如果少年没有躲开恐怕已经碎成了残渣 可下一秒 少年突然沿着手臂窜了出来 不等反应 他的身形一跃来到头顶 猛然一剑斩下了魔人的右臂 后者疼痛之下发出阵阵哀嚎 随即不顾一切的挥拳砸向少年 却不知他的破绽已经暴露无遗 煞时间几道剑气划开了他的大腿 魔人的重心猛然偏移 一个亮枪朝着灵中抖去 这番行为也彻底将魔人激怒 他冲得少年发出剧烈的呲呼 团长看出不对立刻指挥少年后腿 可他的话音未落 周围的空气中瞬间凝聚无数剑气 紧接着在少年的操控下 一道狂风般的剑气暴射而出 整座森林顿时就被斩成了两半 这一剑可谓是彻底震碎了旁人的魂魄 任谁也无法相信 这是一介凡人所能达到的成敌 只见少年剑气所过之处 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烟尘 团长更是正正地愣在原地 原来都是真的 真的出现了 赫尔王国的超级怪才 就这样讨伐队没有耗费一兵一组 就彻底击退了这一波魔人 可少年却显得有些落寞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做 在巨人出现的瞬间 他只觉得根本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 就好像自己彻底变了个人一样 思绪间团长已经来到了少年生前 你应该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吧 少年沉思了片刻 随即低头向团长表达了歉意 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擅自进行了单独行动 十分抱歉 可回应他的却是团长爽朗的笑容 看来你很不擅长应对玩笑了 你做得很好 多亏你快速处理掉了巨人 我们才没有受到巨大的损失 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说吧团长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父亲满脸担忧地走了过来 在确认了男孩没有受伤之后 他突然紧紧抱住了男孩 我真的非常以你为傲 这话听得男孩有些恍惚 随即同样张开双手抱住了父亲 谢谢你 而少年虽然拯救了所有人 但却依旧有人对他恨之入骨 他向身后的护卫下令 立刻开始执行计划 而不久后 团长便在少年的口中得知 原来他当时之所以会率先发现魔人 是因为这枚水晶吊坠提前感知到了魔器 但令团长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这枚吊坠感知魔器的速度 竟然要比司机的圣物还快 思绪间 男孩手中的吊坠开始泛出光芒 并指出了敌人正在左侧靠近 于是在他的指引下 讨伐队迅速在左侧列阵准备 而片刻后 林中果然探出了一群魔物 但讨伐队早已提前做好了准备 所以很快便将魔物们给一网打尽 而团长也彻底相信了少年的话 于是便当即下令 他们的背影 心中却早已是怒火中烧 时间很快来到黄昏 少年独自坐在树下准备吃饭 可突然胸前的吊坠却泛起了黑光 妹妹曾与自己说过 这就代表着他感知到了毒素 不过吊坠还带有解毒功能 只需等他颜色恢复正常就好了 男孩的眼神顿失忆了 虽然早就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没想到他们竟会做得如此路 男孩并不打算戳穿他们 一是为了不让父亲担心 二则是他不希望影响到这次的讨伐战 可少年在解完毒之后 却在碗底摸到了一张纸条 上面的内容不禁让他感到有些差异 没想到还会有人帮我们 而此时他的身后 正隐藏着一个人影 吃完晚饭 团长却突然找到了少年 并表示要与他来对练一场 这一消息很快就在营内传开 所有人听说后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 纷纷前来观摩二人的战斗 只见二人分别持剑立于空地两侧 突然团长的身上猛然散出威压 这场对练是为了衡量你的实力 所以我们便各自全力挥出意见 并以此剑来一局定下胜负如何 闻言少年没有丝毫动摇 斩钉截铁地硬了下来 剑撞团长的脸上顿时勾起一抹笑意 有意思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百倍 他是荣誉满身的王国骑士团长 可如今却要自降身段挑战后辈 只因他看出少年是百年难遇的剑术奇才 于是为了衡量他真正的实力 团长决定用一剑来定下胜负 可比是刚一开始他就感受到了威胁 因为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就好像钢铁一般无间不摧 并且此刻还在不断的膨胀 最后甚至变得如同山峰一般高大 这一刻团长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自己若是不使出全力 恐怕立刻就会死在这里 随机只见他身上的气势猛然膨胀数倍 这一幕看得旁人瞳孔咒索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团长 这时一名着急吃瓜的小兵匆匆赶了过来 不料却被地上的石头绊倒 正巧就摔倒在了二人的中间 而两人也因此收回了气势 可团长却丝毫没有要怪他的意思 只是告诉少年鄙视就到此为止吧 已经足够了 从此刻开始 你可以不用征求我的同意单独行动 我承认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 夜里 少年躺在床上久久没有入眠 因为无论是与巨人的战斗 又或是与团长的对练 都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在支配着他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被人夺走了一半 似乎第一次梦到剑神时也是这种感觉 莫非都是因为你的缘故吗 少年静静看着眼前的剑神 瞳孔却突然猛地收索 等等 为什么与曾经不一样 那个男人 为什么在生气 想到这少年猛地醒了过来 平静过后他陷入了沉思 每当梦境改变时 自己也会出现变化 可变化究竟是什么呢 而另一边 莱恩愤怒地质问着自己的护卫 你确定你把毒药放在他的食物里吗 为什么他看上去一点事情都没有 今天再给他下加倍剂量的毒药 文言护卫的心头遗产 若是这样恐怕会出人命的 这番话听得莱恩顿石器不打一出来 你现在是在我面前担心他吗 给我做好你的分内知识 别忘了你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 而就在不久后 少年毫无疑问地再次解开了毒素 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这次他也同样收到了纸条 很快讨伐队便再一次踏上了争承 可还没走出多远 队伍前方的少年就突然停下了脚步 而在片刻之后 胸前的吊坠又一次亮了起来 下一秒 少年的身形如离弦之剑般暴射而出 所到之术果然有一群魔物出现 男孩的意念一动 扩剑赫然出现在手 随即一剑将魔物给斩成了两段 可几乎是在同时 他在身后猛地窜出几条黑影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团长的身影及时出现 魔物群瞬间就遭到了他的灭杀 你的身后就交给我吧 而因为少年这几天出色的表现 对内的骑士们也越来越信任他 可就在他们走后不久 少年却盯着手心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自己变得愈发敏感呢 现在的自己甚至能比吊坠 更早感知到魔器 莫非这也是因为剑神的影响吗 而另一边 莱恩又一次冲着护卫大发雷霆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反而更加活跃了 我看到他胸前的吊坠发光了 或许是他拥有解毒的功能 这话听得莱恩心中怒火更甚 为什么事事都不顺心 究竟要怎样才能压倒那个家伙 突然莱恩似乎想到了什么 既然事已至此 那我也必须打败魔人才行 于是就在讨伐队抵达魔人的根据地势 莱恩便与团长请命加入了头阵 殊不知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 为讨伐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众人很快便进入了洞窟 可突然却有一阵悠扬的琴声传来 士兵们顿时就被迷得神魂颠倒 而昏暗的洞窟也变成了辉煌的宫殿 少年深知他们这是陷入了幻景 可却怎么也吵不醒他们 这时团长深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猛然发出一声示唬 士兵们顿时就清醒了过来 然而正当他们打算继续深入时 却看见了一位正在弹琴的曼妙女子 他用射人心魄的嗓音缓缓说道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说到他的脑袋近180度转了过来 要不要再听一首曲子呢 这一幕看得团长也不禁毛骨俗 这家伙分明就长着人类的面孔 但却拥有着恶魔的力量 就连团长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魔人 而此时莱恩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在心中不断告诉自己能够做到 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在爱恩之上 想到这他竟直接闪身窜了出去 这个魔人必须由我来杀 就这样一剑把他斩碎吧 可下一秒变故就发生了 魔人的发丝猛然变长朝他起来 迅速提见格挡 可却发现他的头发坚硬如铁 自己根本就无法斩碎 而这一幕也彻底激怒了魔人 他的发丝猛的化作一只巨手 眼看就要抓住莱恩 误卫却突然出现为他挡下一击 随即立刻大声交代少爷退后 可他的话音未落 魔人就迅速将他给拽了回去 随即冲着众人露出一个阴冷的笑容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倘若你们愿意让我离开这里 我就放了这位英俊的骑士 可文言团长的面色异了 随即告诉盖恩领主 不要接受魔人的提议 而领主在犹豫片刻之后 还是决定大声拒绝了魔人的提议 那还真是可惜了呢 可怜的骑士 竟然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而且还是为了救那个愚蠢的少爷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换个条件吧 说着魔人的瞳孔猛然散出光芒 而莱恩此时才想起来逃跑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早已动弹不得 就这样莱恩也被魔人给抓了过去 见状团长也不愿再坐以待毙 于是便当即下令全军突击 可盖恩领主这时却拦住了他们 这番行为无疑遭到了团长的质问 但他又怎会甘心看着自家儿子死去 于是便索性心一横 立刻叫来了自家骑士挡住他们 这一幕也彻底惹恼了团长 你这是在做什么 难道你以为我会做事不管吗 给我闭嘴 我必须要救出我的儿子 而领主在与魔人确认了约定依旧有效后 便开始威胁其他两位领主帮助自己 见状团长也不再留情 立刻向黄昏骑士团下令 凡事阻挡我们讨伐魔人的家伙 不论身份与地位一律灭杀 看着眼前的这场闹剧 魔人顿时就大笑出声 可怜的骑士啊 他们竟然表现出了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 那么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真是期待啊 说着魔人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保持那个姿势 契约获得了恐怖力量 面对王国骑士团的围剿 他更是从容不迫地绑架了两名人质 可面对如此强者 少年却一直紧闭着双眼 见状魔人顿时满脸的不屑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可他的话音刚落 少年就猛地睁开了双眼 紧接着一道凝形剑气暴射而出 魔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整个身体瞬间就被其拦腰斩断 但魔人的恢复能力惊人 无论是怎样的伤口 只要体内的魔气足够就能治愈 就不在乎人质的安危 他只想除掉自己 少年意念一动 又是一股凝形剑气暴射而来 魔人的手臂瞬间断裂 这一刻他才真正知道 若是自己再不出手防御 恐怕立刻就会丧命于此 于是他迅速丢掉了两名人质 转而用发丝包裹住了身体 少年一见落空 魔人的心中顿时狂喜 接下来便能安心恢复伤势了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体内的魔气竟然无法汇集 这也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疗伤 魔人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根本就不敢相信 少年拥有这种力量 但现实是残酷的 少年抬起扩剑 回去密地般朝他猛砸而去 而在这一件之下 魔人的发丝竟然出现了裂 要知道这可是比炎氏 还要坚硬的防御 此刻魔人的心中 就只剩下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逃跑 不顾一切也要逃跑 可却只见少年的身上 泛出阵阵金光 随即一剑斩脱了剧烈的爆炸 这一幕彻底震散了旁人的魂魄 这个家伙 还是人吗 然而此刻烟尘四起的洞窟中 却有一条黑影猛地窜了出去 剑撞团长立刻闪身上前 猛然挥动长剑朝他劈卡而去 可却发现仅仅只有了下半身 原来这是魔人最后的保命手段 此刻他正用双手飞速狂奔 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早已被烟尘之后的少年盯上 直到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魔人都一直怒睁着双眼 这是多么的耻辱啊 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介烦人 魔人最终化为尘埃消失在了原地 唯一能够证明他存在过的 就只剩下了地上那条夸张的裂坊 而洞窟中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两久他们才想起金呼出声 怕雷伊拉之名顿时就想撤了整个洞窟 讨伐战大获全胜 整个队伍没有耗费一兵一嘴 但骑士们心中都无比清楚 这一切都多亏了那名少年 而讨伐战虽然结束了 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解决 那就是盖恩家族 他们做出了无法容忍的事情 但狡猾的盖恩领主 却以中了魔人的幻境为由 表示那绝非自己的真实想法 但在场之人谁不清楚 当时他的头脑分明就很清晰 只是碍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所以根本无法定下他的罪责 而另一边 少年回想着与魔人的战斗 心中却无比的纠结 因为那时的剑 根本就不是为了家族而战的剑 那一剑 只不过是为了斩灭魔人而存在的剑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位剑神吧 但为什么 他总是会让自己变得如此混乱 思绪间 盖恩家族的护卫突然到复 他一上来便对少年表达了感谢 毕竟他被魔人当作人之时 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的性命 就连自己的主君也毫不例外 是您在危机之中救下了我 随后他又向少年坦白地下毒一事 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所有的处罚 可文言少年却起身走向了窗前 我并不打算轻易了结这件事情 只是现在的思绪有些混乱 所以今天就请回吧 而在护卫走后不久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苦恼是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 少年立刻转身望去 只见露露正搭了这耳朵道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见状少年立刻来到露露身前 你到底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可文言露露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我果然还是没脸见你 如果当时的我没让你觉醒魔术 你就不会与家人分别五年之久了 希丽儿也不会那么伤心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但少年又怎么舍得怪他 况且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他的错 于是便伸手想要去抚摸他 可见状露露却立刻躲到了远处 不要碰我 我是会带来乐运的黑猫 所有人和我在一起都会变得不幸 我还是不要出现在你面前的比较好 而就在露露打算离开时 少年却突然一个闪身抱住他 从现在开始 黑猫就是幸运的象征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会比所有人都更加坚定地相信 你就是一只会带来幸运的哈基尼 文言露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默默地依偎在少年的怀里 我好想你啊 不久后 少年将这五年内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露露 而他也得知了 原来露露一直都默默陪在自己的身边 之前遇见的白猫就是他假扮的 参加讨伐战时的纸条也是他写的 所以露露早已清楚他所有的一切 于是他便询问少年 你在面对魔人时 为何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文言男孩便把剑神的事情告诉了他 露露沉思片刻之后做出了总结 这样说的话 似乎是梦中的剑神格外憎恨魔人 不对 应该是对恶魔的憎恶 如果他是150年前的人类 不过这么说来 自己似乎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 女馆主和伊利亚的约定 还有五年未见的伙伴们 他们如今又过得怎么样了呢 这个少年被困梦境整整五年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和他非但没事 反而在梦境中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成为了万中无一的剑术奇才 于是为了完成五年前定下的约定 少年来到了大陆最强剑术馆 只是由于天色见完 他们也只能找家旅店借锁 可刚一进门 众人的目光就纷纷落在了他的身上 突然一名大汉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也是克鲁诺剑术馆的客人吗 少年刚一回应 屋内顿时就传来了一片鸡笑声 真是笑死人了 那家伙居然说他是克鲁诺的客人 虽然说谁都拥有挑战资格 但我劝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 这番话听的少年一头雾水 最后还是在店家的解释下 少年才得知了其中缘由 原来对于每一位剑士来说 克鲁诺都是他们所向往的地方 因此总会有带着剑的客人前来拜访 只是由于数量实在太过庞大 剑术馆根本就难以接待 于是便出现了迎客人 每隔两周都会举办一次 届时剑术馆将会派出一名剑士 只有在比试中击败了他 才会被允许进入剑术馆 而来到我们店里借宿的 基本上都是剑术馆的客人 说着老板将少年带到了地下室内 并告诉他这里其实还是佣兵中介所 只有经过这里的测试 才能获得挑战克鲁诺的资格 你只需用剑敲击这个测量器 便能得到力量的精确数值 少年一脸好奇地来到测量器前 随即询问如果将他打坏了该怎么办 这番话不禁令老板大笑出声 放心吧 这可是魔倒气 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两位老板一脸坏笑地看着少年 打赌他绝对超不过200分 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们彻底傻眼 只见少年的手中凭空出现一柄剧剑 深深吸了一口气后 少年猛然挥剑向下砸去 轰的一声 整片大地都颤抖了一下 不过让少年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测量器果然完好无损 而此时两位老板已然惊掉下了 因为他们看见测量器上的数字 赫然已经超过了一万 少年毫无疑问地通过了测试 也顺利领到了参加挑战的拥兵牌 而另一边 因为没有证据给盖恩领主定罪 团长此刻也是头疼不已 他实在不想轻易了结这件事情 然而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事情却突然迎来了转机 盖恩家族内 领主此刻正大发雷霆 讨伐站的事情虽然糊弄过去了 但他也失去了重振家族的最后机会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家伙 可这时却有一人推门走了进来 听说讨伐站中发生了一件丑事呢 贵家族在艾恩少爷的饭菜里下毒 不知此事可否属实呢 真是无稽之谈 你打算以此来污蔑我吗 可他的话音刚落 莱恩的护卫就走了进来 他明确指出了盖恩家族的罪行 同时还决定成为本次事件的证人 盖恩领主彻底绝望了 而接下来迎接他的 将是王国调查团的审判 结束此事的团长心情大好 但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那就是拉拢艾恩加入黄昏骑士团 可来到帕雷伊拉领地他才得知 少年早已出发前往克鲁诺剑术馆 团长长叹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终究还是错过了这位人才 而另一边 剑术馆的迎客日正式开始 可出来迎战的剑士却是一位学生 这让众人顿时就感觉受到了侮辱 毕竟平时迎战的最差也是毕业生 如今竟然派出了一名学生 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可艾恩见状却露出了一丝微笑 因为那位剑士 正是曾经与他同届的学生兰斯 此时兰斯目光灵力地望向众人 我非常理解各位的不满 所以我决定再附加一个条件 只要与我对恋的客人当中 但凡有一位感到失望 我会立刻更换前辈上场 话落便有一位大汉走了上来 击败你 那还不简单吗 说吧他当即摆出了战斗姿态 兰斯见状微微一笑 需要让你几招吗 这话听得大汉当即怒火中烧 挥舞着扩剑就朝他猛杂而去 可在即将触碰到兰斯的瞬间 大汴却突然被弹飞了出去 这怎么可能 我分明就击中他了呀 不等反应 兰斯的身形紧随而至 从于一箭击飞了他手中的武器 战斗结束 兰斯仅用一招就击败了对手 这也让剑士们彻底明白了 哪怕仅仅是克鲁诺的正式学生 也绝非就是等闲之辈 就这样兰斯越战越勇 一路击败了数十名前来挑战的客人 最后甚至已经打得他们不敢再上去挑战 这时兰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于是便缓步走向了观众席 这一幕顿时吓坏了剑士们 纷纷祈祷着他别盯上自己 可没想到他却停在了一名少年身前 好久不见了 艾恩 而双方在一阵寒暄之后 少年也从兰斯的口中得知了 原来布莱特与朱蒂斯在几天前 就已经离开剑术馆出去休息了 所以这次应该是见不上他了 随后兰斯又表示要与他对练一场 五年没见了 就让我确认下你究竟变强了多少了 随后二人便来到了演舞场内 但这五年来我也没有丝毫懈怠了 所以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文言少年露出一抹笑意 开始吧 华洛兰斯的身形瞬间爆起 恐怖与少年相撞在了一起 双方互不相让 战斗刚一开始便各自使出了权力 出招的速度之快 更是一度让观众们眼花缭乱 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 少年并没有落入丝毫下风 而此时交战中的兰斯 神情却突然猛得一鸣 为何总有一股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 不对 这不可能 那就确认一下吧 想到这他再一次挥剑迎了上去 可却依旧遭到了少年的鸡腿 但他也彻底看出了 少年所用的招式 根本就是布莱特的防御术 但更加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只见少年闭上双眼进入了冥想 兰斯的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 误不能任由他使出那个恐怖的招式 那个他曾在最终测验中用过的 将整片大地一分为二的剑击 而少年在被兰斯打断之后 忽然却变换招式来到头顶 接下来该换我攻击了 说法少年手中的扩剑猛然落下 这一剑也让兰斯彻底慌了神 别骗人了 这分明就是朱蒂斯的剑术 思绪间少年再次挥出一剑 兰斯的身影顿时就被震退了数米之远 他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自己分明最擅长的就是防御 别以为那两个人离开后 自己就再也不会输给任何人 还是自己太过痴心妄想了吗 想到这兰斯再一次提剑迎了上去 强烈的压迫顿时让少年感受到了威胁 他深知 只要自己稍不留神便会立刻落入下风 想到此刻的兰斯虽然看似凶猛 但他的心中却无比清楚 现在的自己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这都是他们拼命努力才得到的力量 但自己又何尝不是 经过了无数风雨的洗礼 他不想就这样放弃 抱着这份信念兰斯全力赐出一剑 但毫无疑问的 少年轻松避开了他的攻击 长剑被击飞了出去 战斗结束 兰斯却释怀地笑了 我果然还是无法战胜你 然而观众席上的鹿鹿 这时却突然注意到了什么 他立刻闪身来到少年身前 有强者来了 少年回头望去 只见馆主已然出现在了身后 真是精彩啊 没想到你居然战胜了兰斯 少年刚想对自己的迟到表达亲人 馆主便立刻出言打断了他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 如今两位剑士相遇 就来一场剑与剑之间的对话吧 还是说 你已经累到无法招架了呢 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男人 却要与一名少年鄙视剑术 可让他不曾想到的是 自己竟会在不久后的对练中 感受到近乎死亡一般的威胁 战斗开始 少年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向来便是火力全开 可馆主却显得从容不迫 随手一剑便将少年击退 攻击模式太单一了 你可以利用撞击时所产生的力量 亦可以借是提升速度与力量 但你的剑太过正直 就好似名牌一般一目了然 说着馆主猛然一剑刺出 少年全力格挡之下 竟还是被震得双手发麻 有意思 莫非你刚刚是想用 布莱特的剑术 不过 太慢了 少年猝不及防之下 堪堪提剑挡下一击 可馆主的速度极快 猛的挥动左拳砸向他的胸口 少年瞬间就被击退数丈之远 你的攻击转换太过生疏 若是想要磨练多种剑术 就要将其柔和地联系在一起 少年心有不甘 毕生怒吼之下身形再度爆起 随即只见周围开始飞速凝聚剑气 这一幕顿时就惊呆了兰斯 莫非 就连伊利亚的天空剑也会嘛 没等他缓过神 滔天的剑意已然朝着馆主抱射而去 然而等到烟尘缓缓消散 馆主却安然无恙地身处其中 哼的一声 少年再次被击退数女 还算不错 但比起先前的几招还有所欠缺 不过 这应该还不是你的极限吧 文言少年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便当即闭上双眼进入了冥想 台下的观众们见状都是满脸的疑惑 可唯独只有兰斯看出了端倪 是那个剑 而这时的少年已然睁开双眼 一股无形的剑气骤然划开了烟尘 这一幕看得兰斯陷入了疑惑 为何没有看见丝毫的剑气呢 可话音刚落 就只见一阵金光猛然泛起 馆主的瞳孔咒缩 随即立刻施展剑招挡住了这恐怖的一击 此刻 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 因为少年的剑气所过之处 赫然正是一道如同峡谷般的裂缝 但缓过神时 他们却再一次陷入了震惊 你们快看 那不是传说中 只有剑到宗师才能使用的斗气剑吗 我本来不打算拿出这把剑的 但不得不承认 你十分的优秀 看来你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剑了 少年刚想回忆 馆主便出言打断了它 不过你的内心正在动摇 你想问的应该也是这个吧 随即馆主转身面向众人 十分抱歉 本次的迎客日就此结束 说罢馆主便带着少年离开了这里 不久后 少年将这五年的事情全部告诉了馆主 而馆主也在片刻之后做出了结论 我虽无法为你的梦境提供解决办法 但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离开这里吧 剑士的面前有着无数条路 无必纠结于回避梦中剑神的意志 当环境发生改变时 你的眼界也会随之拓展 你的思想也会发生改变 这些都能够引领你内心的变化 或许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强 又或许会让你获得一把截然不同的剑 所以踏上旅途吧 去更加广阔的世界 寻找梦境剑神的答案吧 我知道一时间很难下定决心 所以慎重地去考虑吧 可馆主的话音刚落 少年便斩钉截铁地回应道 我会去的 我不会再一味地选择逃避 而就在少年走后不久 一直不曾开口的副馆主却突然表示 那个孩子虽然十分地优秀正直 但他还称不上是一位剑士 馆主安然一笑 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他一定会找到答案的 于是就在第二天 少年便告别了剑术馆 踏上了前往西部武王国的旅程 据说那是个以剑闻名的地方 有着许多的剑术馆与剑斗场 并且朱蒂斯他们也前往了那个方向 可刚离开剑术馆 少年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原来五年前他离开剑术馆的时候 曾经遇见过一名半寿人占卜师 并且还送了他一张纸条 而上面的字 也曾几度救赎过少年 看着他如今落魄的模样 少年还是心软决定帮他一把 而露露则十分地警戒 因为他认为这个家伙实在太可疑了 直到半寿人吃完饭 拿出一颗木球送给露露时 他的态度才来了180度的大准 而半寿人吃了少年一顿饭 于是便决定免费为他占卜一次 你的家里是不是有棵柿子树 这话听得少年十分不解 自己的家里连树都没有 更别说柿子树了 而露露也是满脸无语 这个家伙吃不上饭不是没道理的 文言半寿人长叹了一口气 随即一股无形的能量波动赫然出现 你内心的负担变得比以前还要重 如果说当时的压力是藏在内部的 那么现在他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你的心中卡着一个笨重的铁桩 所以你的负担才会如此之大 而且扎下铁桩的 还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关的人 此话一出露露顿时就震惊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专严 原来半寿人刚刚使用的并非占卜术 而是精灵术 他看出了少年身上强烈的精气 生命的源泉是由五种气组成的 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平衡 这才产生了整体的协调 而你体内的铁桩打破了平衡 导致你的精气实在太过强大 所以你要做的 就是用镶刻的力量去压制住精气 也就是火之气 如果你能好好地压制住它 或许这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根铁桩虽然是个累赘 但若是经历了火焰的千锤百炼 它便能够蜕变成一柄无比优秀的剑人 此刻少年已经无比震撼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你需要去培养心中的火苗 我能够看到 五年前还不曾拥有火焰的你 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燃烧起来了 去行动吧 就像给火焰增添柴火一般 只要你为了目标而不懈地努力 那么火焰也会越烧越旺 听完这些 少年如梦初醒 他决定立刻就行动起来 可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半寿人却表示想与他同情 毕竟我已经在这片大陆游历了十年 只需稍微提供一点报酬 我就能为你们带路 而少年也是第一次踏上旅程 于是便欣然答应了下来 但其实半寿人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他想要亲眼看看 这样一位绝世奇才的成长 地形人很快便踏上了旅程 可半寿人却建议少年前往西部之前 可以先去德灵库看看 那里聚集着很多优秀的矮人铁匠 这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更换装备 而是去邂逅那些最擅长使用火和钢铁的人 若是能亲眼看到铁定被铸造为剑的过程 或许能够帮助你培养内心的火苗 文言露露也是大声赞场 那就先去观察铸剑的过程 然后再把这些精力加入到冥想修炼里吧 毕竟这对于在魔术世界待过的你来说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少年的体内住着一位绝世剑神 每当他陷入困境时 剑神的意志总会为他带来巨大的力量 但与此同时 他的内心也在慢慢地被剑神吞噬 若是彻底被这股力量支配 那么大陆又将出现一场不可磨灭的风波 于是为了解开梦境的秘密 少年踏上了寻找答案的旅程 而他的第一站便是优秀铁匠们的聚集地 德灵库 但要想到达此 就得穿越山贼遍布的哈德山脉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便以拥兵的身份加入了商团 决定与他们一同穿越山脉 可一路上少年都是面色凝重 似乎有着什么心事 最后还是在伴手人的询问下 他才道出了自己的苦恼 我的剑从未真正伤害过人 但我十分清楚 哪怕是我不愿意 也会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 若是到了那个时候 我真的能够毫不犹豫地出手吗 即便对方是山贼一般的恶人 我也无法堂而皇之地夺走他的性命 生命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 但现在的你还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这里的山贼头目主张和平 只要人们愿意支付通行费 他们便会放任大家离开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更像是生意人 说着便有一群人迎面走过来 看吧 他们正好来了呢 而此时的商人已然开始支付通行费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山贼头目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放下你们的货物 所有人立刻给我滚出这里 这一幕顿时让众人傻了眼 什么情况 这家伙以前分明不是这样的呀 而这时的少年突然面色异冷 身体静不自觉地上前走去 那个家伙的身上 有魔气的味道 露露剑壮立刻出言将他拦住 你该不会像讨伐站那时一样 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吧 不会的 这次的魔气比较淡 我还能够保持神志清醒 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家伙看起来也不像是魔人了 然而他们谈话间 却有一名剑士率先走了出去 山贼就是山贼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这一幕看得伤人们欣喜不已 是琉璃剑沃尔夫 看来我们有救了 而此时沃尔夫已然来到了头目身前 若是我们真打起来 想必你们也会损失惨重 所以我们都退一步如何 他的话音未落 头目便猛地挥动手中铁锤 将他狠狠砸出了树杖之源 沃尔夫就这样被山贼一招击困了 要知道他可是拥兵团的资深剑士 商人们此时也陷入了绝望 纷纷决定要交出货物保密 可此时的头目却又改变了想法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糟糕 所以你们全都得死在这里 见状少年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于是便不顾阻拦地走了上去 头目顿时就眉头紧锁 你又是哪来的家伙 我是克鲁诺剑术馆277的正式学生 艾恩 此话一出人群顿时一片哗然 277不就是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吗 可文言头目却当即怒火中烧 你把我当傻子了吗 剑术馆的学生连配件都不带 说罢头目的身形猛然爆起 手中铁锤已然朝着少年猛砸而去 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少年竟单手抓住了高速行驶的铁锤 我只问一次 你的项链是从哪里拿到的 这一幕顿时下的头目瘫倒在地 可随即却又变得无比凶狠 我会让你死在这里 文言少年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了离开时妹妹说过的话 既然你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那就表现出相应的气场了 当然我可不是在担心你 我是担心被你那纯真外表欺骗 而纷纷上来送命的家伙们 这一件 彻底让山贼头目陷入了绝望 连忙向身前的少年求饶 可他却仅仅只是拿走了项链 刚一窝到手心 少年就感受到了无比浓郁的默契 果然是项链在搞鬼啊 我最后问你一次 这条项链是从哪里得到的 可头目却表示自己记不清了 就好像是记忆被抹去了一板 少年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山贼已经没有了撒谎的必要 于是便拿走项链离开了这里 不久后 B型人终于穿过了山脉 而商人们也在谢过少年后离开了这里 可看着他们的背影 少年却显得有些落寞 自己也该继续开始剑术训练了 如果今天我没有足以压倒山贼的力量 那么他们应该还处于危险的境地吧 只有随着剑术实力的增强 我才会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半兽人露出一抹笑意 你说的对 德灵库会聚集很多有名的剑士 为了得到匠人之剑 他们也会经常展开对决 这应该也能够助你增长剑士吧 说着半兽人的神情却突然一变 刚刚他心中的火苗 是不是变得更加旺盛了 这时少年突然拿出了扩剑 准备销毁这个充满魔气的项链 可见状半兽人却立刻拦住了他 这种东西不能随意破坏 否则可是会出事的 谈话间却有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 你的剑好帅啊 我可以用宝物和你交换吗 我想把它送给我们的老大 少年被问得一时雨色 愣了半嗓才想起来拒绝了他 可露露的脸色突然已变 这孩子是个魔术师 而此时他已经开始在胸前翻找起来 随即拿出了一个巨大的黄金珠 这可是我用攒了一年的钱做的 我用这个和你交换吗 只要把钱喂给小珠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剑状鹿鹿和半兽人当即妥协 要不我们就换了吧 这一幕彻底让少年无语了 但他还是拒绝了女孩 因为这把剑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文言女孩也只能抱着金珠离开了这里 并表示等到了德灵库 你一定会改变想法 夜里 B型人终于抵达了德灵库 而他们也在老板的口中得知 整个德灵库最优秀的铁匠出关了 那个叫做福尔干的矮人族铁匠 他所铸造的剑 是大陆上所有剑士都梦寐以求的 他会给自己爱惜的剑附上编号 人们通常将他称之为编号剑 在他所铸造的数百把剑刃中 仅仅只有九把剑被赐予了编号 最重要的是 编号剑的主人只有两种 他们要么即将成为剑术大师 要么已经成为了剑术大师 而就在两天后 他将会举办第十把编号剑的寻主大会 而是想要与强大的剑士们交手 说着少年便起身离开了这里 剑状半寿人陷入了沉思 他果然很特别 分明所有的剑士都对此非常感兴趣 但他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总感觉他 距离剑士这个身份还相差甚远 而此时的少年同样陷入了苦恼 自己又被感情所掌控 虽然这次解决的还算不错 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传说世间有九把神秘莫测的编号剑 他们出自矮人族的顶尖工匠之手 每一把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若是有幸得知 便能一举突破达到剑术大师境界 如今帝师把编号剑的寻主大会即将开始 一时间吸引了无数剑士前来参与 而少年也恰巧来到了这座城市 可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想与自己交换扩建的女孩 刚想上前打招呼 一旁的鹿鹿却瞬间炸锚 那个男人是剑术大师 文言半寿人也陷入了震惊 自己游历大陆数十载 但却从未听说过此 莫非是大陆上又出现了新的大师吗 思绪间二人也注意到了他们 于是便相互打起了招呼 我叫奥格 虽然有些冒犯 但请问我能看看你的剑吗 因为妮亚一直说你的剑很厉害 所以我才感到十分好奇 而少年沉思片刻之后 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妥 于是便当即展示出了自己的扩建 可看见这一幕的奥格 周围却开始缓缓出现能量波动 少年顿时就打了一个机灵 这是怎么回事 抱歉抱歉 一不小心就看入迷了 果然是一把非常了不起的剑 也难怪妮亚会这么想和你换 说完这些他们便告别了几人 可少年却依旧满脸的严肃 那个家伙果然是个强者 突然有些好奇那孩子口中的老大 究竟是怎样的强者 才能同时将他们两个收为手下 这事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快看 是双胞胎剑士夏洛特和维克多 剑状半寿人也有些震惊 据说他们二人联手的实力 已经足以媲美剑术大师 这次的大会恐怕不简单 你得小心点啊 文言少年淡然一笑 我会把这次大会当作是学习的机会 更加认真努力的 半寿人沉默了 两久才决定要给少年一个建议 当剑士遇到一名优秀的对手时 通常会以对决的方式来打磨剑术 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单纯抱着学习的心态 站在对手面前 如果你是一名剑士 就应该要抱着战胜对手的觉悟 只有这样 你才能逐渐与对手齐头并肩 听完这些 少年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他似乎明白了 自己一直以来究竟忽略了什么 于是在谢过半寿人后 少年便回到了住所 一颗想要获胜的心 自己真的拥有过那种感情吗 一日清晨 半寿人失落地询问陆露 自己是不是说了多余的话 可陆露却表示没有关系 你看 他正好下来了 而半寿人在看见少年的瞬间 却当场就愣在了原地 他心中的火苗 变得越来越旺盛 不久后 少年来到了寻主大会的现场 发现这里果然聚集了许多有名的见识 思绪间 矮人铁匠已经出现在了演武场内 想必大家也知道 本次大会的奖品 就是我所锻造的编号剑 大会的规则十分简单 所有人都可以上台对战 胜者留下败者离开 但请你们记住 本次大会的目标并不是选出优胜者 而是找出那个能够引发我的灵感 助我造出第十把编号剑的家伙 那么寻主大会正式开始了 说着便有两位剑士走进了演武场 观众们顿时就震惊不已 一开始就是强者之间的对决吗 可此时台上的两人却火药味十足 兰德似乎特别厌恶眼前的剑士 认为他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甚至已经开始询问矮人铁匠 是否能够彻底结束他的性命 福尔干咧嘴一笑 听起来很有趣呢 我当然无所谓了 于是在他的一生命下 比赛正式开始 只见兰德的身上骤然出现一道剑光 飞机如同闪电一般窜了出去 两位强者猛然相撞在了一起 可等双方停下脚步 这才发现兰德的剑刃已然断裂 战斗结束 维克多拿下了本次对决的胜利 观众甚至都没有看清他们的动作 就连少年也是无比震撼 而此刻的演武场外 却有两道身影默默注视着一切 你确定是他们吗 是的 现从金色变成了红色 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说着尼亚拿出了两只黄金小猪 随即只见他们变换成两道金鞋 我们的朝演武场内暴摄而去 最终钻入了双胞胎剑士的体妹 做完这些 尼亚却再次召唤出一条金鞋 并操控他进入了露露体妹 奥格健壮有些无奈 不是说好目标是爱恩吗 为什么要标记那只猫咪 露露一直都和他在一起 所以给谁都无所谓了 健壮奥格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种任性的小屁孩 究竟是怎么成为魔术师的呢 虽然是根据他的内心决定的 但无论如何这份能力都太犯规了 只要不超过储存的钱的价值 这个存钱罐就能满足主人的一切愿望 而不久后 维克多一路击败了数十名挑战者 剑士们甚至已经认为 优胜者非维克多莫属了 然而福尔干却依旧不为所谱 似乎根本就不看好维克多 而这时的少年也已经准备上场 在伴受人羽碌碌的鼓励下 他缓步踏上了阎舞场 而维克多健壮也露出了一名笑容 那个少年还挺强的 此刻少年的内心无比坚定 是啊 自己又何尝不是拥有着一颗想要获胜的心呢 其中测验时 自己看着遥遥领先的伊利亚 心中所感受到的那份感情 不正是想要超越一切的斗争心吗 回忆起那份感情吧 我会为了胜利而战斗 无论面前是怎样的强者 我都会去打败他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此刻福尔干的神情竟然出现了变化 他立刻不顾一切地冲上擂台 我决定了 帝师把编号建的主人 就是这位少年 这一幕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不满 对恋都还没有开始 凭什么直接决定胜负 然而福尔干却当即怒吼道 我从一开始就明确说过 之所以选择举办这场大会 就是为了找到那个可以提供灵感的见识吧 因此大会就此结束了 说吧他便令少年跟随自己离开 而双胞胎见识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笑着恭喜少年获得了编号建 并大方地表示他们愿赌服输 不久后 少年跟随矮人回到了铁匠铺 可半兽人却显得十分不爽 毕竟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这把建 却要被硬拉过来受罪 想到这半兽人便冲他们走了过去 我必须得找他们要点补偿才行 很快他便向铁匠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首先你们得无偿为我们断剑 其次还要帮我们所有人制作配套的装备 最后则是 你要允许我们参观驻剑的过程 福尔甘自然不愿答应这无理的要求 可半兽人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又让他彻底改变了想法 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的实力已经太久没有起色 所以你迫切的需要提升 恰巧这时出现了一位让你灵感爆发的孩子 于是你便想要趁此机会好好利用他 我说的没错吧 就这样少年获得了全新的装备 就连露露也获得了全套的剑术装备 而在这之后 少年每天都会去参观断剑的过程 而他也终于开始试着在冥想训练中 用自己内心的火谬 去熔炼那块坚不可摧的铁桩 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一个月后 少年的冥想训练每天都在进入 而他们也准备好了离开这里 可满心欢喜地来到铁匠铺 福尔甘却甘大的表示 目前暂时还无法锻造编号剑 毕竟铸造的材料也很难凑齐 所以至少还得一年时间才能造出编号剑 伴手人文言十分的不熟 他认为一定是铁匠在耍他们 可少年却表示没有关系 毕竟他们本来就不是冲着剑来的 于是便告别了铁匠再次踏上了旅程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距离不远处的丛林中 已然有人盯上了他们 他是整片大陆最顶尖的矮人工匠 一生曾锻造出九把绝世宝剑 每一把的主人都是大师级别的强者 可如今却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少年 就铁了心要为他锻造第十把剑 这本应是剑值得高兴的事情 可不想却为少年引来了杀身之火 就在几人准备继续踏上旅程时 却有一阵浓郁的血腥味随风而来 随即只见两位浑身血污的剑士赫然出现 这一幕看得几人瞳孔咒素 你手上拿着的莫非是 没等说完夏洛特便笑着打断了他 他是兰德呀 你们不记得了吗 半授人见状顿时就愣住了 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 不用这么惊讶 盯上你们的家伙实在太多了 处理这些人可是费了我们好大功夫了 所以说呀 也是时候该支付一下辛苦费了吧 把编号剑交出来 文言碌碌瞬间炸锚 编号剑还没有制作完成 所以根本就不在我们手上 少在这里骗人了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剑被那个少年用魔术藏起来了吗 若是你们实在不愿交出编号剑 那可就别怪我们无情了 我只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生都在行侠仗义的你们 却要因为一把破剑而做出这样的事情 文言夏洛特陷入了沉思 随即表情顿时阴沉下来 你什么都不懂 编号剑才不是普通的剑 它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 我们在专家级别停留了三十多年 为了跃升到大师境界 我们甚至已经献出了一生 可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无法突破 哪怕是现在 我们也依旧被关在这地狱中苦苦挣扎 这份痛苦 你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剑撞少年当即拿出了配剑 因为他们身上的魔器实在太过能力 但令他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人类的身上会有魔器 思绪间两位剑士已然爆发 如同地狱般的魔器袭着而来 少年甚至已经不受控制的 开始召唤出了剑神的意志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却有一道浑厚的嗓音传来 终于找到你们了 开始吧你啊 随即只见女孩砸碎金珠 换出数道金光 紧接着金光交汇处的空间瞬间扭曲 这一幕持续撼动着旁人的眼球 这莫非是传送门吗 话落便有一人从中缓步走出来 这一刻 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制了 因为来人正是 神圣王国的黑骑士团团长 这片大陆的第十一位强者伊格 而少年也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不正是伊利亚说过的 曾经击败了他哥哥的平民吗 此时伊格的目光落在了剑士身上 看来你们已经跨越那道底线了 我会给你们一次发言的机会 若是你们还有话想说 那就趁着现在说出来了 这就是我最后的慈悲 话落一股无形的威压猛然起来 但此刻的双胞胎早已失去领志 他们的眼中只剩下了编号键 于是便发疯单拔出了佩剑 你们的回答还真是让我失望了 说吧伊格的身形猛然化作一条白线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剑士身前 看样子 还是凄惨的结局更加适合你们了 这一幕顿时就吓坏了重人 回过神的维克多猛然挥动长剑 可却被伊格空手弹开 愣神之际 伊格的右腿已然袭来 哼的一声 维克多瞬间就被击飞了数丈之远 没等落地 伊格的身影紧随而至 又是一脚将他横走嵌入了墙体 而此刻距离战斗开始 才仅仅只过去了几秒 与此同时 伊格的身形再次跟上 稳的一脚结束了他的性命 看吧 这就是一名剑士最凄惨的结局 这一幕彻底让夏洛特陷入了癫狂 他怒吼着灰剑砍向伊格 可下一秒 他的身前猛然划过一道弧线 夏洛特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四肢便以悉数断成了两节 真可惜啊 你如今这副样子 早就已经不是人类了 到此为止吧 说罢便有一阵血光飞溅而出 就这样 双胞胎在片刻之间遭到了抹杀 一旁的半兽人同样感到难以置信 虽然说他是大师级别的剑士 但这也实在太过恐怖了吧 这时尼亚抱着配剑跑了过来 并勤快地为伊格擦起了鞋子 然而就在他们谈话间 一直沉默不语的少年却打断了他们 为什么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夺走他人性命 我并不是要讽刺你 只是真心地对此感到疑惑罢了 而伊格的视线也在此刻与少年对上 但他却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直接叫出了他的全名 从此刻开始 我便正式认命你为 神圣王国所属的黑骑士团团圆 少年愣住了 就连身后的半兽人也是无比震惊 他为什么会认识艾恩 并且居然还邀请他加入黑骑士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少年在沉思片刻之后 竟然直接拒绝了伊格 真是毫不留情地回答呀 神圣王国可是比你想象中要好得多 然而没等他说完 少年却再一次拒绝了他 抱歉 无论你如何说服我 我都不会加入骑士团的 文言伊格的眼神易冷 少年顿时就打了一个寒战 随即一双无形的眼睛骤然出现 露露很快看出了端倪 这和之前奥格做过的一样 他在窥视艾恩的内心 随后伊格深深叹了口气 我听说了你的故事 一个心中怀着铁块的少年 而且那并非普通的铁块 是连傲慢的福尔干 也会垂涎三尺的精炼钢铁 即便是我 也无法对你不感兴趣 不过如今亲眼一看 你似乎还未能成为钢铁的主人了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要将你任命为黑骑士团的团员 请你不要误会了 这不是妖精 而是命令 可少年依旧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此时就算伊格的脾气再好 也难免会发怒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难道你想对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支配 然后为大陆带来不可磨灭的风波吗 见状露露立刻挡在少年身前 你这个魔女 艾恩都说他不想去 他一定会战胜那股力量 伊格顿时露出一抹邪笑 会说话的黑猫啊 我很中意你呢 文言露露顿时就被吓了一跳 于是连忙抱住了艾恩的大腿 总之他是哪里也不会去的 你就别白费力强 这时少年表示自己一直都在努力 可伊格却不愿相信他 毕竟那股力量的强大 又怎是一个少年所能支配的 我可以向你证明 我能够支配心中的钢铁 我曾与黄昏骑士团长对峙 他所散发的斗气已经强到足以媲美摩人 虽然那时的我没有注意到 向你证明我的意志 伊格的面色异冷 也就是说你想要与我一战吗 克鲁诺剑术馆第27期学生艾恩 向黑骑士团长伊格申请对战 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制了 虽然说更多的是难以置信 但伙伴们还是选择了相信他 伊格曾葬送过无数魔人 所以他的气势一定足够强烈 但是我相信艾恩一定能够承受那份气势 而此时的少年已然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生气 难道是因为伊格的过去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绝不会再被剑神所掌控 看样子你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我也要上了 少年拥有一股无法掌控的力量 若是彻底被他支配 将会带来一场不可磨灭的灾难 于是少年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支配他 竟决定要挑战眼前这位顶尖强者 而伊格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于是在少年准备好后 伊格猛地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 而少年在如此威压之下 竟然不受控制地出现了剑神的意志 见状伊格的面色异冷 他果然还是无法掌控这股力量 可下一秒 少年却又收回了所有气势 并名神进入了内心世界 他知道自己必须得利用这份感情 因为他能够感受到 越是愤怒 心中的火苗就会变得愈发旺盛 只要拥有如此强烈的火焰 我就一定能够战胜自己 说着少年猛地举起心中的铁锤 这一幕直接看待了在场众人 因为少年真的压制住了这股力量 而伊格健壮也来了兴致 这不是挺厉害的吗 此刻少年一声怒吓之下 身形无垫般暴射而出 一剑落空 少年迅速调转身形 已然一剑竖着而下 却再次被伊格轻轻闪避 少年心有不甘 身形一闪再度靠近 可伊格的速度极快 少年连挥数剑都不曾击中 这一幕看在陆露眼里 似乎是少年占据了上风 可半兽人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直到现在 伊格都还未曾挥出一剑 思绪间少年已然来到跟前 伊格的眼神一冷 随之一剑迎上了他的攻势 这一剑看似无力 但却击退了以力量文明的扩解 不等反应 伊格再次挥出一剑 轰了一剑 少年瞬间就被击退了数丈之远 强烈的惯性更是让他失去了重心 然而还没等他稳住身形 伊格的身影猛然出现 你在发什么呆难 说把伊格一剑挥出 强悍的剑气瞬间席卷了整片空底 此刻少年只觉得无比疲惫 似乎立刻就会昏厥过去 而伊格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失望 就这么结束了吗 可下一秒 少年的牙关一锁 松开的手却又猛然握住剑底 蠢这个身形如电般接近伊格 这一剑的威力极强 若他不是伊格 恐怕早已死在了这里 少年回过神时 伊格的拳头已然击中他的小夫 瞬间就将他给击退了数丈之远 直到狠狠撞入墙壁方才停下 少年彻底昏厥了过去 剑状奥格询问是否要将他带走 可伊格却淡然一想 他已经向我证明了自己 那个家伙 刚刚可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击败我 不久后 少年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可迷迷糊糊一看 却发现伊格正坐在自己身边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么就做得了结吧 说着伊格掀开了少年的衣服 这可把露露给吓了一条 你在干什么那变态魔女 伊格没有理会他的无礼 只是施展神圣魔法为少年疗伤 不久后 少年的伤势恢复了大半 于是便向伊格问出了自己的衣服 你的剑是什么 文言伊格露出了一抹笑意 你们克鲁诺的人都喜欢问这么高深的问题吗 我的剑 是为了成为王而存在的剑 此话一出半兽人顿时就下了一条 你疯了吗 难道你想要谋反吗 伊格没有急着反驳 而是让他拿出腰间的吊坠 虽然如今是和平时代 但在150年前甚至更早 每当发生战乱时 大恶魔就会猖獗于世 但是你们应该也清楚 现在的世界也并非风平浪静 我不知道该如何救援那些受苦的人们 更不知道要如何抑制那些 流入人类世界的丑恶事物 于是我便有了这个想法 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 亲手创立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度 说着伊格叫住了陆路 享受当下的幸福固然不错 但若是想要守住珍贵的缘分 你还需更加努力一些 说着伊格又叫住了少年 你相信谁 少年沉默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相信我自己 我有对自己的确信 也正是因为这份确信 我才能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 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见的话 我依旧会向你发出同样的邀请 但下一次 可就不再是对你心中的钢铁了 而是对你 艾恩帕雷伊拉 说着伊格便从窗台跳了下去 伴兽人和陆路顿时就被吓了一跳 还没缓过神 身旁就传来了少年的声音 当伊格解决掉双胞胎剑事的时候 我认为那是正确的行为 但那个时候我却还在原地犹豫 我对自己感到非常愤怒 伊格能够坦荡地坚持自己的道路 可我却做不到像他一样 直到刚刚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的自己 是在羡慕那个人的觉悟啊 第二天 一行人再次踏上了旅程 他们准备前往一个名为拉迪翁的城市 据说那里拥有着许多建树碗 经过了几天的周车劳顿后 他们决定先找个旅馆休整一天 而一进旅馆 伴兽人与陆路就急忙跑去了厕所 只留下少年一人待在原地 突然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少年猛地回头望去 发现竟然是朱蒂斯与布莱特 而此时的朱蒂斯也被吓了一跳 他难以置信地询问少年是不是爱恩 少年正打算回答 伴兽人和陆路却突然倒在了身前 你们想对爱恩做什么 此时伴兽人的脸上已然冒出了冷汗 因为他能够感受到那两个人很强 这时少年打断了紧张的气氛 并表示他们其实是自己的朋友 尴尬化解 朱蒂斯缓缓来到了少年身旁 你长高了不少吗 说着朱蒂斯猛地勒住他的咽喉 你这臭小子 分明就约好了马上回来 怎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少年艰难地表示说来话长 而朱蒂斯这时也消了气 既然这样那就以后再说吧 现在我们久违地再打一场怎么样 就这样几人来到了一个废弃演舞场内 还是在碌碌的解释下 他们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魔术 而朱蒂斯见状顿时来了兴致 看来这五年你也没有懈怠 那么我要上了 说把朱蒂斯的身影化作一条红线 可能与少年相撞在了一起 可交手数招后 朱蒂斯却显得有些疑惑 这莫非是布莱特的 思绪间少年已然靠近 朱蒂斯瞬间就被击退了数据 可少年的速度极快 又是一箭重击落下 这下就连布莱特都确定了 少年现在用的 就是朱蒂斯和自己的剑术 这些年 你小子究竟在做什么呢 少年同样露出一抹笑语 你不是让我以后再说吗 谈话间布莱特却冲了上来 朱蒂斯你先下去 让我来和他打 既然这样 那就三个人一起打 既然这样就三个人一起打 这个蓄力加入了战争 一刀横斩的破 随后爱恩后援 布莱特的剑状 驱促作风武警姿势 打算用最快速度解决爱恩 爱恩一个跳跃 布莱特已经确定 那个奇妙的感觉 就是来自朱蒂斯 跟自己的剑术 并且从今只看一面 就记住 只见三人打了弑军丽 三人内心异常兴奋 露出歪嘴的邪想 十分享受着决定 爱恩刚想解释 随后被朱蒂斯的攻击所打断 朱蒂斯一个偷袭 被爱恩跳起树与高斗过 并且爱恩在等中 双手握剑举个头顶 使出了自己的绝技竖着 巨剑挥下剑气 向前滑过 朱蒂斯勉强抑过 要是接下这一剑 自己都要交代在这里 布拉特看到如此场景 感觉爱恩又比之前厉害了不少 布莱特借着朱蒂斯 刚补过爱恩的竖斩 没站稳的空隙 猛地刺向朱蒂斯 反应过来的朱蒂斯 速度极快地进行反击 爱恩进行阳攻 等待布莱特露出破绽 爱恩见有机会 并极快地握紧巨剑 旋转着身体正中砸下 只听到轮功巨鲜 布莱特的防御术 挡下了这是大理成的主机 并且被击退数名 向后撞去 一旁观战地 看得直呼过瘾 朱蒂斯认可了爱恩的实力 两人打得都已经 气喘吁吁 此时布莱特 打起来退堂 一旁的朱蒂斯 才刚开始进行 爱恩打算施展自己的绝技 竖展当作羡慕 爱恩闭眼进入密响 幻想内心的意志 此时剑气缠绕全身 爱恩的睁眼 随后举起俱剑 一旁的人 竖展重重的开心 瞬间一旁 开出了一条 深不见底的恋 朱蒂斯对爱恩的潜力 惊叹不已 朱蒂斯认为 爱恩一定是拼命练习了吧 爱恩在觉醒过去之前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和内心作战 因为深知不能战胜 自己的内心意志 就会远远 混在内心世界 直到游满或者死 布莱特已经重新 回到剑术 爱恩已经听说了 会说话的猫叉化道 约他们一头花杂 接着就从兜里 拿出了红宝石 当作的 朱蒂斯害怕这东西 是带来诅咒的 布莱特第一次见他 不爱宝石 朱蒂斯也只好说出 黑猫会带来弱运的花生 露露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瞬间消沉了起来 犯错的朱蒂斯 还在一旁讲 时间来到了晚上 餐桌上只见 黑猫和半兽人 都不在场 爱恩说到 他们一猫一兽 此时正在约婚 布莱特写嘴笑道 还真 朱蒂斯迫切想知道 爱恩消失的五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爱恩从进入 建树馆之前开始 自从哪一天开始 每天做同样的梦 梦中有一个男人 不停地挥舞手中的巨剑 深深地感染着 梦醒后 就有一种身体被控制 很想挥剑的感觉 之后被推荐到建树的修炼 说出来应该会觉得很淘汰 爱恩被我们吓到 你们居然没点赞 关注和收藏 让我怎么有动力更新下去 废材少爷打算前往拉底翁 朱蒂斯和布莱特表示 已经去过了 并且那里很糟糕 刚拜访一家建树馆 询问到是谁 我是来自克鲁诺 第27期的学生 听到是来自克鲁诺 在学院立马猛的观赏 就算去其他有名的建树馆 连面都不肯见一面 这分明就是来踢馆的 你们有给他们看克鲁诺 建树馆27期学生的正名牌吗 当然 第27期学生被称为黄金时代 在世间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若是输掉了 对练建树馆的名声 就会随之下降 打赢了还好说万一打输了 在众弟子面前会很丢人的 这才是他们拒绝对练的真正理由 废材少爷爱恩听后 开始迷茫起来 不知道该去哪里 布莱特提议到 去帕尔迪詹怎么样 听说那里聚集着 很多自由酒托的建设 所有人纷纷表示同意 原地休整饭饱后 朱蒂斯由于吃的泰称 提议来打一场运动 消化消化 刀剑梦撞声 朱蒂斯的一斤猛攻 被废材少爷挡下 并且夸奖到还不错嘛 话音问后 朱蒂斯聚奏器 缠绕武器之上 围观的兽人 惊叹不已刚从乡下上来 没见过士兵 布莱特现场当起了解说员 他只不过释放出 一部分斗气而已 和剑术大师比起来差一 目前他所释放的斗气 就能当作 装饰品实际攻击 和普攻没有任何差别 用来吓唬乡下人 还是足够的 此时废材少爷爱恩 还不知道自己早就学会了 斗气应用法中的发现和集中 废材少爷爱恩 对决一九比一的战绩惨败 废材少爷爱恩认为 自己在三个人之中 是最弱的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废材少爷爱恩 还是和往常一样 突然间 身体内的躁动 令他很想挥舞着巨角 朱蒂斯和布莱特健壮 他走势 会展现出不可思议的成者 朱蒂斯也很清楚这个规律 不想让废材少爷爱恩 独自变强 一同跟去 临走前并向受人询问 是不是 每天都突然间离开 第二天在回来 得到了肯定的答法 废材少爷爱恩 每个一刀 馆长的知道 单纯模仿他人的行为 没有任何 梦中 沉重而具有侵略性的剑术 再加上我在特鲁诺 学到的巨剑剑术 在弗以布莱特 和施蒂斯的剑术 将三起的一变 成为自己独特的剑术 天一亮 朱蒂斯和废材少爷 发起了对决 就只是一招沉重的巨剑 回想朱蒂斯使出 使出痴呆的剑 才明显不让自己摔倒 后退了数年 朱蒂斯极度感叹道 这家伙怎么又变强了 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明明就一个晚上 便让我招架不住 布莱特对决中 也深深感受到 废材少爷爱恩的巨剑 带来的压力 仅凭三招使出来 吃奶的力气 自己连站起来的力气 都没有 一旁的兽人 也感叹到废材少爷 爱恩已经缩小了 彼此间的差距 而朱蒂斯一肚子的火 感觉吃了火药 随时要炸开 不愿意承认 弱于自己的人 超越了自己 今后每晚 朱蒂斯开始刻苦努力 感觉自己用 行了便在两天后 又与废材少爷爱恩 发起了对决 朱蒂斯找到了 废材少爷爱恩 提起重剑的向下挥卡 那剑系一个突进 打掉废材少爷 爱恩手中的剑 剧剑被弹开后 整个重心步 朱蒂斯调整剑的姿势 向废材少爷爱恩刺去剑 对方走不过变 改变剑的方向刺去 点到维持即可 朱蒂斯心中的火药 瞬间扑灭 这或许是朱蒂斯 与生俱来的 才能随机应变 如今剑技磨练结束 该向帕尔迪詹 剑术馆们发起挑战 躲在树上的千年老猫 似乎 洞察一切 他们还不清楚 自己的实力 刚到帕尔迪詹 发现街道上全是剑士 有种身处 拥兵中介所的感觉 哈伊拉姆剑术馆 就先从这个倒霉蛋开始 敬请期待下集 武道馆的肾虚馆长 想看的都已经双击关注 加收藏了 还在等什么 期待下一集 甚需馆长 与非才少爷爱恩的对决 书接上集 竟一直走到 哈伊拉姆剑术馆门前 这次吸取了 上次拜访的经验 决定要隐瞒 克克鲁洛 剑术馆学生的身份 随着敲门声响起 哈伊拉姆剑术馆的管家坎特 打开门 欢迎来到哈伊拉姆剑术馆 请问几位有什么事吗 布莱特回应表示 我们想与这里的剑士们 切磋剑术 肯特上下打量了一番 并盯着这三位年轻人 几位看起来未免太年轻了些 心想小小年纪 开始学会踢管了 随后又问到 那么请问 你们是哪家剑术馆 见三人回答不上来 心想应该是那个乡下来人 随便打发一下行 为了让年轻人不要有这么大的对立压力 便把自家管主的丑事暴露出来 我家管主年轻时 因为精力旺盛 闹下肾虚 腰部胀疼等疾病 之后听说在这家剑术馆 对自己病情会有好转 结果这一呆就是几十年 把原剑术馆管主吊死了 现在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管主的位置 林肯希望他不要被打得太惨 随后一脸嫌弃不屑地大声喊道 客人要申请对练管主回应 让他们进来 很高兴见到你们年轻的剑术们 我是哈伊拉姆建树馆的管主 废财少爷爱恩看到管主 怎么一直把手放在 屁股上果然和可特管家说的一样 有些疾病 管主只需要一眼我就看出来了 这些青年们绝不是泛泛之辈 我家见到场地学院正在使用 就由我来陪你们 去我的指导室 由我来跟你们对练 馆长一脸胜券在握的表情 殊不知待会打脸的会有多惨 管主表示你们谁先来或者 你们一起上我都不会介意 废财少爷爱恩率先打头阵 为了防止 在对练过程中受伤 就用木剑作为武器吧 虽然不会肉体分离 但是打在肉上还很痛 馆长和废财少爷爱恩的对决 正式开始 刚一开始 馆长使用踏跃 想以最快速的接近 并且故意露出一个破绽 骗他使出灰 剑细在一个踏跃 来到侧方一击必杀 馆主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 随后晕厥 肯特管家被吓了一跳 飞奔前往查看馆主的伤势 废财少爷爱恩看了一脸震惊 馆主动作在我眼前 慢如乌龟 是故意让我疼的吗 此时朱蒂 我也很震惊 就一招秒回完场 爱恩的实力已经超越我了 废财少爷爱恩被吓得不知所措 片刻后 馆长恢复意识 废财少爷连忙道歉 馆长已经收起那自大的表情 转变为 恭敬的陪孝 你赢得堂堂正正是我说了 现在能说你是哪家建树馆了吗 布莱特回应我们是 克鲁诺建树馆的学生 馆主听后感慨 虽然早就有所耳 但没想到 竟然会如此强大 只有克鲁诺 建树馆才能培养出 像你们这样的人才 随后馆长话语 变得低沉这样一来 你们应该不知道 自己有多强吧 众多建设们 梦寐以求的境地 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是建树大师 但实力普通的建树们都会讲 建树专家当作自己的目标 才能出身领域 对于在这些方面 都没有优越条件的建树们来说 建树专家就是能够触击得到的 最高境界 简单来说 我家的剑道馆 最多只达到建树专家级别 哪怕是整个帕尔迪战的 建树馆馆主全部都不是 你们的对手 与你们实力相当的 也就只有五个人 只不过是能够勉强 与你们一战罢 最终获得胜利的 恐怕还是你们 舒蒂斯听后 情绪低落起来 不过在帕尔迪战 还有一个人 我们称他为101 建树大师 虽然不是建树大师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比建树大师还要处理 如今公之于众的建树大师 共有一代 他叫佛罗斯特 舒蒂斯纷纷表示 要让馆长带我们一同前去 杰特·弗罗斯特 想要得到他的指导 必须 要进行实力筛选 门口集满的参加者 由于今日前来办法的客人数量 实在是太厚 所以只有通过测试的人 才有资格进行对练 获得指导 只要分数能够超过5000分 就算合格 魔法测量器在上回讲解 有废材少爷 爱恩的 力量分数达到1万分 管主听后 背下的一身冷汗 场上已经开始测量力量分数 很快就到废材少爷 爱恩一行人 管主率先测量力量值1万2 接下来落单废材少爷爱恩 左手使魔术惊呆众人 杰特·弗罗斯特的管家怀疑 这把用魔法做出来 的剑会有失公正 便找来了一把相似的巨剑 废材少爷爱恩紧握巨剑 蓄力待发 并未使出全力弹 出来的力量分数下到众人 高达1万8在场人员 感到难以置信 岂是爱恩使用原本 的配件的话 能达到恐怖的3万分 接下来到 朱蒂斯和布莱特两人 起鼓相当 选拔赛结束 接下来由馆长先向 杰特·弗罗斯特 进行指导 进指导室内 才刚完 也没上 结束了馆长感慨 我果然不是你的对手了 杰特·弗罗斯特回应 当然也不看看 这是谁的指导 接下来就只剩下一组 三人的对手 杰特·弗罗斯特认为 轻松打完就能回去休息了 随着三人狂欢自排 杰特·弗罗斯特立马 意识到这气场 分明是剑术专家的级别 我有预感这次要陷入狂战了 布莱特·劳埃德 朱蒂斯 艾恩帕雷伊拉几次教 25年前 克鲁诺剑术馆第27期 伊利亚林赛在最终测试 以第一名首席的成绩离开 以某种原因来到正名之地 取得冠军的位置 而且还保持全胜一费的技能 如今已达到剑术天师的级别 能挑战他的 必须也是天师级别 资格 艾恩一行人 听从杰特·弗罗斯特 在提议前往正名之地 坐上来的车 在车内聊起了伊利亚的往事 布莱特提醒这大量的运气 对着策略进行过 当伊利亚回到家族的时候 伊利亚的哥哥已经失踪了 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丝痕迹 就像是魔术一样 据说就连他们家族的魔术师 都没能找到他哥哥卡尔林赛 搜索了整整三个月 也没有任何进展 世人们纷纷开始猜测 卡尔林赛 是不是已经不在人生了 随后嫉妒他们的人们 便开始挖苦林赛家族的末来 艾恩的神情名重起来 在那段时间里自己 被困在魔术时间里 丝毫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不过伊利亚离开的那天 我记得他 没有在迷茫 而是坚定自己的内心 不会被旁人的流言 飞于分子望出心 目的地很快到达正面之地 卡利亚德王国 建斗城市艾森马尔 城市里负的流油 在这寸落寸惊惊的地方 就连乞丐在路边 都能成为引操作 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乞丐的身 他们不会极度有景山银山的伤 他们只会极度收入更高的期待 除了正名之地之外 艾森马尔特中 还有很多奖 剑斗场这座城市 已足够 艾恩一行人 正在寻找怎么进入 正名之地的方法 念想刚落 突然有个商贩飞奔港 被卖票的黄牛栏下 根据自己多年卖票的经验 他们肯定需要 于是纷纷介绍起 我这有正名之地的比赛门票 艾恩正愁着找不到入场 直接要了四张入场券 随后来到了正名之地场 迪艾恩 一行人还是第一次 看见这么大的城 身后的观众纷纷下注 拉伊利亚林赛 赢得胜利 历代最年轻的剑斗大师 比赛即将开始 今天的挑战者是 国王等级排名第二的剑斗师 赛德里克古 他的对手是伊利亚林赛 迈着七零的步伐 老来拔出剑的鼻石 散发出鼻子 戏势朱蒂斯很快认出 这是一本斗期间 他冷漠的眼神 透露出一语杀险 比赛开始 新吃鱼雷电般暴走 最后来的死 一剑之外 赛德里克库珀 光是避开他的攻击 都很强 伊利亚改变招式 一击暴射 赛德里克库珀用剑斗 强大的力量 使其后退了几十米 看见剑上一遍 再接一次 他的斗期剑 怕剑斗 这对剑斥来说 是多么大的耻辱 一次攻击 都还没能发起过 就要因为剑断了 而失去资格 想到这愤怒 是他发出杀猪般的怒吼 要趁着剑 还没有断之前 发起进攻 哪怕是对他造成 微小的伤害 也好不能憋屈地 输掉比赛 伊利亚轻松 一个侧身躲过 侧面看着他 仿佛是在看一个傻子 一击轰斩对方的武器 被一分为二 伊利亚轻松 赢得了比赛的胜益 冷漠无情地 离开比赛场地 旁观的兽人 近乎对方 根本不是伊利亚的对手 转头面向艾恩 那个叫伊利亚 地真的是你们的朋友吗 简直强的理解 艾恩表情沉重 独自一人离开 坐在大街上 危险 伊利亚身上 感受到了有魔旗 非常相似的黑暗气息 不由地担心起来 必须要和他担心谈谈 想要和他见一面 非常好 他已经是这里的大门新闻 通常酒馆人员混杂 说不定会找到相关的情报 刚找到酒店老板 打扯情报 却遭到老板的教育 会不会出去 艾恩提出可以提供报酬 老板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我要去见正名之地的冠军 有什么方法 身后的恶霸听到了谈话 说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方法就是和你打赌赢了 才能告诉你 从现在起 我们要互相在对方的脸上来 一拳如果昏倒或者投降 就算输 撑下来的一方就算赢 艾恩回答没有问题 殊不知 这恶霸前天刚刚淒离子散 口袋空空如也 心里一肚子 想找人出出气霸 恶霸要求自己先来把他打他 再消散一看 用拳头打向艾恩 艾恩摇晃了一下身子 站住下一轮到艾恩出去 十二年 既都在震动 恶霸后滚飞出数十米 这已经是手下留情 他是整个帕尔迪詹自认为 看似无敌的剑士天师强者 殊不知 他在整个如今功之于众的 剑术大师一百位 名单里根本排不上号直音 他在帕尔迪詹里是最强的 与他对战指导的对手们误以为 这就是剑士天师该有的实力 殊不知这个男人的出现 会打破他的不败记录 并且在肾虚馆长的打赌下不仅输 而对决还要做免费的指导师傅 哈伊拉姆建树馆馆长 因为和废材少爷 艾恩的对决中输掉了 对此还怀恨在心 于是在与杰特弗洛斯特对决 临走后提出 要跟杰特弗洛斯特打个赌 如果你赢了 他们就会在一个月内 乖乖听从你的一切吩咐 顺便让他帮我好好打扫一下 我的宅地好了 但如果他们赢了 你就要给他们进行 围棄一个月的个人指导 杰特弗洛斯特听后隐藏 不住心中的喜悦大笑起来 简直是就是白给的 在整个帕尔迪詹从未见过对手 都是一些空有一腔热血 实力不怎么样的青年 大门有三个身影缓缓走来 杰特弗洛斯特顿时想到了什么 克鲁诺剑术碗第27期黄金时代 这三个人一看就是剑术专家请私教 话音刚落没有过多的话语 废才少爷爱恩率先先发制人 提着重剑加旋转一个踏远 飞速朝向杰特弗洛斯特 这是大力臣的一击 竟然被稳稳接住 劳草先起一种 攻击都在震动 杰特弗洛斯特感叹到 为何少年会有如此的力量 一招横斩轻松弹开 废才少爷爱恩的剧剑 再以对方被弹开身形 没站稳的剑系 猛地朝向爱恩刺去 一道剑系罚后 布莱特替爱恩挡下这一击 并且加剑弹开身形 呈现摔倒的后腰的姿态 这是个 系顺势斩击划过 在即将得手之时 一个四连弹跳成功化险为一 像杰特弗洛斯特已经开始慌张 从来没人能让我如此的狼狈 他们三个人的默契配合得很好 我必须制造出一比一的局面 才刚得到喘息的机会 立马遭到横斩 迫于无奈的情况下 双息下跪来了个滑铲 不得不说 这认错的方式很有诚意 才刚刚跪下认错 又遭爱恩内心的意志 一击数着 续剑枪枪落下的同事 杰特弗洛斯特猛地向后往地上躺 此时已经可以双脚蹬的侧身 一个弹射脱离爱恩的剑气 所到之处 一波三折 没完没了 才刚脱离危险 还会站起来 布莱特从上用力往朝向他踩去 又被测空两圈躲过 他们根本不丢 喘息的记忆 管家第一次见自家主人 被压制毫无还手之力 慎序馆长反而一脸大愁得爆的笑脸 杰特弗洛斯特稍有不慎 就要当一个月的免费老师了 想到这那绝对不行 生气了 杰特弗洛斯特真的生气 随后猛的睁眼斗气 其实瞬间释放 发出阵阵轰鸣 爱恩一行人眼前一愣 释放起 时还称赞到你们确实很强 接下来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深知普通的技法已经没有赢的可能了 倘若自己不拿出杀死对方的觉悟 自己很可能输掉 必须要使出全部实力 布莱特和朱蒂斯感受到了难以接近的气场 朱蒂斯率先进攻 这次的杰特弗洛斯特改变了策略 将手中的长剑顺势一丢 打断朱蒂斯的进攻 丢出剑的同时 双手跳跃速度快到 当场消失朝向布莱特从后摇掏出匕首 此时的布莱特犹豫不决是刺激还是砍 最后选择了向后避开 这一个错误的举动让他输到了对练 从刀锋中看到了爱恩的身影 顺势右脚 后路梯将其踹飞普通弹射一般 此时朱蒂斯已经接近自己随后一个双手 撑地后空翻拉开距离朱蒂斯的斩机落空 挥剑的过后就是毫无防备的时候就是现在 第二个已经落败 现场开始指导布莱特的剑术总结 较同龄人成熟的剑技着实令我印象深刻 但是你的预判能力稍显不足 或者也可以说你太过于求稳了 布莱特回应 但是那一剑我注定接不下来 不是吗 我当时将威力克制 到了你能够勉强接下的程度 但是那时你却选择了退后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平常心开始慌乱了 接下来就是朱蒂斯你的攻击模式太单调了 你的刺激也没运用作为一名剑士 却只会使用斩机 这代表你根本没能把剑术的招式运用好 还有一个就差你了 反正就剩你一个人了 我就在陪你玩玩让你先进攻 你的攻击倒是挺有分量的 试试尽全力对我挥剑吧 布莱特和朱蒂斯纷纷不敢相信 发自内心的大笑起来 估计能把他家拆了 艾恩再三确认真的可以吗 我可能会弄坏练武场 杰特弗罗斯表示没事能有多大威力啊 艾恩开始唤醒这心理 杰特弗罗斯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斗气 艾恩这边很多事 三人的合攻 那个人真的非常强 而且这是一个能够 拜超级厉害的人为是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么好的机会绝对不会错过 来自艾恩雷平般全力的一击 随后应当一声音响 杰特弗罗斯表示认输 所以你赶紧放下那把恐怖的剑吧 不然我一辈子的积蓄你都能把这全拆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被手持大剑的废材少爷打败之后 表示认输 因为之前曾有赌约打赢 就要当一个月的免费师傅 那么请多指教 杰特弗罗斯特虽然心里不爽 但也只能硬了下来 但是只要我想办法设置各种任务 让他们完成不了 就意味着没有意志力 是做放弃处理 自愿放弃一个月的免费训练指导 这样既能保住灵域 又能让他们弃权 点击左下角 测试自己能拔出哪种级别的剑 帮波主完成一百个测试 需要花钱 关掉即可 你们的支持是波主的动力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们会在这里进行训练 我可以用魔法控制 这里的重力 杰特弗罗斯特一本正经的说 首先要培养出强健的体魄 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身体中的斗气 而且在训练的过程中 还能增加斗气的量 朱蒂斯在魔法阵中 觉得身体很沉重 好了适应的也差不多了 去把那些石头 全部搬到左边的台子上 在中午之前都要搬完 杰特弗罗斯特 直接把心理话说了出来 若是无法完成任务 就意味着没有意志力 是做放弃处理 知道了吗 三小时后 应该搬得差不多了 爱恩一行人 面对承重魔法 还要完成搬石头的负重任务 居然还没搬完 管家表示 他们已经完成三回了 您规定的任务量 他们早在十一点前 就已经完成了 不过他们 似乎想要再训练一回 真没想到 这样都不能把他们劝退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撑多久 还装什么认真 第二天 全天的仰卧起坐 第五天 全天负重拉破石头 朱蒂斯心里有话要说 但是看在杰特弗罗斯特后 又马上憋了回去 夜里露露和爱恩交谈 这都一个星期了 为什么他还不陪你们对练 我看那个中年男人 应该是胡扯的 爱恩太过于疲惫 逐渐睡了过去 来到杰特弗罗斯特这边 不禁感慨到 自己的D101的称号 只是当地包装出来的噱头 看到他们体能训练时的眼神 他们之所以拥有那样的眼神 并不是拥有天赋 只是努力罢了 想到这不仅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当时我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 看到他们刻苦努力的样子 像极了自己 他们内心有了动摇 决定要好好指导他们 成为一名优秀的剑士 先从爱恩开始 经历三阵队 爱恩和实力非常优秀 不过太被动了 似乎总是习惯将自己 放在敌人一等的位置 倘若你面对 朱蒂斯敏捷型的对手 会被他牵着鼻子走 爱恩也承认 速度方面 确实跟不上很被动 随便让爱恩使用斗气 拓宽自己的领土 持续向外扩张属于你的空间去 不断地侵略 不断地占领 制造出一个对你有利的环境 这样一来 对方就会陷入无法逃脱 也无法进行反击的状态 于是便亲自示范 最终 他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几天后 朱蒂斯与布莱特的对决 被杰特弗洛斯特看出 端一他是抱有目的的方式 在勉强自己做 不适合的努力 随后 让他单独来自己的房间谈谈 还在吃饭的艾恩和布莱特 听到朱蒂斯的动静 看到他 我要式的摔门组去 由于实在放心不下 便问杰特弗洛斯特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禁让他回忆起 看到你们 仿佛就是当时的自己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登上了 剑术专载的境界 那时的我 甚至还被人们称为 下一个剑术大师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 一山更比一山高楼败火 我开始不再坚定 自己所努力做出的一切 我练得再也无法集中精神 钻研属于我自己的剑 竞争 还有由此产生的胜负欲 但是在竞争关系上 其实很难维持所谓适当的 更何况在朱蒂斯身边 还有两位优秀的天才 他会更加迫切 想要超越要赢 我只是告诉他 不要沉浸在与层他人的竞争之中 而是要找回自己灰剑的初心 看样子起了反效果 殊不知 门口朱蒂斯一直在偷听 话音刚落 朱蒂斯缓缓开门走来 道歉后表示自己 确实和他说的一样 也承认自己一直以来 为了跟上他们的天赋 都在勉强着自己 但是他的灰剑初心 就是生存 在小时候没身份没实力 都是靠争强取胜 不然自己早就已经饿死街头 倘若不断突破自我极限 能让我打败那些比我强大的人们 那么即使那个过程在 怎么艰苦 我都可以忍受 一个月后 结束了剑术修炼指导 接下来不知道该去哪里 杰特弗洛斯特提议 那就前往正名之地吧 西部万王国之一 卡利亚德王国的骄傲 是很有名的剑道场 最近出现一位 实力很强的天师级选手 能与他对决 都是最低天师级 才拥有挑战他的资格 他也是克鲁诺剑术馆的 第27期学生 你们应该认识 我记得 他叫克鲁诺剑术馆第27期 首席天空剑法伊利亚林赛 据说当时还有一个排名第二的 和他的实力平分秋色 被誉为决战之地冠军的 只因五年前 曾指导过废财少爷 本以为时常简单的叙旧 却被废财少爷 发起120点 能赢过他的宣战 书阶上级 恶霸被废财少爷 艾恩一拳打飞 小弟被吓得连郎掺扶 忠实的小弟 站出来替老大人贸不平 一旁记者出来解围 小弟本小年记者一快打 记者竟用曝光酒馆为由 把小弟吓得迷愣 不肯成狂 转头向艾恩 为他掏出橄榄枝 为他提供小弟的激发 随后一同走出酒馆 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周刊 每周竞技的首席 记者心词 看您的着装打扮 不怕也是见识吧 记者抛出橄榄枝 偷使看齐剧 云朵的价值 才伸出援手 就因为找新闻素材 保住他每周 评选第一的位置 随后问出 艾恩找冠军的想法 难道是恋人还是 他的忠实粉丝 艾恩表示 和他只是很久 没有见面的朋友 记者震惊朋友 那个性格怪僻的 居然会有这么阳光的朋友 简直不肯相信 艾恩便打听冠军 伊利亚过 大概是在两个月前 自从他来到这里的 那一天期 坐上了冠军的房子 我也很久没有看到 像他这么具有 丫头性实力的强者 再这样下去 说不定他还能 打破伊格内特的剑 艾恩迫切地追问 伊格内特 曾经也是这一只地的冠军 那记者也毫不隐瞒 时间都在揣测 他们二人究竟谁更强 伊格内特 从今当过连续五个月的冠军 现在是十二年 如果伊利亚灵赛 能够坚持到四月的 他就会成为 超越伊格内特 记录的冠军 记者带着艾恩 来到伊利亚的宅邸 记者躲在树后 并没有离开 平时就连领主来拜 都会被拒之门外 无法进 这个庭院 艾恩真的能进去 艾恩敲门自告名号 我叫艾恩帕雷伊拉 我想诚意 丽亚灵赛 这是灵赛家族的白金牌 随后看门的要求 验白金牌的真假 便请了伊利亚的部位 白金牌 确实并非稳造 但小姐谢绝会客请回吧 艾恩一愣 请问你有告诉她 我的名字吗 没有 我打算回去再告知小姐 艾恩要求重新 什么话 就说呢 艾恩帕雷伊拉 来了 果然冠军第一大 为她而开 记者当场就震惊到 大人物领主都被拒之门外 来当场 我们真的是朋友 更加确信 这正是一条新闻报道 艾恩在门口调整心态 时隔多年故意 用当时在学校的语气 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艾恩 让我听听 你消失五年迟到的女人 艾恩只能尴尬一笑 随后便说起 观战伊利亚的比赛 变得十分强大 来这里的理由 是因为伊格内特马 伊利亚顿时一惊 变成锋利兵猛的眼神 提到她伊利亚顿时 魔气散发黑暗的气息 变更浓了 伊利亚曾经对艾恩说过 不会再追赶别人的步伐 追随伊格内特的影子 根本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让伊利亚收手 不然会因为执念 而且魔气侵蚀自身 她目前还没有 拜托他人的视线 而动不弹的灵性 憎恨那些看不起 说自己家世的人 看不起自己哥哥的人 这和你人人的善化主行 在你运气而形成的斗器剑 斗器剑的行程 误认为迄今为止 我走过的远是正确的 伊利亚怒斥到处的人 是过去的远 有问题吗 不管怎样 你都想要守住冠军的位置 艾恩在决定上 无用 起身表示距离你打破 伊格内特的冠军 创下记录时 还剩下一百二十天左右 我会这么自从旁边 要你放弃那猴气 而形成的斗器 不然到时候 会从人变成魔兽 我会把你从冠军的山 艾恩把你拉下 眼前的这个废材少爷 没过脑子 就说出了 一百二十天四个月后 即将举办的冠军攻类赛 能赢过剑术大师的狠话 谁知下一秒 却理直气壮的哀求布莱特 教他速成的办法 距离你打破伊格内特的冠军记录 还剩下一百二十天左右 四个月后即将举办的 冠军攻类赛务 一定会打败你 你刚才再说什么没听清楚 艾恩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呵斥到四个月后 即将举办冠冠攻类赛务 会在那个擂台打败你 把你拉下冠军的神坛 我们曾在同一个剑术馆 你的剑术在我之下差了一大截 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 现在我说什么 你都听不进去 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如果我能在那个擂台上打败你 那么到时候 你应该会认真听我说话 你应该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难道你真的觉得 你能够打败我吗 伊利亚表情愤怒的咬牙 压抑着愤怒我很清楚 如果是现在的我 确实打不过 如果是为了朋友 我愿意以这个目标 我会拼尽全力努力 艾恩还不知道 自己的天赋 是努力型的天才 艾恩见伊利亚的表情不对 打了个原场卑微的话语 说到刚才说了很过分的话 我向你道歉 明明是久违的重逢 我却说了让你不愿的话 虽然说出来有点害羞 但你依旧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伊利亚变得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 无奈地看着艾恩离去的背影 另一边 朱蒂斯躺在床上一旁 还有睡着的露露 还沉浸在伊利亚的对决当中 虽然早就预想到了 伊利亚会变强 但没想到 她居然已经成为了剑术大师 太出人意料了 我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我 确实在她之下 但是五年后 十年后 露露被她的抖动而惊醒 朱蒂斯猛地起身 把露露强行弹射 这是门口传来开门声 对决场上离开后 你去了哪里 现在才回来 布莱特一惊 不光去见了伊利亚 还向她发起了挑战 四个月后 我要挑战伊利亚 一旁的朱蒂斯听到后 更迫切地 想达到大师的水平 受人不由地担心艾恩 我知道你很强 但对方可是剑术大师 我知道 但是对我来说 对方的身份 根本就不重要 而是我必须要向她发起挑战 而且我必须要赢 朱蒂斯情绪产生了波动 尽量不表露出来 是啊 我们好不容易到这里一趟 当然要挑战了 我也要挑战 独自一人开门离去 那我去修炼 已经点燃了朱蒂斯的胜负欲 居然说得那么理所应当 她都说要发起挑战了 那我也不能按兵不动 布拉特很了解朱蒂斯的性格 朱蒂斯被你刺激到了 被我吗 说起来 你有想过计划吗 艾恩理直气壮回答没有 所以要 从现在开始想 我要怎么做 才能打败伊利亚 帮帮我吧 布塞特 你这家伙真是个疯子 我怎么可能有办法 专家击打大世界 想想都头疼 不过传闻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 我曾经听说过 修炼制剑术专家及顶尖水平的剑士 打败剑术大师的传闻 寿人表示 我也有所耳闻 不过这种情况 有三个附加的条件 第一就是需要有一把能够匹敌斗气剑的名剑 你的魔术剑够坚硬吗 矮人组铁匠答复 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 真是太结实了 我想 这把剑应该不会锻炼 有可靠的人说过 我的剑十分坚硬 第二个条件 是特殊技能 你需要有一个令对方无法预测的技术 像你的那个斩击就很不错 你必须将这个技术 打魔道可以应用到实战中的水平 爱恩肯定的回答 我会努力的 布塞特惬意的说道 虽然我很想说靠努力没办法解决一切 不过听到你这么说 我倒是开始期待了 最后第三点 这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不逊色与剑术大师的剑术指定 伊利亚不是靠运气成为剑术大师的他 在完成斗气之前 就已经将剑术打磨到了极致 他是一名真正的剑术大师 布莱特淡定的喝了杯茶 如果不能缩小剑术 实力上的差距 那么这场战斗 恐怕会变得十分困难 必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想想办法才行 确实 不知道从哪个门风冒出个记者 没想到 您居然要挑战那个冠军 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爱恩一惊 是心慈先生 爱恩才刚撂下横画 又被从门风里串出来的记者 看到猎物的眼神提议 还有第四个条件 挑战冠军的资格 必须要达到国王等级 即使获得了挑战冠军的 资格若是 无法引起大家的兴趣 也很难发起挑战冠军的资格 所以在达到国王等级之前 你都要一招置敌才行 只有这样才能勾起观众的兴趣 好让众人纷纷下注 让这个富得流油的城市 赚得很满锅满 挑战的资格才为你打开 爱恩听的雪上加霜 挑战伊莉亚已经够头疼了 又来个挑战 他还要全场一招置敌才行 数据上集 记者刚从门放进来 就对众人一顿彩虹屁 真不愧是我一眼看中的人 布莱特对在门外偷听的人 非常不乱 刚才你所说的三个条件 确实很重要 还差一个条件 在正名之地 每个剑斗士都会被标上不同的等级 并只能参加自身等级对应的擂台 剑斗士们会在史出之地 获得初始等级 并通过晋级赛晋升至下一等级 只有国王等级前十名的剑士 才有资格挑战冠军 但是由于近年太过于激烈 即使获得了挑战冠军的资格 若是无法引起大家的兴趣 也很难挑战冠军 这便是隐藏的第四个条件 瘦人和鹿鹿听懂啊 又好像没听懂 拍了桌子 阴险的记者给艾恩提了馊主意 在每场比赛中 要一招秒杀对手的绝对能行 由我来把你打造成 正名之地最闪耀的星星吧 艾恩被吓得瞳孔放大 心想之前 狠话说太早 还能不能收回 眼下只能咬牙鲁力 时间来到第二天 日明测试场地 实施之地 场外坐着个满口国粹的记者 分分钟问候落败着全家 小时候没吃奶吗 就那点实力的话 连兵级都排不上 回去再缩两口 再来吧 突然有人呐喊天啊 居然来了两个 克鲁洛建树馆的黄金时代 布塞特劳埃德 以及他的同级生朱蒂斯 满口国粹的记者 原来是他们 难怪落败 那人怎么吃奶都打不赢 原来品种不一样 两个人都拿到了 三战三胜的成绩 这样以来 他们就能直接跨级 晋升到主教的 这周还是那个人得第一的话 我就诅咒那家伙 蛋疼取景 随后一群记者蜂拥而至 朱蒂斯不远 这边国粹记者 正在呵斥下属 骂骂咧咧 下属听得冷汗直流 另一边身读盔甲的老者 报社朝爱恩袭来 爱恩唤醒内心 剑神意志猛的睁眼 一瞬间 刀剑碰撞声过后 老者的剑断成两个 现场观众 惊呼所有剑斗士 居然都输给了同一个青年 下台后记者假惺惺的 旁册敲击介绍起 爱恩的身份 吸引同行纷纷关注 克鲁诺建树馆的 第27期帕雷伊拉 没听说过 同行记者集体拥入 都想采访爱恩 拿到一首报道 殊不知 这正是记者心词 布下的局 为了迎合 昨晚心词交代的计划 符合到 在达到王后等级之前 我都会一招置敌 我的目标是成为冠军 一旁的心词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新闻报道初刊后 成了全民的焦点 舆论不断不过 更多人想看到那个 狂妄小子到时候 啪啪打脸的表情 另一边布莱特问 请你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战胜伊利亚的理由是什么 在伊利亚在对决中 我感受到 她在逐渐魔人化 当自卑感 愤怒等负面感情 堆积到一定程度时 可能就会诱发魔人化 可当我见到伊利亚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 类似魔企的黑暗气息 如果不趁现在 阻止伊利亚的话 她的魔人化 可能会继续加重 四个月内战胜伊利亚 一定很不困难 这时 露露立马起身 想在短时间内 获得爆发性的成长 我只要用魔术 就可以做到 顿时燃起斗志 夜里伊利亚这边 满脑子都在想着艾恩 拿着几年前 艾恩送的戒子 虽然是用废铁做的 女生果然都是 天生的恋爱脑 还在回想着 之前说过的话 最后得出结论 不 我们只是互相有所误会罢了 去见司机大人吧 早上天一亮 新词介绍艾恩去见约翰德鲁 他交出的徒弟 各个都是出类拔萃 刚到门口现场 挤满了前来外师的学徒 这时走来一个黄毛 我实现收到了消息 请跟我来 艾恩上了马车 在即将进入 桃花窄斧之前 黄毛开口暗示到 两位在这寸土寸金的 地点规矩 有没有不断 我这人就是喜欢前 两位你们的诚意 不需要太多给点就行 大厅里艾恩和露露商讨着 既然这里的人 这么喜欢钱 应该不难攻略 洋里洋气的声音 打断了他们谈话 正是约翰子爵家族 约翰德寿 是行词介绍来的吧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你应该准备好学费了吧 眼前的少年 二次觉醒了自己 居然袭的 杰特弗罗斯特的 绝对领域人间 持续向外扩张 属于自己的空间 制造出一个 对自己有力的环境 两人怀着各自的目的 立场 书界上级 约翰德鲁 见面就损了学费 活了千年的鹿鹿 替艾恩致负学费 自掏兜礼 从死士身上 收集成绩多年的 陪葬品的空间 约翰德鲁 惊讶到 哈喇子都留了下来 露露这个 没有眼力见的肉体 还不够 随后继续追击黄金 约翰德鲁 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随后鞠了一躬 给他们当起了小弟 话不多说 立马开始特训 先让艾恩产生了 剑术思考战斗风格 并且制定出 最佳的修炼套餐 艾恩听从露露的话语 将愿望注入到剑术之中 闭上双眼 唤醒体内的剑神意志 怀着强烈的约翼 睁开双眼 猛的响弦 挥出巨剑 周围的空气 产生了微妙的振动 剑气缠绕全身 紧接着又是一剑挥出 剑气不断缠绕艾恩周围 逐渐形成领域空间 发出阵阵风鸣 露露和约翰德鲁 难以置信 居然这么快 就觉醒二组魔术 这是属于修炼空间 诺露解释道 那是艾恩的愿望 修炼空间 一定能过得 她想到的快速成长 在艾恩主动停下修炼之前 千万不要打扰她 现在的空间不是很稳定 另一边 伊利亚珍在跟司机打扰 轻熟艾恩的说的话 是否是对 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是否是错误 自己已经搞不懂了 司机抚摸伊利亚的头 灌输到 已战少无数的猜忌和忌妒 平息了无数的指责和嘲笑 请继续坚持下去 直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 任何事情能动摇 斗气剑是最后一阵 剑已落下艾恩结束了修炼 露露告知 已经修炼七天了艾恩顿失意紧 随之觉得身体任督二脉被打通 身体感觉变得灵敏 约翰·德鲁击冲冲地走来告知 今天下午两点 有你的剑斗比赛 正好可以展示修炼成果 由于艾恩一行人 因为连神而跳机 即是望主角 主角等级剑斗比赛 正式开始 现在正式开始 由多米尼克对决 艾恩帕雷伊拉 台下观众纷纷议论 他能否履行诺言 在升到王后等级之前 都要一级紧逐对手 观众都是冲着他 能否履行诺言 前来观看这场比赛 比赛一开始 多米尼克率先报射到艾恩面前 此时的艾恩 居然能清晰地看穿对手 多米尼克剑将要落下之时 艾恩瞄准对方武器 一击斜斩高剑控撞声 掀起一整巨了 多米尼克满脸金 简直不敢相信 堂堂主教实力排名前三位 手中的剑竟然不劈成两半 紧紧一击让他失去比赛资格 胜者 艾恩帕雷伊拉台下观众 开始骚动起来 居然真的履行了诺言 一击结束 记者纷纷拜访艾恩 我说过直到我升到王后等级 我都会用一击结束比赛 场外酒馆内也在探讨 艾恩一击解决了 主教等级的高阶位选手 甚至有些人还挖出 艾恩他还讨伐过 博人的光荣战绩 酒馆内顿时期待 他的下一场比赛 算前去观看 回到试炼场 约翰·德鲁明明什么都没有 却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交给艾恩的 随后硬着头 一脚的随道 看那有只猫会说话 艾恩一个阶段 一口千年老弹 蓄力来发 还好艾恩领节提高 急速赌莫 随后表示 我这招厉害把艾恩一顿 这个眼神犀利 身穿剑是浮备的 只因对司机来下 并邀请朱迪斯吃饭 谁知看到司机率起的效率 立马不易了 天晓得会被灌输审任性 四日擂台赛 竟然散发威力 要挑战自己的平安 并扬言要战胜 最彩少爷艾恩的情绪 瞬间的跌倒 书街上回艾恩的比赛 南方碰压秒杀对手 取得决证荒 布莱特受人等 正为艾恩的成证 冒险 围夺只有朱迪斯 过梦 布莱特正打算 捉弄朱迪斯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顿时差 朱迪斯的不甘心 一直弱于自己的 竟然被喊潮 本以为自己的胆吃伤 不甘心 非常不甘心 内心的胜负欲 已经看不到一个可能 朱迪斯有书 这时 因为身着雨衣 看准时机撞上去 制造完美意外 为了达到目的 竟然故意把书本丢在地上 先生 你的书掉了 呵呵 谢谢真不好意思 刚转身离开 立马被叫住 并且还摘下雨衣眼神迷惑 在家自信邪校 摆出完美侧脸美女 今晚约马 另一边 艾恩正在进行 下一场决斗 只见红一男 蓄力不吵向艾恩 随后被侧身 接着 对艾恩发现 想正机 却被一一发紧 顿时让红子男 非常不舒服 在艾恩眼里 他的动作非常不舒服 红一男 健壮久久 拿不下艾恩 一个急速高空跳跃 很深厚 心想就这样 会砍下去 一定会起 无料艾恩 不跑不忙 早已不差一切 顺着红一男 斩机的空气 一步暴射 男还要快的 死神一般来到身后 红一男赶到后背发凉 顿时感到惊讶 但是 借以挥出根本 不能用剑 来进行 这时 艾恩已经把剑停 在红一男的骨头前 胜负已分 艾恩以压倒性的胜利 一招凌杀对手 在场的观众 看的激动物 已很累的气势 连胜现在场内 根本没有人觉得 他会败败 距离他升到 国王等级 已经差一程的胜利 难道在王后等级 能够阻挡他 前进的步伐吗 夜里 布莱特和寿人 正在气质比赛的生活 现在不管到哪里 都能帮大家的 关于艾恩的报道 也变得越来越多说起 最近 朱迪斯 也快升到王后等级了吧 没错 下一场 就是他的竞技赛 布莱特特和那俩人 一起 你看起来 似乎的比赛 不是很感兴趣 对建功 没有执念 这不禁让布莱特回忆起 在克鲁龙建设 因为 不论是内在外在 体数思维 建树 都非常优秀 允许无条件毕业 和朱迪斯 朱迪斯说 他去修炼的原因 就是要完成毕业策 只有在游历世界过后 咱们批准毕业 去打击 游历只不过是因为 他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 布莱特 你已经具备了毕业的条件 所以没有测疑 从现在这一刻起 布塞特劳埃德 就是克鲁诺建树馆的毕业生 恭喜你 受人听后直呼 真了不起你满分的成绩毕业 这时 门突然打开来的正乎 伏约帅哥后 变得狼狈不堪 天下的发生了什么 朱迪斯要求布莱特 自己对练 现在立刻 在空旷的眼外 那就让我来看看 许语 朱迪斯的眼神 还要列入不满 这让布莱特心 不差 怎么回事 总感觉他很平时不太 这一次 请你认真对战 布莱特 建树白鸿的佳特 另一边贴一辆 艾恩发现 自己是敌发脱 一旁的路路 被打倒 只说斗气嘛 我还以为 你一直都感激 虽然能够感受到 但我还是第一次 轻易看到 这多亏了得益于 修炼你的感官 变得得直前迷顺 所以你才能够看到 曾经看不到的斗气 这就是斗气 这时 门外皇 毛传来艾恩下一场 决论 是明天的比赛 此日艾恩的下一场 竞技赛到来 现在最强的新闻 掀起克鲁诺热潮的主角 艾恩帕雷伊拉 她的对手 是刚刚升到 往后目的 以烈火般的斗志 发起挑战的克鲁诺 平民见识 朱蒂斯 克鲁诺剑术馆 训练时的内战 同学之间 不可避免的对决 即将开始 胜利究竟会发落 是加拿 艾恩听说 朱蒂斯指定要 当你的对手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还能有什么想法 你还不了解我吗 因为想和你战斗 所以我才向你 参数战术 我要战胜 然后挑战伊利亚 这顿时 让艾恩的斗志点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眼前的朱蒂斯 根本就想不到 艾恩会在短时间内 高了自己的 无论是剑术力量 都具有压倒性 由于死神来临一般 光是弹开艾恩的剧剑 带来的剑压 都已经让自己 非常失恋 输阶上级 两位克鲁诺同学 各怀着 各自不能输的目的比赛 马上开始 比赛一开始 朱蒂斯便以速度的优势 一击爆射 嘲笑艾恩戏剧 这空的故事 整个擂台都在颤抖 艾恩接住对方的攻击 还撂下狠话 有准来啊 此时艾恩的剑压 已经压得朱蒂斯 不能挪动半分 两人互不相让 僵持许久 朱蒂斯爆发出 惊人的气势 一股作气 弹开艾恩的剧剑 紧接着一个爆射挥砍 刹那边 无数道挥砍 并携带着剑气 掀起一整围缠 最后一个火器 一击中击 产收着 心想艾恩吃了我这么多斩鸡 想必也非常吃力吧 朱蒂斯瞳孔放大 简直不敢相信 艾恩如同没事一样 化身成死神般 迎来摆好横斩的架势 仅仅在一瞬间 朱蒂斯已经做好防御的架势 依然被震飞十几米远 无比吃力地挡下了这一击 场外的观众 看得热血沸腾 刚刚那是什么 太牛了吗 不愧是艾恩 朱蒂斯在力量上 完全占得到优势 艾恩挑衅到 你不攻过来 大物可要上 艾恩用朱蒂斯的招式 进行回击 如数道挥 朝向朱蒂斯 每接住一次 都要承受一次 巨剑带来的剑压 这股力量究竟是怎么回事 和队练时的艾恩 完全不一样 这些日子 他都做了什么 只要稍有差时 我的剑就会费掉 光是弹开 他的攻击 就已经很勉强了 这根本就不是 我能够承受的水准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此时的朱蒂斯 已经呼吸紊乱 满身是汗 反观艾恩 丝毫没有半点同事 朱蒂斯慌了 彻底慌了 内心的胜负于 一直在暗示自己 要战胜艾恩 咬咬牙一定可以 重新握剑 向艾恩袭来 在倒下之前 绝不能停下来 此时的朱蒂斯 已经失去理智 每次攻击 都好像不是自己在行动 高速的重击 挥砍再久 随之而越 来自朱蒂斯的 最后一击准击 艾恩这时 已经瞄准了 她的武器 只听到怕 愣在原地 刚才发生了什么 趁艾恩 微剑一落下 胜着艾恩 怕了伊拉 在场观众 一众帮我下注 和普通 台下重记者 采访艾恩 现在已经成了 真正的大明星 书接上回 艾恩被记者团团围住 新词记者 假装不认识地提问道 您已经到达了 国王等级 正名之地的紧头 您真的不打算停下 您前进的步伐吗 艾恩发表着 心词事先准备好的草稿 振奋人心地宣布 我的目标从未改变 我不会停下 前进的步伐 若是有人想要阻挡我 我只能说有种来了 下台后 迎来了兽人 怒入布莱特的注冻 唯独不见 朱蒂斯的身影 布莱特镇定地回答 比赛结束后 他就消失了 可能是打击太大了 艾恩此时一脸忧愁 第二天后 布莱特迟迟 不见朱蒂斯的身影 和一战当时的对决 朱蒂斯毕竟被本来 实力对等的艾恩压着他 压制得那么彻底 那家伙是真心想要获胜 布莱特这时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从比赛前一天起 他的情绪就一反常态的 非常低沉 又想到艾恩曾经的对话 当自卑感和愤怒 等负面感情 堆积到一定程度时 可能就会诱发魔人话 想到这猛的起身 开始不安了起来 满大街寻找着 街道 巷子 下水道 花街春月 决斗场 始终找不到 只剩一个地方 森林里的训练场 立刻行动了起来 果然在这里 发现一脸阴沉的朱蒂斯 另一边四季边 喝着红酒肉排 留位着 当时的辽媚技巧 居然被鬼断拒绝 不仅感叹到 还真是可惜啊 朱蒂斯哭着竖书起 在我们的剑碰撞的 那一瞬间起 我就明白了 我无法战胜艾恩 但是我一直都 非常努力追赶他 超越他 每次都只能越离越远 真的好不甘心 此时的朱蒂斯 控制不住泪水 的花花往外流 哭得像个孩子 抱着布莱特 这让布莱特回忆起 当时自己 也没有选择毕业 管主大人 请问我可以延后毕业吗 我也想和朱蒂斯 一起踏上旅屋 我已经找到 比件还要珍贵的事物 布莱特对朱蒂斯许诺 我一定会守护你的 另一边 艾恩观战国王 果然国王等级的 剑斗士们 都能够熟练地 运用斗器进行战斗 当他们会剑的时候 薄绕在胳膊和肩膀处的 斗器就会变强 而当他们移动的时候 布的斗器就会变强 红衣男趁着白毛 没站稳的空心 说了 那斗器猛挥砍 不料却被白毛逆转反击 剑已悬停在 薄梗处胜处 胜负的定位 艾恩总结出 红衣剑斗士的 斗器量比另一个剑斗士多 但他却还是白点对手 使用斗器的熟练度 才是胜负的关键 为了缩小 我与伊利亚之间的实力差距 我必须学习 如何熟练的运用斗器 比赛结束后 众人纷纷离场 碰到布莱特等 艾恩询问朱蒂斯回来了吗 布莱特瞥了一眼 前几天就已经回来了 艾恩放心地离开 此时朱蒂斯才敢偷偷 从石柱僵硬地走出来 你突然藏起来干什么 难道是因为看到了艾恩 才藏起来的吗 一脸尴尬的朱蒂斯 我刚刚只是去了探卫生间罢了 没什么事 我先去修炼了 达到了瓶颈 斗器的运用实在是太过于抽象了 露露这时走过来 告知今天有伊利亚的比赛 艾恩表示 绝对不会错过观看这场比赛 二月的冠军攻略战 现在正式开始 没打不动的冠军 正是剑术大师伊利亚的比赛 她今天的对手是 国王等级 排名第四的剑斗士 老将格雷森 艾恩打算借此机会 观察伊利亚制造斗器剑的流向 只见伊利亚拿起手中的剑 身体的光芒 全部集中到手臂和剑上 这种感觉和我使用斩击时的状态 非常相似 将体内的斗器 附加到剑刃之上 沉浸过后 伊利亚领赛 她竟然收起了斗器剑 这一切的背后 是有人嘲讽伊利亚领赛 听说如果单论剑术的话 她强的高手比比皆实 所以她才说 不会再使用斗器剑 其实就算单靠剑术 伊利亚已经打莫到顶峰的高度 格雷森认为 这是看不起她仿佛感觉 就是打败我根本不配伊利亚使出全力 比赛开始 格雷森率先进攻 斗器集中在脚上 只留下一道残影 眼前这个上身赤裸的男人 正在逐渐魔化 输接上级比赛刚开始 格雷森率先进攻斗器 集中在脚上 只留下一道残影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在挥剑的那一瞬间 她精准地在需要的部分 灌注了斗器 并加强了剑的威力 这次她又将斗器 凝走在了打击点上 巧妙地化解掉了伊利亚的攻击格雷森 她运用斗器时的熟练度 实在是太恐怖了 她将斗器的效率 发挥到了极致 只见一股旋风 修了一下往上窜 伊利亚的剑术更加犀利了 格雷森顿时差异 什么时候被砍到了 随着时间的延长 格雷森开始落于下风了 慌了开始慌了越来越多 被不知名的原因砍中 难道几经到极限了吗 力量 速度 体力 她的一切能力都在我之上 没想到我们之间的差距 竟会如此之大 殊不知 这正是伊利亚家族的天空剑法 此时还在找借口着 若我能够再年轻一些 一定能赢过她 停顿思考便刻后不对 就算是我年轻的时候 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一把头发飘过 如同雷射般爆射 只听一声脆响 还没缓过神来 伊利亚已经突辞百米远 才停下身形 随之听到裁判 传来比赛结束的话语 胜者伊利亚临赛 成功守住了 自己不用斗气剑的誓言 以及冠军之位 艾恩全程目睹着这场比赛 并且四日后 和兽人一起前往 格雷森讨教控制 斗气运用的方法 兽人指导就在前方 艾恩顿时感受到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 并且告知兽人 我从那里感受到了 强烈的默契 强行破门而入 只见他在盘坐 顷刻间周围的空气 感觉凝重起来 这次传来哼腔有力的声音 两人被吓得一身冷汗 受人神色慌张 格雷森竟然变成了魔人 别担心他还没有完全转化 为魔人还保留着人类的思考 紧接着艾恩的气场 发生了变化 以不再是粗糙的钢铁 而是更加浓烈精炼的气场 完全压制住了 纳魔人的气场 艾恩形态高了 我听说艾森马克特的人们 非常喜欢 剑斗和赌局 来和我比一场怎么样 条件是败者要答应圣者提出的一切愿望 格雷森紧握长剑 快速闪电般爆射 丝毫不给艾恩喘气的机会 刷刷两下已经挥出树道斩击 只见格雷森轻轻爆起 挥剑速度越来越快 艾恩脚节的步伐灵活躲过 刹那间已经来到艾恩的侧身 如同蛇一样的来回摇闪 艾恩已经露出破绽 格雷森使出全力一击 紧急之下艾恩扭转剑柄 堪堪挡下 要不是接受过约翰·德鲁先生的指导 那么我一定没办法及时做出反应 但是现在的我看得到斗气的流响 此时格雷森一击不成 再次汇聚斗气 再次发力 能够看到对方剑术虚实的艾恩 早已经看穿一切斗气只汇聚于剑柄 瞄准对方的武器一击重击 凌厉的剑气波及之处 烟尘四起 随之弹开格雷森手中的长剑 格雷森顿时震惊 瞬间恼羞成怒再次发起进攻 居然又被剑剑轻易地弹开了 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居然被艾恩给压制了 即使借来了恶魔的力量 我依旧无法战胜他 格雷森不愿意承认 借来的恶魔之力远不如艾恩 全身再次汇聚魔力 青筋布满半身眼神逐渐进入癫狂 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 眼前这个逐渐魔化的男人聚集大量火气 面部整脸青筋爆起 癫狂起来 一旁的兽人看出不对 立刻指挥艾恩后退 此时的艾恩没有丝毫动药 并且全身散发 对比眼前高大如山峰的火 显得太合金一般无坚不摧 此时艾恩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自己若不使出权力 恐怕立刻就交代了这里 两次后期相对严重四季 发出阵阵的命运 魔化的格雷森震惊到 借来的力量居然被眼前的上了 仅凭一击斩断了我权力挥出的一剑 随着剑被斩断 格雷森迅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紧接着感谢着眼前的少年 及时版 格雷森从魔人的控制中解救出来 艾恩用极其温柔的话语说 既然苏醒过来了 那就履行之前的诺言 教我如何控制斗气的流响 格雷森一阵迷茫 我有说过吗 修整恢复后 一旁的兽人表示 我从你之前使用的剑上感受到了浓 烈的魔气 那把剑是从哪里得到的 格雷森也毫不知情回到家的时候 就看到那把剑被插在房间的中央 当我抓住剑柄的瞬间 我的身体就被那股魔旗支配了 大概知晓圆尾后败给了格雷森 兽人不禁提起一个内特说过的话 卡扎尔 夏洛特和维克多 再加上格雷森既既是第三个人 或许和平早就已经无处存在了 回到旅馆看到布莱特像照顾恋人一样 叮嘱朱蒂斯吃喝拉撒睡 不要应付了事 两人争吵个没完没了 此时传来开门声 看到艾恩回来后 立马认损 说话都知哆嗦 随后用愤怒的眼神暗示布莱特 本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在他直上了 我特马的才刚被他愣在地上摩擦 不想这么快看见他 艾恩此时提出了自己的烦恼 最近遇到瓶颈气了 瓶气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难控制 布莱特和朱蒂斯评论了一下 恶趣味的反问难道 你没学过瓶气的运用吗 那你之前展现的那些绝技呢 只不过是凭着大致的感觉 自己修炼的罢了 两人听后自学 居然能够达到那种水平 简直立不 布莱特一本正经的解释 我们在克鲁普 建树馆的后半学期 学习了瓶气的运用 虽然只有少部分人 能够熟练运用一个知识 但是你在最终测验的时候 就已经显出了斗气 朱蒂斯为了证明自己 还是在他之上的题词 就由我来教你 克鲁普诺斗气运用 来到户外斗气运用的 基本概念一共有六种 蓄气只在身体内部 积累神秘力量 强化则是发挥积累的力量 硬化是是你的身体 能够承受这股力量 开化是让你的所有感官 变得更加满水 集中是将你的斗气集中 一个点上造就更强的爆发力 最后显露 是将你体内的力量 发散到外界 你的斩机使用了 集中和显露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 也是制造斗气剑的关键 斗气剑和斩机的感觉很相似 于是艾恩根据朱蒂斯的教导 练习了起来 不知不觉 已经过了一个月 还在不间断地练习着 已经用上拉翔的劲 就差翔没拉出来 还是毫无警察 此时 星辞记者紧急通知艾恩 下一场对决的 对手是正名之地的前任冠军 李卡尔多芬波 他在剑术专家里也可以 称得上是最高等级的第一名 他这次获得了强大的勇气 从剑术大师之父 哈里森芬托纳 继承来的第一把 胡尔干边号剑 双方的进阶冠军争霸赛 即将开始 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是正名之地的前任冠军 李卡尔多芬波 手上持有出自矮人族 兵级工匠之手 打造的第一把 胡尔干边号剑 据说 凡是称之为边号剑的 都无比坚硬 坚不可摧 可以匹敌斗气剑的名剑 前任冠军 李卡尔多芬托 在剑术专家排行里 已经位居首席第一位 会比之前更不好对付 若能打败他 就能够直接获得 挑战冠军的资格 比赛即将开始 回归的冠军 李卡尔多芬托 他的对手 是冉冉升起的星星 艾恩怕了伊拉 听到观众全场 为艾恩吓住呐喊 前任冠军 勃然大怒 瞬间完美进攻架势 艾恩也互不相让 如两半暴射 极快的速度绕到身后 速度极快 面不争鸣 此时的艾恩夹下台 塔尔多芬托 被震飞数十米 聚见连同斗气 带来的分量 却将他手震的发麻 不仅感叹好强的力量 不仅如此 他身上大量的斗气 更是加强了他的力量 还未等喘气的机会 一道光影 如闪电般暴射而来 艾恩的身影 竟在眼前紧急之下 离塔尔多芬托 用左手紧急倒下 如果左手也被震的发麻 那他将毫无环爽之力 同时也看出 他对斗气的运用 也无虎纯青 赢得观众的青睐 确实不是序章声势 值得拿出全部实力 离塔尔多芬托 瞬间发出无数道迹击 双方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连续高速挥舞的巨键 现场烟尘四起 冒出道道火 场外冠军宝座上 伊丽亚随从为之震撼 真不愧是前任冠军 离塔尔多芬托 他的实力依旧不减当年 而他的对手这四十天 的空白期 仿佛不存在一样实力直逼前任冠军 居然能和前任冠军 打得势军力正 两人还在不停地 向对方挥舞巨键 此时离塔尔多芬托 看出了艾恩的意图 从一开始 就一直瞄准我的键 执着地盯着我的键不放 艾恩旋转着巨键 高高跃起 对他来一击 能劈成裂缝峡谷的重击 艾恩能毫无停顿 自由使用内心意志 释放绝机竖展 就看你的编号名剑 能否腾下 速度之快 对方根本来不及 电已落下整个擂台 为之颤抖 发出阵阵光明 余波冲击着在场所有人 并掀起喷泉那般的沙尘 场外的观众 难以置信 为了迎合所宣布的事业 面对前任冠军 也要尽可能运行 对手可是最硬的编号剑 居然用破坏武器 决定胜负 沙尘过后 不愧是名剑 一点痕迹都没有 离开尔多芬托 眉头脚皱 三番两次都想破坏 我的编号剑 那就来吧 看你的破剑印 还是我的名剑更硬 两人又进入 剑与剑之间的相互捧撞 指尖右脚蓄力 站稳身形 接下来每一剑挥出 都带着剑神般的意志 一击强劲有力的斜斩 艰难接下 不给喘息的机会 再次回来一击斩 这沉重的剑压 令他只想逃离这里 后退的同时 减少了爱恩巨剑 带来的分量 爱恩紧追不舍 离卡尔多分拖 只能被动防御 只为寻找 一击致命的机会 从而扭转战局 在场的观众 目睹前任冠军 离卡尔多战局下风 逐渐被压制 既然拉开距离 也没办法逃离 被压制他的命 在接下几次 这恐怖的剑压双手 立马飞掉 与其防御 不如孤注一掷 把所有力量 堵在这一剑上 败再次一举 只听咔嚓一声 能见出现了裂痕 双方还在不断 号称最坚硬的编号剑 在眼前拦腰折断 现已落下 名剑碎的七零八落 成绩对了 普尔甘的编号剑 毫无疑问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艾恩创造了 难以置信的种种奇迹 下次的比赛 即经确定 四月的冠军总决赛 伊利亚灵赛 和艾恩帕雷伊拉 战斗将冉冉升起 让我们静静期待 每周点赞排行榜 体育连事 灯符连事 请我比赛 眼前的少年 时隔多日再次梦见 不停挥剑的神秘老者 转身凝视着艾恩 似乎有重要的事要传达 只见他张口动了动嘴 听不到他的声音 刹那间贝蒙的惊醒 对神秘老者说的话 非常在意 术阶上集 在与李卡尔多芬托对决结束后 四日艾恩在创造斗气剑的训练 反面接吸收了斗气 已经练好几天了 依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朱蒂斯还在一旁不断嘲讽 你以为斗气剑 仅拼几个月就能制造得出来吗 笑死人了 你要是觉得恼火 就制造斗气剑来啊 略略略 布拉特内心想法 觉得他很可爱 一旁的露露 用不怀好意的眼神望向他 另一边伊利亚的宅邸 只看他在为冠军争霸赛做准备 训练了整整一周 甚至都没有睡觉 反观艾恩这边 却因为自己的实力 不足以让伊利亚 变回原来的样子而失落 忽然朱蒂斯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沉思 这几天我挺恨你的 你不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变强了 而且才刚开始学斗气 就能运用的比我更优秀 你真是强得离谱的家伙 但即便如此 我也做不到讨厌你 我猜伊利亚也一样 虽然我也不清楚 她她现在究竟是什么状态 但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 因为你与别人不同 你更加以真心待人 为别人着想 所以你只要尽全力就行 这样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 得到朱蒂斯的鼓励 内心已经不再犹豫 很快来到深夜 艾恩躺在床上思索着 能不能和伊利亚打好这场比赛 不经意间突然睡着 梦到是成相似久违的场景 眼前不停挥见神秘的男子 他带着一阵寒意 且强烈的愤怒感变弱了 现在感觉变冷静了 没了之前执着的愤怒 神秘男子转过身 艾恩一惊居然在看着我 隐隐约约 他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距离太远 没听清说了些什么 想再次倾听 这事已经睁开双眼 他分明是有话要对我说 他想对我说什么呢 当日正午 国王等级的星晋强者 四月的冠军总决赛已经到来 星星艾恩帕雷伊拉 以及正名之地最强的剑士 伊利亚临赛战无不胜的剑术大师 他们都保持着全胜临败的战绩 但王座只有一个冠军 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专家级对战大师级比赛正式开始 作者也是要吃饭的 暂时做不了定时更新 正名之地的王座 只有一个冠军 究竟会花落谁家呢 比赛即将开始 比赛才刚一开始 伊利亚闪电般暴射来到艾恩身前 猝不及防之下 堪堪提剑挡下一击 可伊利亚的速度几快 已经来到她的身后 艾恩勇气无险地再次挡下一击 场外观众被伊利亚灵活免洁的 步伐所揪她 这时艾恩双手紧握巨剑举过头顶 不料被伊利亚看出 是成相似的场景 剑落下的瞬间 迅速向后三连翘拉开 数十能的距离 刚降稳身 紧接着双脚蓄力 如音速般暴露 刹那间伊利亚如同消失了一般 已经来到艾恩身前 这一幕同时也惊呆了布莱特等 莫非她在步伐上也运用了 显露 跳跃之前先凝聚斗气 然后再一瞬间引爆斗气 给自己进行了加速 这可是最高难度 伊利亚火力同态 显得狐猛不错 把艾恩的巨剑打得当困难 艾恩此时体能被动防御 用巨剑挡下致命的高速连击 换做是普通的剑 恐怕会当场碎掉 艾恩眉头一皱 只听轰 迅速将处于高速连斩的伊利亚 弹开几十米远 伊利亚满脸不可置信 这是什么怪典 艾恩乘胜追击主动发起进攻 两人都进入了残狗 这是什么情况 冠军伊利亚拿赛罗后急速跳 第一次看见他被激动 只见他满脸是汗 喘着粗气 神色看起来很慌张 伊利亚眉头一皱 看来这次要陷入苦战 观众开始不断议论 今天真的要击垮冠军的堡垒 重新振作起 顿时狂风四起 布莱特眼神异了 这一招曾是压垮他内心 自尊心的伊利亚家族天空剑 只听轰的一声 不等反应 飓风已经来到眼前 艾恩丝毫不慌 只见他收回剧剑白豪架势 只听轰的一声 释放出另外一股飓风 两股旋风相撞 相互抵消 片刻后场地尘土飞扬 硕大的决斗场 堪比经历了一次爆炸 伊利亚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 怎么会连我家族的天空剑还也会 此时的艾恩神色凝重 我知道你还没有拿出全部实力 快点拿出你的斗气剑 美貌与剑术并挺起的优秀女子 本想保留实力拿下比赛 面对艾恩的剑招拆招实力紧低 还对他出言挑衅 快拿出你的斗气剑 不然你的剑下一轮我会当场劈碎 受到刺激的伊利亚 他最终还是拿出了斗气剑 两人的真正较量才刚刚开始 观众席上的司机全程目睹了这一切 只见冠军伊利亚都提见聚集大量魔器 周围的环境开始产生电魂 差点见有种不好的预感 仅仅在一瞬间伊利亚已经来到了 自己身前使出了拔刀斩 腹部疾防之下艰难躲过 不等喘息的剑腿连续追求此上去 只见他眼神坚定面部凶狠 艾恩在对方高速 光是抵挡已经满头大汗 急需制造一个喘息的剑魂 艾恩飞的名字 更是靠近伊利亚身前 只见他高举拒减 伊利亚已经有种差距向后跳距 硕大地绝对 总算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 证明之地擂台能被劈成两半的 有史以来史无前例 场外观众脸上满脸震惊 居然打得不分剩下 此时的伊利亚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居然和剑术专家陷入了苦战 要速战速决 要是让大家看到我陷入了苦战 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传出 想到这放弃了 稳扎稳打的犀利进攻 静止地向艾恩窗去 艾恩再重复上次的动作 高举拒剑跳跃 宝得砸下 严陈四起 虽然论实力伊利亚更强 但得益于这段时间的训练 艾恩能顺利地剑招拆招 丝毫不弱于他之想 而但现在的伊利亚已经觉醒了黑色气息 对目前的伊利亚而言 艾恩是他的天敌 想到这 剑仿不是感受到 同样强烈般起具侵略性的意志 发出更加强烈的光芒回忆 像死神般朝着艾恩重重挥拳 只听框的一声 两人凌厉的剑气相互碰撞 产生的气势席卷整个决斗场 伊利亚还在不断地进行进攻 艾恩这边内心在不断回忆 在克鲁诺剑术馆和伊利亚的美好时光 要不是你先向我伸出援手 我肯定达不到如今这个境界 伊利亚还在不断持续输出 艾恩下意识地高速移动 阻掉了他的进攻 顷刻间只见他武器发出 这正是艾恩内心粗糙的体块 在每次的成长中都会进行一次打 逐渐成型 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斗气剑 刹那间 艾恩具现化的斗气剑光芒万丈斜膜退散 照亮整个决斗场 场外观众已经睁不开眼睛 只看到剑在发光 朱蒂斯和布莱特满脸震惊居然是斗气剑 战局发生了新变动 只见冠军伊利亚的剑碎裂被拦腰斩断 艾恩剑已落下 正名之地新的冠军诞生了 胜者 艾恩 塔雷伊拉 只见伊利亚的地上 失去斗气剑所带来的信仰 这是传来一道温暖的话语 伊利亚 我们刚比试完 做这种话挺让人惭愧的 不过我现在想跟你和好 你依旧是我最好的朋友 伊利亚露出了释然的微笑 在场所有人目睹了新任冠军的诞生 唯独只有一人 转身离开 无意中还碰到了旁人的被子 立马脑胸成怒讨要说法 手刚碰到对方 就被一道侵略性的魔器所侵蚀 普通失忆一般 忘了所发生的事情 司机内的心想 还真是可惜 他变得明亮无误 没有任何变阴暗的可能性 已经不再适合做魔人的资格 没想到这少年竟然拥有能驱魔的气息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了 好吧 给各位看官出道题 司机十年前十七岁 十年后是多少岁 把答案写在评论区相互交流 手捧鲜花的男人 才刚打赢对方就送对方复仇草鲜花 突然的爱情促不及防 顿时羞捧了脸 晚上睡觉 竟然要向梦中的男人发起停战 书接上级 爱恩觉醒了属于自己的斗体 并且斩断了对方的武器 赢得了本场比赛的冠军 风水轮流转今日到家 次日冠军诞生的消息 已经登上了新闻头条 内容则大相径提 爱恩怕雷伊拉多德冠军引起一证 原因竟是官方不应该容忍悬使 在比赛中使用连外形 都会产生变化的变化 需要探讨一下 是否有利要重新展开比赛 由于伊利亚 林赛表明立场说 无关键的性能 她愿意接受自己的失败 至此 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由此证明之地诞生了一位 新的剑术大师冠军 受人看向爱恩赞叹 她居然真的做到了 看似不可的事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不会轻易放弃的执念 现在的她和我第一次见到她 史相比截然不同 你真的成长了很多 布莱特看着新闻的报道 关心着爱恩 你的大剑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了 爱恩明确表示 是我刚刚也确认过了 她依然保持着 改变了形态后的模样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突然变回形态 所以我想去问一个 露露已经看穿了她的心思 你是想问梦里的那个男人对吗 没错 下次见到梦中的男人 就能知想答案 一周后 爱恩敲敲敲敲门 手捧复仇花递向伊利亚 爱恩还贴心地记得 曾经你最喜欢的复仇花 伊利亚欣然接受 并邀请进入 才刚坐下 爱恩表示 虽然我还没定好下一个目的 但这几天就会同事抵抬 询问伊利亚之后的打算 只见神色低落 双拳几 沉默片刻老实说 我也不知道 自从被你击败后 我才幡然醒悟 这段时间我到底走遍了多远 而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对我而言实在是太遥远了 眼前的路原本 是我人生的全部 可是就在她瞬间灰飞烟灭后 我发现自己眼前一片温暖 说着神色开始委屈了起来 爱恩这时向她发出邀请 我们一起走她 伊利亚顿时不好意思了起来 两个人一起是要带我私奔吗 人家还没有准备好 爱恩并露出了真诚严肃的神态 或许我也和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该往哪里走 我到现在也还在迷茫 但我之所以能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前走 是因为有大家的信任 我觉得这对你而言应该也同样的 就像我因为你的信任 才能坚持走到现在一样 伊利亚顿时羞红了脸 和之前高高在上的不样的插战 突然一手握住她的手 以后就换作我来信任你 伊利亚顿时羞红了脸 和之前高高在上的不样的插战 突然一手握住她的手 以后就换作我来信任你 伊利亚居然和异性有身体结质 娇羞了起来浑身一人 并且感觉这样也挺不错 换作其他人早就把手给她 爱恩真诚地说道 别担心 你肯定能做好 和我一起走吧 伊利亚 这样本是少女的她和尔玛散发 立马同意了两人一起的请求 布莱特都不需要过脑子直接拒绝 她一直以来都是独自行动 干嘛是到如今要加入我们 伊利亚一脸的失落 本以为是两人甜蜜的信号 原来是四人一起 几番周折之后 布莱特提出我们 毕竟是同一个建树馆出身 还是朋友吗 你老实告诉我们 你有心接纳我和朱蒂斯为同伴吗 如果要论同伴的话 你信任的人是不是只有爱恩 怕雷伊拉一个人 伊利亚被说得哑口无言不知所 朱蒂斯见形势不对 立马制止了布莱特的 处处刁难的演员 你在说些什么 还不快停下 布莱特又面带和善的笑容 我觉得我们得先拉近彼此的关系 听说分享秘密 能变得更熟 我先来讲吧 其实朱蒂斯直到十四岁 还会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 场面犹如晴天霹雳 那是在建树馆时发生的事 他连续好几个月没有说脏话 行为举止也很温柔 说着并倒着头 此时的朱蒂斯尴尬到极点 面红而赤 随后一群暴力 并且纠正他发言的对象 要讲就讲自己的秘密 两人情投意合地笑了笑 愤怒的朱蒂斯要求 他们也要说出自己的情势 这是财算扯平 很快来到夜里 艾恩躺在床上进入了梦境 依然又是哪位 不断规见万字的老主 艾恩迫切地想要知道 你到底是谁 告诉我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并且上次有话想对我说 只见老者目光凶狠看着艾恩 突然双手紧握拒减 眼前凭空出现自己的斗气剑 艾恩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就来打一场吧 只见老者挥舞巨剑 重重地向艾恩砸去 尘寸飞扬空气都在这 只见老者再次蓄力挥起来 这是大力团的一击 犹如被自己的攻击打到一半 正飞肃米 锦衣会的时间艾恩已经揣得粗气 不由的赞叹你果然很强 说着便紧握巨剑 注入凝聚斗气 想要用这一击做出了结 我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说着便高举巨剑 老者察觉不对 但也来不及反应 硬接着下这一击 只听卡擦的断裂声 老者的巨剑被拦腰斩乱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仿佛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并对艾恩说出有史以来第一句话 会替你加油的 艾恩一行人坐上车车 前往布尔卡利 半寿人都市 在哪里半死一位 被遇满神的打闲者福尔加 常被誉为寿人族最伟大的占卜师 他能揭开梦境老者困惚已久 书接上集 老者只对艾恩说了一句 会替你加油的 说着声音还是虚款消失了起来 等等你还没有解答出我的问题 艾恩顿时梦不惊心 紧接着称述起梦中老者所说的话 他像烟雾一样消失了 那个感觉很微妙 我有预感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梦中 寿人提议我们把下一个目的地 选为杜尔卡利 那里也是我的故乡 我的师父就在那里 寿人族最伟大的占卜师 大贤者福尔加尔 次日已经准备好马车 准备离开正名之地 伊利亚拜别的随身护卧 转身离去 看着马车渐渐远去的声音 正名之地的居民开始躁动起来 冠军竟然走了 那么接下来 冠军投机数据了 整个氛围瞬间高涨起来 马车这边已经到了休整时间 布莱特表示 你每次都负责照顾我们多辛苦啊 之后就由我来驾驶马车 受到鼓舞的朱蒂斯 也纷纷想出一份力 今天的午饭就由我来负责 不一会就做好了煤炭鸡腿 虽然瘦了点 伊利亚也想参与其中 熬制了能做毒鸡汤 寿人无奈说到料理 还是重新交给我吧 布莱特驾驶的马车 也撞到天使上 寿人一脸无奈 接下来只能行 这时刚好有商队结果 随即坐上马车 经过数小时路程后 伊利亚发起了呆 驾驶马车的父子 犹如梦总经形 在正名之地活跃过的 克鲁诺的黄金时代 父亲边打个人教教他 那么厉害的大人物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偏 我带你看看 你看他们的长相 老像是黄金时代 一看就是一群流浪 于是继续向前行驶 车夫看了什么下的 瑟瑟发动 遇到半兽人盗贼团 他是只喜欢打斗的 半兽人盗贼团的手艺 他不接受任何交涉 差那间所有盗贼 从而上 剑术的肌肉 加上凶狠的眼神 手中的武器 砸向车夫 今把GDIM剑 将盗贼拦腰斩断 朱蒂斯 布莱特 已经伊利亚 二话不说一刀 解决一个想 以及快闪电般速度 所过之处失手分离 车夫感叹到 这是群比人类 强上好几倍的 半兽人 起来一急就解决 难道他们是 真的黄金时代客人吗 兽人的真实身 竟然是王的侍子 只因他的父亲年轻时 一时快悟 让本事平平无奇 身材曼妙的 怀了孕 生下了他 他也就名正名顺 成为了王的继承人 眼前的兽人 本想带着大家 前去自己的故乡 拜访自己的师父 胡尔加 只因离家太久 把师父夺活熬死 好在师父的魂魄还在 一言道破 艾恩和梦境中 男人的关系 想看全文的 可以点开播出主意 登陆即可 帮播主完成个 登陆访问机率 搜索名称 乱多少爷的决心记忆 书接上集 车夫刚确认 他们是黄金时代 克鲁诺剑术馆的身份 艾恩一行人 展开了碾压式的进攻 遇到一个盗贼 只见盗贼不要命的 发起网络 艾恩 切太门 让前男腰切斗 此时守卧剧剑 沾有血迹的艾恩 神尚能重 手上已经沾染了六条人命 第一次杀人的打起 还没有准备好 下一秒立马调整好状态 准备下一轮的进攻 盗贼手里面看行 是不对决定 优先亲自处理几手的少年 只见徒手抓住手下的脑壳 徒手灭碎 触发血之咒术 背上布满血迹咒纹 下一秒全身肌肉隆起 身体的力量增强了数倍 配合着吸收血液 充斥着全身每一粒血 感受着全身翻语的力量 忍不住发出爽快的露 受人健壮 这是牺牲他人的生命力 一次提高力量的技术 话音刚落盗贼手领 游如塔克战车型 只听见了一声 一把铁铁连同盗贼手领 一同相互鼓闭 不等反应的机会 身穿金色盔甲的战士 闪起了眼前 左手的在他的头上 刚获得力量的盗贼手领 为再次相入更时的统 盗贼团的大势已去 便高举铁锤呐喊 给我进攻 大批的战士 往上越了解 清理甚为的盗贼 很坦白 这时的兽人当起了解说 他们是杜尔卡利的 伴兽人战士 而在那边那位 就是杜尔卡利部落的 上院族长 也是一名精灵术师 更是大陆十大桥者之一的 伴兽人卡拉库 也是我的父亲 父子之间的再度从访 却遭到父亲卡拉库姆 离开这里 用不准踏入一步的警告 不然我将不念父子情面 就此了解 兽人也是真男人 直言办不到 并且想和塔拉库聊聊 不可能 赶紧给我离开这里 话音刚落 艾恩站了出来 婴儿子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才回到这里 不如先冷静下来 和他好好谈谈 你又是谁 我叫艾恩帕雷伊拉 是库败尔的女人 也是他的同意 这是部落内部的事 更是我的家事 你一个外人没资格插手 既然要插手的话 你做好替朋友分担的绝物了 只见艾恩从容不破 当然为了扑干 不管什么是我的原因 插那间卡拉库 随着会去斗气 既然这样 那就有实力来挣托 说着已经抨起锤子 重重向艾恩杂群 高速选转的铁锤 无比吃力的打下 人的真实身 竟然是王的侍子 只因他的父亲年轻事 一是快活 让本事平平无奇 身材曼妙的女子 怀了孕 生下了他 他也就名正名顺 成为了王的继承人 眼前的兽人 本想带着大家 前去自己的决箱 拜访自己的师父 卧尔加 只因离家太久 把师父活活熬死 想看全文的 可以点开播出主题 登陆即可 帮播主完成个登陆访问记录 搜索名称懒惰少爷的觉醒机 怕那间卡拉库 鞋子会去斗气 既然这样 那就用实力来挣托 说着已经抨起锤子 重重向艾恩杂群 高速旋转的铁锤 无比吃力的倒下 弹开锤子 弹开锤子的同时 卡拉库姆 已经顺不来到艾恩跟进 紧接着提起斧头 被艾恩策势 卡拉库姆见状抬起脱手 仿佛感应到主人的召唤一般 回到手上 铁锤归位的瞬间 静止轮响艾恩 毫无防备的艾恩 用斗气包裹住全身 从而承受住了毕命的一击 从而受到卡拉库姆的称赞 伸手不错 把晶元素运用的一道好处 不过能撑到什么时候 就不好说 高手过招狭路相逢有准胜 你竟然以人类之躯 承受住了我的东西 不过也就到此时 艾恩的巨剑已经贪飞 即将得逞之际 直进他丝毫不忘 一瞬间斗气剑 重回自己手中 卡拉库姆顿时一惊 被艾恩的巨剑弹排 卡拉库姆剑形势不对 接又回来的难道是模仿吗 我认可你的实力 要是我不全力以赴的话 就很难打 但也到此为止 最后再紧张一点 要不然下轮的攻击 可以让你变成残忌 情况紧急之下 中途跳出 露露只见全身散发紫色气息 随着光速逐渐形成圆球 展露出头脚 以及吹它可动的影响 露露人形的姿态展现出来 站在至高处俯视着卡拉库姆 本以为是小猫的东西 只见双手举个头顶 需要魔杖踩的是 巨大的火球手 重重砸下 从卡拉库姆头上滑过 卡拉库姆一脸猛逼 是来搞笑的 卡拉库姆后方的士兵重重打 没带清了一波冰线 火球术货后出现了一道 带着火焰的深坑 朱蒂斯和布莱特惊掉了下来 兽人因为不想连累他人 挺身而出 随之跪在地上 真诚的道歉 成功打动了作为父亲的心理防线 转身并要求回去再说 露露也随着魔力耗尽 退回动物的形态下 全身贪软 见你这么努力 我也一直都在修炼 我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变成那种样子 不过我好困了 变身好累 需要休息 紧接着一行人坐上马车 前往伴兽人的城市 杜尔卡利 兽人的真实身 竟然是王的世子 只因他的父亲一轻视 一时快乐 让本事平平无奇 身材漫妙的 怀了孕 生下了他 他也就名正名顺 成为了王的继承人 眼前的兽人 本想带着大家前去自己的月乡 拜访自己的师父福尔加 只因离家太久 和师父佛活熬死 想看全文的可以点开播出主页 登陆即可 方波主完成的登陆访问记录 搜索母称懒多少爷的觉醒进来 紧接着一行人 坐上马车 前往伴兽人的城市 杜尔卡利 刚到宅邸 兽人就被入境审查 求为兽人是这里的王世子 所以才会需要对他进行问责 这是下人传唤的 塔拉卡大人要面见各位 塔拉卡是兽人的弟弟 也是这里的组长 推开房门 眼前的人正是塔拉卡 满脸慈祥和善的笑容 传闻中可是和父亲一模一样的 谈报 本人和传闻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很温柔啊 你们不用担心 大哥已经顺利通过审查了 现在他在走最后的行政流程 这时艾恩问起受人绅士 塔拉卡也毫不避论都市告知 这事情从身为上一任组长的父亲 有两位夫人说起 身为我的母亲是正妻 却迟迟没有预约 之后放弃了生育 二夫人在此期间生下了我大哥 也就名正言顺的成为继承人 可是在 可是在大哥逐渐长大后 我便出生了 自那之后 族内局势开始凝乱 虽欲大哥是庶出 但他已被立为王世子 所以当时国内存在两股势力 一个是支持大哥的势力 另一个是支持我这个正统继承人的势 虽然我们私下关系较好 但双方势力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大哥为了平息所有矛盾 不自离开了不足 所以十七年后的今天 他成了两方势力都厌恶的人 所有人都投来比喻不懈的眼神 出现在我们面前 事情就是这样 为了报答各位恩人让我大哥平安归来 我想送礼给你们 这里是杜尔卡利的梦 在大陆上也挺出名的 你们尽管挑吧 为此大哥还给你们专门挑选了武器 这两把叫阴阳剑 一把如影子一般蕴含着阴气 另一把则宛如太阳一样蕴含着阳气 俗称分别叫轻剑和斥剑 刚拿在手中武器用强烈的光芒做主 这意味着武器确定了主 一旁的露露和艾恩也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武器 露露把一堆武器整合于自身 都想打包带走 刹那间发现一条别致的项链 这是在很久以前某个优秀的精灵术士所佩戴的项链 它是一个很老的物件 虽然不知道它的使用效果 但魔术师的直觉不容小觑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拿去吧 伊利亚这时也选择了一把短剑当作武器 只因不知道自己适合那一把 随便拿了一个 这时寿人迎面走来 告诉了一个坏消息 师父一年前就去世了 这让艾恩心头一颤 不过师父给我留了一封信 师父早就知道了我会和你们一起回来 他在心里留下了痒痒 只是我未能解开 转瞬间一行人我来到了练武场 场外的小卡拉一旁数落他们的生活背景 三个都是有名的贵族子弟 但是那个红发的连知名姓 是都没有的怎么混进这个圈子的 这就是个莫大的耻辱 殊不知谈话声音说得那么大声 就是故意让朱蒂斯听 布莱特也不想是大让其人 答应后过了一个星期 一旁的小卡拉还在对他的声势喋喋不休 听了这么长时间的朱蒂斯终于忍无可忍 静止地走向他们的对立面 与其在背后说些话不如我们来打一场 对我不服不爽的可以统统抢 罢音刚落 荣誉满身的富特昆特 身穿盔甲迎面走来 你挑衅了我们所有半寿人族 我不能做什么 这样也好不然你来提不出你负责 争吵中两人火药为越来越濃 突然闹出个憨憨 打断了两人即将开始的对决 竟然是古尔加尔大人复活了 只见他全身透明漂浮在空中 成了个阿飘 看来就是你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直说 我能解释你的梦境 以无比好奇的梦境中的男人 他是你的前生 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你 好奇的梦境中的男人 是你的前生 是艾恩的前生 没有 但是你现在没办法直接开门自己的前生 我还需要准备一下需要你先轮回 为了不让你们等得无聊 我给你们准备了你 不过我得和卡拉凯先商量一些 顾贝尔 你去把卡拉凯交过来 好的 师傅 我和古尔加尔大人商量好 我们要送你们的礼物是 古尔卡利的高级战士们 传承下来的斗气运营 有些神功 组长 我反对 怎么了 哈利法 我想访问您 您为什么要独自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正是夫人势力的最高权力者 哈利法大师 那可是五行神功吗 是多尔卡利族的伟大战士 历经数百年舍身摸索出来的 运用斗气和锦灵的精神 您怎么可以将他交到 认识没几天的人类手上 这么做并不只是为了教授他们 有些神功 你心里应该也清楚 正是因为曾经的英雄们 和其他种族分享知识 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半崖 他们可是证明了自己身为伟大战士的资格 但这群人不一样 退一百步讲 那两个剑术大师 以及英雄的后代 也就是劳埃德家族的子孙 他们过去居然想 但那个红头发的剑术并没有资格 无论是他的家族还是他自身 都没能证明他具备资格 甚至还大放厥诀侮辱 请你不要颠倒黑盘 是你们先侮辱朱蒂斯的人 组长 无论我们谁在说话 那个人类见识确实还没能证明自己的战士字 不是吗 所以 我请求召集大会 不过 我劝你别想请你将刚刚说的那些话 你离开 昆特 我让你战士的名誉 在大会中信息真相吧 好的 抱歉 麻烦你们在这里稍微等一下 这都是我的错 我当时应该再忍一忍 对不起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不负责解决证 是 朱蒂斯吗 朱蒂斯竟然道歉了 你说什么 你这臭小子 这时塔拉凯一行人禁止财来 我听昆特说了事情的所有节目 我代表我们不总向你道歉 另外 我们通过大会做出了决定 很遗憾我们不认可你的资格 但是只要你能通过部族船部 和服战士整个队 不认可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挑战一下 没有背景的朱蒂斯诺许道 我愿意 总别担心 朱蒂斯 普尔加尔大人不是说了吗 那是给我们的礼物 既然如此我怎么可 我试炼 四日 战士的试炼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出色的战士而进行 试炼将会以空手活动的方式进行 并且需要连续打拌三名高级战士 才能对任何几次 朱蒂斯 加油 第一场试炼昆特的VS 受人阻止了八字内心的嘶吼 哦 滚出去 人类 昆特一招至少了 昆特一脸傲慢的表情 我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战士 哼 那就让我好好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决斗刚一开始 昆特已经顺步来到一起了 朱蒂斯显得从容不过 昆特以为能得手之际 朝着下巴来了一击重拳 昆特的手下平静瞬间要么呆住 拿得好 当才只是大意了 猛的挥拳挥了个空 在朱蒂斯犀利的身法下 昆特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变成了对方的人肉沙包 此时的他被吓得瞳孔放大 朱蒂斯还不忘嘲讽 喂喂喂 再加把劲啊 你的手下都在看着 不觉得丢脸 你知道什么是正真的战士吗 说着已经来到昆特身后 用上了锁头沙 被锁住脖子在极限缺氧的情况下 最多也就只能坚持三十个后 随着挣扎的剧烈 朱蒂斯就累了跃脱 昆特还是无法挣脱 视线开始舞 双脚开始摊扰 顷刻间坚持不住投下 这怎么可能 人类怎么会 居然恐惧不动 就打破了半数人 一个小菜物还捏捏 真正的战士挂在中边 太棒了 我不对 这才是朱蒂斯呢 把后面的家伙 也全部打倒了 伊利亚顿时一惊 刚才我听错了吗 场地传来沉重的固化 昆特这家伙上场前 一直说大话 结果还是放松了几屁 第二场失恋 加兰VS朱蒂斯 直接开打一个黄奈 当然可以 加兰 上场了 他是三个人 里实力最强的赢 比赛一开始 瞬间原地消失 看到他拳头缠绕着斗鸡 紧紧一击 便让朱蒂斯击飞几十年 我和昆特不同 我不喜欢变数 我会全力出击的 为了当面看见 艾恩内心的前身 需要五个人 同时躺在祭坛里面上 书接上级 为了获得五行神功的突破 即将进入第二场失恋 这次对手不能进去 要是论斗气的总绝的话 加兰更省一场 虽然这个差距不至于 让他们俩直接奋纸守护 但这必将是一场应战 在刚一开始 加兰率先进攻 一个灵魂的阻神朵 紧接着又是一局 侧身后摇轻松朵 朱蒂斯通过不同的夺手 分析对手的进攻方式 但是我和他必然相差太多 我得想尽办法 突破这个难点 加兰顺势使出膝中 无敌靠带 朱蒂斯被击退数十年 下盘稳稳地保持着站立姿态 还未站稳身形 加兰左脚蓄力抱手 右手还凝聚斗气 他要从右侧抵击过来 不对 是假动作 真是够喘 紧接着轰隆一声 朱蒂斯被踹飞并且随同献血 加兰如同沙神般俯视着朱蒂斯 也许你因为走运赢了他 但每个人的命运和能力的上限 都是与生俱来的 每个人的位置都早就定下来了 穷人就该有寒酸的样子 此时的加兰犹如山峰般高大 我希望你从今天起能摆征自己的心态 弃权吧 我身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可以给你最后的宽容 懂了吗 只见朱蒂斯内心没有丝毫动摇 根是直言挺心 也废话了放得坏 受到挑衅的加兰已经开始愤怒 看来你还是没听过 不会再给你放手 我这就送你上西天 到天国后部组 话音未落 红扫腿 打下主司 吃力荡下 顺势又拳 朱蒂斯灵活身发动 就只可以 下一秒抱住了加兰 顿时一惊什么情况 面不猙獰的朱蒂斯 用全身的力气用头追击中了加兰的手 兽人手领一脸震惊 怎么回事 加兰差点上过来气 朱蒂斯乘胜追击 成立冰药的力 追出火焰包裹的拳头 灵活堵住加兰的挥拳 重重追击 拳头怎么这么烫 蕴含了火焰的吐气 他怎么使出了从未学过的五行神功 两人还在不断互欧场 我的手好他 火灵气是五行神功中最难操纵的武器 要是操纵的不好 反而会伤害到自己 他只是在拼尽全身力气 硬撑 加兰打中了他的面 很快对他的脸进行抽搐 如果说我从未羡慕过朋友的男人 你只骗人 可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自己出身 只是在面对 布莱特的从容不破 和艾恩的刚毅不屈 以及尼利亚的主意天 我也想成为小汤一样 所以 我才会嫉妒他 然而我并不讨厌 总是极度复杂的自己 这份自卑 这份欲望 让我成长到了现在 这就是我 以后我也会继续 下去 场外艾恩一行人 再不断地加油打气 一定要有 朱迪斯握着拳头燃烧炙热的 直到我成为最厉害的人为止 我绝不会停下自己的脚 直到我成为最厉害的人为止 我绝不会停下自己的脚 说着就能全砸起家人 当面看见艾恩内心的前世 需要五个人同时躺在祭祷的 朱迪斯握着拳头燃烧炙热的 直到我成为最厉害的人为止 我绝不会停下自己的脚 直到我成为最厉害的人为止 我绝不会停下自己的脚 说着就能复杂醒加兰 没有火焰加持的 加兰不甘心的同志倒下 比赛结束 胜着朱迪斯 他以弱小的身躯赢得比赛 胜负欲望影响着他全身的细胞 感受着胜利的喜悦 让他发出爽快的怒吼 场外的观众 天哪 居然输了 不 我们还有法喊 法喊 把他打趴吧 快去为兄弟报仇 法喊 说着法喊的父亲来到人前 哈利法大师出马了 难道他想情自上 爱恩见证了 即便是朱迪斯 以现在这个状态 犯出人吧 会死的 朱迪斯依旧从容不惑 赶紧出什么 只听说了一声 输了 场面瞬间突变 什么 以不屈服的斗志不熄灭 你去对战士应有的所有品质 是我们输了 我认可你为真正的战士 一周后 在学习五行神功前 我们先举办五行仪式 由杜尔卡利精灵术士 戈尔哈亲自准备 这个坛子是我们杜尔卡利精灵术士 祖祖辈辈子来家里 你们把手伸进去 然后从坛子里 捞出无形的气息 就明知道最适合 自己的灵气是什么 到时候学习五行神功时 肯定能帮上你干了 那么朱迪斯 先来吧 只见他把手放入坛子 感受到奇怪的感觉 掏出一个光球 丢出 刹那间 火焰还包裹的炫风 兽人一足满脸不可置信 还算可以的 这是 我在五行仪式中 见到过的最大的火焰 从他们考验你时 我就看出来 你的火灵气十分强大 下一个是艾恩 塔雷伊拉 丢出 落地幻化出尖尖角 转瞬间呈现出巨剑的形状 那是火刻镜 撒在地面上的火花 打磨出了巨大的惊气 不仅仅能同时显露两种灵气 它竟然还能制造出 外形鲜明的惊气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 你以前学过 有关灵气的知识吗 库拜尔曾简单地告诉过 我相关理论 凭借理论知识 就能如此熟练地 操控武器 难道这就是 伯尔加尔让我们 传授给他们 五行神功的原因吗 这有什么 反正我的更大 我是说火焰的大小了 别的不说 在这方面 我绝对不会输给别人 布莱特一直在远处 看着朱蒂斯 真是太好了 从我们在 艾森马克特时期 你就一直很沮丧 如今你终于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战斗方式了 朱蒂斯 你真棒 老婆笑开花的模样 也好可爱 一旁的伊利亚 这次没有听错 一脸厌恶的神情 看着他 你原来喜欢朱蒂斯 立马远离布莱特 你误会了 等一下 下一个是伊利亚 林赛 看来你也是火灵器的 道布莱特 毛埃德 竟然是水灵器 最近大部分年轻人 都是火灵器 你们所有人 都具备不容小觑的灵器 看来我们这次 能通过与你们的交流 得到进一步发展 哈雷伊拉 我来当你的老师吧 我很荣幸得到 您的教诲 忽然一个声音 打断了谈话 塔拉库姆大人 古尔加尔大人 传来了口气 大人已经做好了 确认前世的准备 他让您带艾恩 立即奔赴灵山 大家依次躺过去 接下来我们要去见一见 那个令艾恩 怕雷伊拉长久以来 苦恼不已的梦中男子 眼前这个阿飘古尔加尔 只是打了个响声 便让众人沉沉睡去 再次睁眼 只见两名士兵跟我说话 时间到了我们的组里 我上一世居然是灵族 随后回应一声出发 才刚到街上周围的民众 不停地看着我心中 听说现在到处都是灵族 他却要离开流地 我还听说 他被恶魔上了身 还夺去了自己的孩子 说不定他早就沦为了魔人 随着议论的不动 民众大声呵斥 灵族你就只想着 自己活命中抛下流地 这时来了一个 焚身是伤病入高峰的老年 是您把魔物都解放 您真的想把我们的命 卖给恶魔吗 我本想安静地离开 此处的谈来是做不到的 虽然不知道 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我的孩子突然没了呼吸 突然身后传来 沙沙沙的声音 孩子成是小脸 还不断发刺 毛不索然的嬉笑 那孩子的命在我的手上 我们来玩个游戏 把卡仁温克 我可以救你的孩子 但是你的妻子和孩子 只能活一个做出选择吧 与孩子短暂地告别后 把孩子转交到我的手中 只见妻子转身 静止走向窗台 为了救妻子 我把孩子放在一旁 离别前最后看一眼世界 随后跳下 我伤心的痛苦流泪 很是自责 身旁又是那小丑 带着毛不索然的嬉笑手 自我了断是妻子群 不是 所以你违反了游戏的不足 只是略为夸利 并让孩子有生命 刚才的游戏不算 我们再来一次游戏 这次相对容易 从孩子的性命 和所以领地 此前的性命出现 至此那天 我不仅失去了妻子 还失去了孩子 病泱泱的老人 听着飞船的 之后事情还没有有绝承 恶蒙小丑 还说我身上不许 要是我在待在这里 会连累到这个军迷 我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帮助 但是你们也不要买着 离开村子的逃走 恶蒙小丑 还在不断地吵 怎么会没有一个人 送你一场 身为这里的灵住 他们牺牲了这么多 就这样 那群不懂得感恩的村民 你不想对着他 他们是无所谓的 只有跟你一样 失去家人 才能离近五杯上 我该走了 对了忘了告诉你 你身上一开始 就没有什么存在 包括你的孩子 要是想报仇的话 可以来南部山半山 警察招呼 嘻嘻嘻 卡仁温客顿时贪然在地 并且发誓一定要除掉 无论花费多少年 必须要报仇 时间一晃过了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子 正如正片开始说 讲述的村子来了一位少女 这半年以来少年 一直不断地在挥剑 从小听他练剑的锁 在一旁头看 每次挥剑身边 都能听到恶魔的第一 被恶魔浮身了 快离开这里 我不能教你建设 抱歉 我的心中不断燃起复仇的火力 脚下再次传来内袭的怨念 一刀斩乱 阴魂不散的怨念 再次跑到头顶一段机 换谁看来我已经疯了 当传来熟悉的所以事 尊主 正是我的妻子了 我知道这是虚假的 我要起走 之后这些东西 每天都在我面前上演 不知道过了多久 已经觉得这些都无阻 这三十年来 每天不吃不喝 挥剑万次 风雨无阻充不懈怠 从一开始的少年 现在已是独当一面的男人 走过之处 被弥漫的空间所吞噬 这几十年以来 一开始我觉得 是恶魔小丑派你 我现在顿悟了 你们是被增悟和愤怒 等负面的情绪 一直闯造成 我感受到那个小丑 正在眼前 说着手中 紧不入气剑照射黑暗 一击树斩只听他差一遍 黑暗空间出复的裂 正是恶魔小丑 能完美的下一个事 二话不说 巨剑猛的悲剧 小丑不敢详细 居然能划开黑暗空间 不等他说话的机会 凝聚斗气剑 小丑也放话出号 这 下一本正中的小丑 他们劈开黑暗 我没法抵抗他 要赶紧逃 不然要死在这 我胜券在握正当 我想要追击时 一阵剧痛传来 我的肉体 偏偏这个时候达到了记性 我明明造出了 能劈开黑暗的前例 却没办法 处置这个诺文 如果我现在这份心意 这份医院能传递 你愿意付出一切 而继承了他医院的人 就是你 艾恩 塔雷伊拉 日洛布莱特和艾恩 坐在练武场边上 回忆起建树馆的往事 天才伊利亚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悬殊 而你却也在日复一日的 迅速成长 在你超越我的难度 我感觉自己一直以来 走过来的道路全是错误 其实我喜欢朱蒂斯 艾恩一脸差异的 跟不情忘却 次日 组长履行诺言 亲自叫到艾恩 乍立了往期之间的对抗 途人居然发现 艾恩成长的血 因此心境为发生了变悟 因为我有了想做的事 我想挥舞我的剑 组长应是你 让我来看看你的志向 有多高人 在我听来 你是想走英雄之路 这话不是任何人都能挂的 你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吗 艾恩目光坚定 如果这份执着意味着 要走上英雄之路的话 我也愿意 你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吗 我目光坚定无评 两股气势相撞 发出阵阵回忆 就凭你的这点实力 替英雄穿行 酋长发自内心的怀疑 能终成难过的这份阶 紧接着我提醒 最近发出批裂大地的印记 因为动作速度太大段位 等级高一些的动力性增弱 你就这点实力 我会用我的剑来告诉你答案 酋长歪嘴起飞一下 我可是继承了 前世的记忆位置 不会变得更强 就算没看到前世的记忆 我也会寻找你净宝 位置起来 达出权力刑罢 没有就让你爬不起 和酋长之间的对决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帮各位看完 跳步这段思虑 和我们众人井下 发出法治的光芒 一旁的导师 最后是伊利亚 都来了几个月了 没有太大的金属成长的火 按相当于队友天赋的而言 你要付出十倍多的努力 才达到别人 为诸所今后的努力 伊利亚提供满了的失望 对于有天赋 你也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而我们却要十多天的努力 想象都非常不容易 我内心已经猜出了伊利亚的心 布莱特学有所成 打算离开此地 我决定是要再待自己 我是担心伊利亚 想陪她一起 我才来布莱特的事 有一堂见识 其实我真实的目的是 想去见一遍 布莱特见早不再多问 目光探向朱蒂斯这边 朱蒂斯的胜负 与驱使他 他看到了艾恩的前身 拼尽一时的男人的责务 如果我有他一半的努力就好了 或许我就差一点 我只要再继续努力一下 布莱特来到身后 向他发起几遍成功的队友 只停枪了一声 话音刚落朱蒂斯闪电 但以来布莱特也 是吃干饭的 即使作主 实力挺强滑 上次对练判若两个 只能说明与你对练的 我现在是最佳状态 我心里有堂火焰 正在急速燃烧趋势中 我的水灵气 居然不如他的火焰 而且火焰还在不断膨胀 我的身体 已经感觉到越来越苦烫 一个前华 在街上带有灵气的阵击 布莱特重重地摔在地上 知道自己做得太过 朱蒂斯前来查看 布莱特的伤势 我差点被你跑出过去 我也没想到 因为这样的感觉太转重 布莱特这时的眼神略达 看着朱蒂斯出现 你显得的 忍不住他能说出行 没听懂你 我就是喜欢 听着朱蒂斯一时愣住 我把你当兄弟 你居然想套 还要我跟你做羞秀的事情 估计如此还想救 就是阿明 朱蒂斯我喜欢 乐乐哈 断指绝寸连缓中去 我刚才拳头 还没带火焰的 下次不许再开这种玩笑 阿哈我的胯下 你干什么你疯了 我没有开玩笑 什么 什么就是说你真的喜欢 真的吗 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对我那样 哎呀你干嘛 要问这么清楚 此时两人的关系 进入更高的从此 成败在此一局 要么啪要么就连环啪 首先我觉得你笑起来很可爱 朱蒂斯听得脸庞微润 布莱特承圣追击放出狠话 你所有的模样 在我眼里都很好看 不论拉翔摔鼻涕 粗俗的大口吃饭 偶尔哇哇鼻屎 在我眼里都很好看 听得朱蒂斯脸 更加通红 说了一大堆 就只听近几个字 我很好看 到你回答了朱蒂斯 你觉得觉得我 我没有 女子被同班同学兄弟 突然告白 女子当场愣着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想泡我 还想借空空的肚子用一下 男子想要耍帅 继续说道 我喜欢 话音未论 连续重拳 抗扑男子面门 而且还面带娇羞 女子摆出男人般的架势 面红耳势 内心躁动 俯视着倒地的男子 下一秒男子瞬间站起 好像没事一般 继续靠近女子 朱蒂斯慌了 已经彻底乱了阵脚 男子见气氛 已经奉托到位 那般迷离的眼神 帅气的脸庞 女子已经不再反抗 愿由男子靠近 另一边 露露从项链上 感受到了特殊的气息 身为千年魔法师的 他对项链 视长的毕生所需 丝毫不起作用 最后突然想到什么 只见光芒战斗 露露转变为人的形态 让项链吸收少女的气息 使其显出魔术多度 下一秒只见 露露瘫软在地 项链严死不动 必须让哥尔哈耶 教教我精灵术才行 我只见 躺在地上的露露 向我打招呼 我认为露露只是在睡觉 傍晚 狡急的月光照耀 而我却无法入睡 你还记得吗 我们偶然遇到 伊格内特的那天吗 但下一次 我就不是向你心中的 钢铁提出邀请了 而是向 哎 帕雷伊拉 嗯 我记得 在你看来 现在的我们抬头挺胸 堂堂正正地 站在那个人面前吗 你不是已经知道 我的答案吗 而且你已经决定 好了下一个努力 对吧 没错 另一边 西利亚还在刻骨练习 我现在这是在干嘛 这样真的没关系 其实我没必要 如此执嘴 我都忘了 伊格内特在我看来 始终是我无法跨越的高强 哪怕我很努力地追他 我始终只能站在他脚下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随即叫住了他 伊利亚 你现在有 下一秒 两人不觉得尴尬地 坐在一起 伊利亚打破了 尴尬的气氛开放 你最近怎么样 训练顺利吗 哈哈哈哈 我还是老样子 我能感受得到 爱恩散发的温暖气息 只要和你待在一起 我就会变得很放松 不会有任何担心和顾虑 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一直待在你身边 场面犹如约会的小情侣 连特效都做全了 其实我有一个想见的人 所以接下来 我要去那个人 送来的地方找他 你想见谁 伊德内特 克雷森西亚 我想去找他 伊利亚听到这个名字 不由得心脱遗产 我之前遇到他的时候 记录过他 因为我觉得他拥有了 我都不得到的 所以在他面前 我抑制不住自己的目的 那时候的我 既觉得丢脸又不然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握紧我感觉自己 终于能躺着正正的面对你 说不定他也能给你带来变化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伊利亚好像明白了什么 其实我 一直在逃避 我没信心面对伊格内特 我一直以来都在害怕 自己会被恐惧击垮 才会四处都猜 相同的伊利亚便和爱恩一同前去 时间很快来到分别的日子 朱迪斯抱着陆龙一步手 蹭来蹭去 布莱特等几人相互拜议 一路顺风 我们会想命 我隐隐约约看出了端仪 平日形影不离的躺 怎么离得那么远 还没问清楚情况 已经快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拜别布莱特朱迪斯等人之后 我也在努力修炼 伊利亚这边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进展 全身被笔运套般 0.01毫米厚的光芒所包裹 陆露这等高位格的法师 施法都能打法杖 兽人组组长面上说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送你们离开了 真可惜 我之前和你们相伴了一遍 结果现在却要红开了 总感觉心情很微微 我会很想你的 顾贝尔 我听父亲说起过你的愿意 你一定要实现 其实我还是有些担心 虽然我对自己选的道路有一定吧 但究竟能不能胜任谁也说不住 兽人握紧裙套 不 你一定可以的 艾恩 你有一股特别的力量 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光亮 和你在一起的人 都会因为你发生改变 这是你独特的能力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如果是你的话 一定能改变世界 落日的太阳照耀着大地 过去十七年来 我一直在不断彷徨 是你帮我摆脱的那个感觉 我的朋友 我的徒弟 你的师父 艾恩 你对我而言 是一位英雄 我顿时阴沉着脸 随即说道 谢谢你 互败 我会尽我所能 成为所有人所说的英雄 艾恩 我们该上路了 下一旅途即将开启 养人的命运究竟会如何 时间很快来到夜晚 马车依旧在不断前行 马车内的 赫然正是布莱特和朱迪斯 朱迪斯显得异常的温顺乖情 布莱特眼神依旧散发出 撩人的攻势 回味着之前答案 很显然 这明显的不拒绝 也不接受 布莱特内心一万个搞不懂 气氛都已经到位了 还是没有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 难道是我太心急了 变成小女生的朱迪斯 停下了脚步 给布莱特留下希望 我之后再告诉你 这让布莱特一下感觉自己又行 一屁股 趴击 猛坐在朱迪斯的屁股边 还处于少女状态的朱迪斯 被他的气势所吓到 还十分缠绵地说 不行吗 这让没谈过恋爱的朱迪斯 嘴巴直接按摩呆住 饿了半天一句话也出不来 最后选择了默认 不接受 也不拒绝 让他自己想 两人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直至天亮 最终回到克鲁诺建树馆 才刚进门就听到撕裂大地的动静 只见管主正和一男子进行决断 能把场地弄成这样的 实力应该和管主旗鼓相当 和管主对战的正是剑术大师 坤 得知男子的身份后为之震惊 坤可是大陆号称最强的剑士 不知道遇到爱恩会被抽成什么样 这时的管主才注意到自己的学生回来 我们游历一年之旅回来 当管主看到朱迪斯时 称其变化很大 全是散发出避孕套0.1厚度的光芒 剑术大师 坤 你就是朱迪斯啊 有什么问题吗 只见老男人一脸猥琐 乖嘴邪笑 你来做我的徒弟吧 我当场愣在原地 这位面向阴险的男子 只是马车租聘所的马工 不论男女哪怕只是苍蝇都能从中挑肉吃 只要有客人到场立马换一副人猪无害的笑脸 正是我和伊莉亚 因为路途遥远我们需要一辆马车 就由我来担任你们的马夫吧 我叫乔森 这是我为两位贵宾准备的马车 如果加钱的话 我还能为你们做降导 仅仅在一瞬间 马夫看那松河贪婪的神奇显入出来 这妹子还挺有几个姿色之后 一定要弄到我家去 地主刚好三缺一 马夫的真实身份 是盗贼团首领身后 一群杀人如麻的想象 他们的狩猎的方式很简单 先为找出马夫 利用的信任 这前提条件 要看他们的穿着是否有钱 然后找个合适的钱 将其带到问题的经验 然后和早已在那儿来附着的手下 联手抢不足才 如果实在没钱 结个色也不是普遍 马车在哒哒哒的不停赶过 只有马夫阴险的 还在不停的歪子歇歇 你们就尽情地笑吧 从你们的打扮就知道 一定是身份险和之人 不过再过一回就是我们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干完这一票 过我想了好几天了 如果那男的敢反抗的话 就把他嘎了吧 此时的马夫阴险 不像是马夫 不一会 就把他们带到一处空地 我们今天只能在这里 露营了先把火升起来 伊莉亚抛出妖间的配件 就由我来准备木柴吧 马夫还贴心地拿出斧头 用剑砍术估计会很费力 一道警方 划过树屋 立即曾写出整齐的切口 顷刻间木柴整齐的掉落 马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只猫怎么回事还会说话 只听猫民一阵爆喝 只见一团火焰的燃烧 此时马夫已经不再像是一个门火 还有这又是从哪里掏出来的大剑 难道藏住当领了吗 我表示要和伊莉亚进行对练 双方的刀剑瞬间缠绕斗器 那个是斗器剑 原来他们俩都是剑术大师嘛 我丢的老火拍子 还没离开这里 刀剑的碰撞 产生了气浪吸紧全程 我还想多活几年 还好我提前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动手的话 我们可全部折磨 刚巧来到一个旅馆 这里是被我们当作窝点的旅馆 我一过地问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马夫找个借口 去确认一下有没有空房间离开了 忽然身后传来哼腔有力的声音 正是盗贼团小弟马夫下的惊叫下巴 喂喂喂 你们看到我们饿的都要添木头了吗 要不把身上的钱分给我们穷人 就当积德行善 虽然你们有钱人不一定快乐 但我们穷人不一定笑得出来啊 马夫急忙呵斥生怕下一秒尸骨 大哥你干嘛 丝毫不手软的直接给了小弟一拳 马夫小声的话语说到 要是你们想保住小弟赶紧离开这里 猛逼的小弟被打了一连五 做戏也要做全套 最后还不忘一句我丢那老猛嗨的 随后被伊利亚一顿夸赞露入 也两眼放光可是心神 为了保护我们赤手 和小疯狂大打出手 丢了一对黄金边马夫 只要你表现出色 我这还有很多 下一秒马夫化身服务员安全马夫 还不忘给打赏的雇主 准备了特大分散 我问到你会不会太忙了 在下马夫以后 会解紧全力师傅雇主 此时的马夫根本就不像一个马夫 更像是一个仆人 是被露入保养的仆人 马夫提这个麻袋 在旅馆外摊坐在地 短短吃饭的工夫 打赏的黄请俗 就有你这么重 回去再努力一把 今年要换车又换房 这时看到我和伊莉亚 在树林里行动 还互相的虚航问暖 下一秒 我把手搭在伊莉亚手上 令伊莉亚娇去 一颤脸开后 无必担心 虽然你小时候 觉得一个内特很厉害 但是现在 你不一样了 如果真见上一面 伊莉亚此次根本没在听 看着艾恩的手 还面带娇羞 我猛然起身 为了明天的事情 要早做准备 完全没考虑一旁 伊莉亚的感受 这简直是个直男 此时的伊莉亚满脸不悦 一旁吃瓜的马夫 也完全看不下去上井之头 只见他一脸失落 走了个散步的借口离开 你们去追一下吧 我看不用了 他最近有很多苦恼 而且他不是说了吗 要去散散步 所以需要一人独处的时间 这小子的情商品 鸡蛋还圆润 也太没眼力见了吧 换成我来冰军中拿下 这时我们路过一个小镇 路过左管左管内 议论着最近发现了的地牢 百年里发现的地牢中 最厉害的一个 居然圣神王国有 谈话声挺起了伊莉亚的注意 一位胡子拉叉的男人现场 挡起了紧坐 地牢规模庞大 据说是魔龙王时期 建成了肯带地牢 里面埋藏着很多 价值连城的宝物 因此第一个发现 地牢的卡尔文王国 想迅速攻略那处地牢 卡尔文却遭到 帕朗克拉巴卡 两国家的牵制 因此为了防止三国战争 派出了精锐骑士团 火出口打断了他们的态 请问圣神王国 派出的是那个骑士团 那正是由伊格内特 带领的黑骑士团 请问怎么加入 本次地牢探索 你如果真想参加 可以去卡尔文看看 卡尔文地牢听说 那里战力不足 正在招收拥兵 感谢你的情报 几天后 我们来到了卡尔文 与马夫分别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头一次感觉到 离死亡这么情能活着真好 另一边气劳拍着桌子 该死的帕朗克和拉巴特 那是在我们那里 发现的地牢啊 此人是卡尔文骑士团 副团长阿姆拉谢尔顿 他们真是卯足了 进派出的 还多是最强阵 拉巴特的宫廷魔法师 佩里玛丽利斯 帕朗克的剑术大师 塞维翁布鲁克斯 除此之外 还有神圣王国 黑骑士团的介入 照这样下去 地牢的战力品 会被他们一抢空的 我要想办法 招募到优质的佣兵 把战力提升到 能与之抗衡的水平 这时外边的 小兵禀报副团长 我是卡尔文骑士团的 副团长阿姆拉谢尔 由我来测试你们的水平 你好我是 随后团长 直接打断发言 不用自我介绍 别拖延时间 直接展示你们的事 好的 伊利亚吸了一口气 周围的空气都在颤抖 还不时地 发令人窒息的威压 紧接着一个报社 差点取了团长手机 才刚躲过致命一击 团长身形还没站稳 已经到其身后 惊呼到好快的速度 急忙扭转身形 推出一键扑了个空 煞时间又来到团长时候 团长震惊得自己 完全不像是个团长 完全跟不上他的速度 如果是在战场上 这片刻的停顿足以致命 团长已经彻底慌了 抬刚回头的剑袭 伊利亚已经做好 爆炸性加速的准备团长 想扭动剑柄 坎坎挡下 时间一道剑光滑过 团长的剑柄断成两阶 团长庆幸到 还好只是测试 不然我团长人头不保啊 此时的团长惊慌失措地 询问伊利亚的来源 我是亚丹王国灵赛家族的 骑士伊利亚灵赛 真是天助 我也伊利亚灵赛 居然会加入我们这边 那么他是 我是来自赫尔王国的 爱恩帕雷伊拉 爱恩帕雷伊拉 居然连眼前的伊利亚灵赛 都能打败 成为剑术大师的 爱恩帕雷伊拉也加入了 此时的团长内心 藏不住的喜悦策露 有他们俩加入的话 卡尔文就不会被 其他国家打败 不过没想到 伊利亚灵赛会参加地牢探索 是因为伊格内特克雷森西亚吧 如果他是怀揣着 个人感情来到这里的话 有可能会对探索 对造成不好的影响 看来我还是密切关注一下 伊利亚灵赛部 明天晚上有一场 邀请探索对群雲的宴会 别忘了来参加 好的 随后我在小树林长凳上 盘坐酝酿着体内的火焰 一直以来我主要 凭借自己的斗志 来操控心中的火焰 因为嫉妒伊格内特 而近乎愤怒的斗志 为了战胜梦中出现的 男人卡人的意志 而产生的斗志 可是现在我不想 仅靠斗志来操控 我心中的火焰 让我回忆起 在前世最后一刻 领悟的东西 以遗憾和后悔收尾的意愿 我要将这些 用我自己的方式延续下去 我撇了一眼 你要观察我到什么时候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嘛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从你在哪拖库拉屎 前几分钟前 你的感知能力不错 我刚才还尽可能的 不让自己发出商议 你是剑神 还是魔法师 我是剑神 可我没见过你 你是哪边的人 我是隶属卡尔文的 佣名卡尔文 好 那我先告辞了 他在深度冥想时 依然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这说明他的感知十分明明 这个小伙子不简单 看来这次探索地牢时 得拉拢一下他了 夜晚只有一家旅馆 内亮着烛光 正是他们的首领 昵称布鲁克斯大人 帕朗科最强骑士剑术大师 塞维翁布鲁克斯 我有任务要安排给你们 你们立刻去调查 卡尔文探索队的成员信息 并报告给我 实现空间产生了漩涡 居然是高阶位方式的 空间固定的颤图发出意向 正是站立天花 伊格内特 克雷森西亚 第二位 匿名下属提交 卡尔文探索队的成员名单 刚翻开第一页名单中 正是人人皆知的伊利亚运赛 他来此的原因 毫无以为正是受到 伊格内特 克雷森西亚的影响 紧接着翻开第二页 正是他同气声 金发的剑术大师埃 塔雷伊拉 据说有着打败伊利亚的事 看完他们的资料 这次的地牢探索 应该会陷入狂战 又过了一天 宴会听如期举 迎面早来上了年纪的老人 个子不高 满头白发 正是卡尔文骑士团团长 罗雷格里格里 一起碰面的拉巴特公子 佛法师 佩里满多那次 两人才刚一见面 拉巴特公子 魔法师出言苦词 并且恋在杀影 而老者却晓得 从容不过巧妙 画起太子的画 紧接着介绍起 这次招呼的优秘 这位身材矮想 头上掌机 带着恶魔翅膀的女孩 散发出的恐怖魔力 吓得拉巴特公廷 魔法师根本就不像是个法师 此时的副团长 一脸得意的讥笑 我听到一旁的人 在议论令我非常在意 扭头望去 正是眼前之人 压低声音 小声一弄 气场十足的伊利亚 不时地听到他们的低音 下一秒黑着 紧接着深呼吸一口气 双手交叉 我丢那老猫孩的 我犹如晴天霹雳般 不可执行 这都归功于 朱蒂斯处的主意 倘若遇见 没法避免的讥讽 就算是语言的侮辱 也有进行传计 看着我学一遍 我丢那个猫孩的 经过朱蒂斯 魔鬼般的训练 如今做到了收放自如 内心的喜悦 不时地透露出 推脸的笑 一旁的团长 直到如此有破例的发言 连连夸惨 紧接着硕大的宴会开设 所有人纷纷入座 由卡尔文团长进行致死 忽然周围的空间产生变化 大地在颤抖 只见空旷的空间凭空 出现一个漩涡 一下秒 玄武不断向外扩张 故时地发出阵阵风暴 只见一身穿着黑色公主 巡逻的漩涡转 众人们才发现 这是个传送阵 里面的士兵 陆陆续续从传送口中 这些身为黑骑士团的士兵 实力都是建属大师的水平 所过之处 都能将其移为平地 当众人还处于震惊的途中 最后一位走出的 便是他们的人对团 实力更是远在 士兵之城的战略天花 正是一个那头 可雷森西亚 和老头卡尔文团长 打过招 简单醒了梗 便朝着右边走去 在众人的目光震惊的同时 路人怎么看 都像是个路人 太阴面朝我走来 并没把众人戒指的 伊利亚好 好久不见